黎明之剑 作者 远同 制作 阿法尔说 第0617章 前方与后方 在伦宝基地内 高文见到了索尔德林解救下来的那批王国军士兵 带领这些士兵的是一名中等身材 褐色短发 鼻梁较高的北方人 他已经换下自己原本的残破铠甲 换上了基地提供的舒适衣物 脸上虽仍然残留着一丝疲惫 但精神状态显然已经好转很多 当高文走进略显简陋的营房之后 这名死里逃生的骑士先生立刻站了起来 他带着身旁几名脸上稍显茫然的士兵 略有些紧张慌乱的弯腰行李 大人 我是来自王都的巴尔纳 米切尔 我和我的士兵非常感谢您的慷慨庇护 请坐吧 米切尔先生 我有些问题想问你 高文是以眼前的骑士座下 自己也随意地坐在了旁边的椅子上 首先自我介绍 你应该能猜到 我就是高文 塞希尔 这就是那位传奇骑士 在数年之前还仅仅会出现在传奇故事和历史学家的书卷中 如今却从王者的国度回归 重新执掌南静的统治者 王都贵族对于这位南静统治者 有着五花八门的描述与猜测 大部分人选择敬而远之 少部分人视为威胁 极少部分人怀揣着阴谋论者的恶意 而几乎所有人都公认的一点是 这位传奇开拓者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 他带着刚夺人的高傲 开拓者的粗犷 初代贵族的野蛮 以及死而复生者的不可理喻 这就是来自王都的巴尔纳 米切尔在自己的社交圈子里 对高文 塞希尔建立起来的所有印象 米切尔以最不失礼的目光 短暂打亮了眼前的传奇公爵 在这打亮即将逾越规矩的时候 将视线下移 做出等候丰富的姿态 眼前的开拓英雄 并没有穿着不符合时代的奇装异服 也没有流露出令人不安的气息 他就如最正统的史书上记载的那样 高大 威严 披挂甲咒 仿佛永远身处战场 目光锐利 但并不冰冷 在这里住着习惯吗 这第一个问题 有些出乎米切尔预料 他短暂愣了一下 赶紧回答 是的 感谢您提供的舒适环境 有洁净的热水 有整洁的房间 有衣服 食物和宝贵的药品 最重要的 还有安全 刚从绝境中死里逃生的人 实在不可能对这样的环境提出任何不满 很好 高文微微点了点头 我想了解一下惊醋感染的具体情况 以及北方诸军团最后的突围路线 旁被城郊外 一座临时设立的营地 铁丝网和连设枪塔层叠交错 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少卫上警戒着周围 营地内外 或明或暗的魔力监测和警戒装置嗡嗡运转 尽管营地本身不大 然而惊人的防护等级 却让它像是一座武装到牙齿的要塞 如此严密的防护只有一个原因 这里 就是研究神涅污染的场所 营地深处 一间宽敞明亮的实验室内 卡麦尔正悬浮在距地面十几公分的地方 在它面前的平台上 一个由护盾发生装置 和实体钢筋栅栏组成的囚龙 被稳固地镶嵌在钢筋水泥制成的底座上 囚龙内则是这间实验室的任务核心 一个已经彻底变异 失去了人类认知的惊簇巨人 那个高达三米的巨大人形生物 静静地站在能量护盾和实体栅栏组成的坚固屏障后面 它丝毫不像一般人所认知的怪物那样狂暴 事实上恰恰相反 它的目光冷静而理智 甚至带着一种超然 它紧盯着屏障外面的大魔导师 不发一言 我听皮特曼说 你拒绝和雷弱地就时代人类交谈 卡迈尔飘尽了一些 嗡嗡说道 所以我就来了 我很好奇 在你们的认知中 我这样的形态算不算是旧时代 惊簇巨人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看样子你仍然拒绝交谈 你认为会有人来救你吗 这里远离前线 你和你那些畸形的同胞相距甚远 卡迈尔继续说道 我知道你是有理智的 你仍然能思考 只不过被替换了一套全新的世界观 在你的认知中 或许惊簇感染才是正常的生命形态 而未被感染的人类 其实是某种病变 但我好奇的是 在经历了这样的转化之后 你是否还记得自己身为人类时候的思想 还记得身为人类时的情感 在又一轮沉默之后 那个巨人终于开口了 声音带着某种低沉的震战 当新纪元到来 你们就会意识到纯粹血肉之躯的缺陷 灭绝会自然而然地到来 而我们是在帮助你们 巨人在说到最后一个词的时候 显然有点迟疑 因为他不太确定 是不是应该把眼前这个漂浮的发光灵体 也纳入到你们的范畴中 不管怎么看 卡迈尔身上 好像都没有可攻变异的人类器官 卡迈尔并不在意对方言语中那些 耸人听闻的部分 他只是用两团闪耀的奥数光芒 注视着眼前的变异者 嗓音低沉 你们所谓的新纪元 就是魔潮吧 惊醋巨人沉默以待 据我所知 像你这样拥有特殊力量 和完整神志的个体 属于惊醋巨人中的指挥官 而你身上残留的德鲁伊黑暗法术 说明你原本应该是万物中王交会的神官 或者是殉教者 你曾经在万物中王会中属于哪一阶层 教长 还是第一级的枯萎神官 还是牧林者 你们是从何得到魔潮的资料的 你们为何确定变成这种形态 就能渡过魔潮 你听说过神灭这个词吗 你知道它的含义吗 这种转化技术 你们是从何得来 卡迈尔的问题一个接一个 然而惊醋巨人始终不发一言 最终 在一阵更加令人难以忍耐的沉默之后 卡迈尔突然说道 你们知道吗 这条路当年刚夺帝国也走过 我就是这计划的一员 我亲眼见证了他的失败 而你们这自诩为进化的形态 只是我们最早淘汰的失败方案 他本以为这样的话 多少会触动到眼前的囚犯 然而那惊醋巨人却只是平静地看过来 片刻之后才说道 我听说过 南京发掘出了刚夺时期的要塞 对于你的存在 我丝毫不意外 但你搞错了一件事 古代的魔导师 你们的失败并不是因为技术因素 不是因为这条路线有问题 你们的失败 是因为你们忤逆的还不够彻底 说完这句话之后 惊醋巨人后退了两步 他回到囚龙的中间 原地坐了下来 不再接受任何交谈 卡迈尔努力无果 最终无奈地离开了实验室 在实验室外 一身灰色长袍的皮特曼 和几名研究员已经等了很久 他多少跟我说了几句话 但有用的情报几乎没有透露出来 卡迈尔叹息着对皮特曼说道 就如你之前判断的 这种指挥级的惊醋巨人 大多是由万物中王会的死忠训交者转化而来 他们通过这种方式维持对惊醋军团的控制 而这种狂信者的嘴巴几乎撬不开 随着惊醋军团扩大 他们迟早会从接受转化的超凡者中 临选新的指挥官的 这种指挥官的嘴巴应该能撬开 我们不用急 皮特曼说道 随后似乎注意到了卡迈尔的情绪有些异样 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 卡迈尔惊讶不已 你能看出我的脸色 神色看不出来 颜色还是挺明显的 现在挺绿 没什么大事 只是那家伙最后说的一句话 让我有点在意 卡迈尔摇了摇头 万物中王会果然是得到了当年 忤逆计划的一部分遗产 他们在继续推行这个计划的过程中 制造出了神孽 但那个惊醋巨人说 他们做得更加忤逆 我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 还能更忤逆 皮特曼调了调眉毛 尽管他也曾是万物中王会的一员 但显然 他并不了解万物中王会的神孽计划 你们当年把自然之神的坟都跑了 肉都削了 还把神血神肉炼了药 给全国人打疫苗 天底下还能有比你们更忤逆的 他们就是真的造了个伪神出来 在我看来也没你们忤逆啊 所以我无法理解 卡迈尔嗡嗡地说道 接着摇了摇头 你那边呢 你的实验结果如何 将普通人转化而来的 精促感染者和指挥者 隔绝之后 所有实验体都表现出了明显的衰弱 和活动停滞迹象 而且仅存的思维能力在快速消失 似乎下级精促感染者的精神活动 是必须依靠指挥者才能维持的 皮特曼滩开手 叹了口气 简而言之就是没救了 从躯体到精神的变异 都已经无法逆转 不过那些还没有发生变异 仅仅携带感染的个体 说不定还能救 最近一批送过来的感染者 现在状态就很稳定 常规治疗瘟疫和诅咒的法子 对他们都有用 我正在寻找最有效的进化方案 以及寻找导致他们从携带者 突变到变异者的关键诱因 塞西尔城 一场春雨洗净了临次至比的屋顶 和纵横交错的街道 在渐渐昏暗下来的天光中 这座城市仍然繁华 如白昼一般 一条曼妙的蛇尾 攀上了城市中最高的魔王广播塔 缠绕着广播塔顶端的增幅天线 提尔的身体攀附在那钢铁打造的魔力机关上 他探出身子 视线扫过远方的城区 扫过那已经亮起灯火 正在昼夜不停运转的工厂车间 战火正在遥远的北方蔓延 尽管塞西尔公国的土地仍然安全 战争的影响 却依旧会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人们开始在酒馆和咖啡馆中讨论这场战争 报纸上开始频频出现北方的消息和评论文章 而工厂已经进入所谓的战时状态 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效率运转 数不尽的战争机器排着队离开车间 齿轮与轴承还未冷却 便轰然坐享奔赴前线 刚刚从各学院毕业的技工 医师与士官们朝气蓬勃 走向各自的岗位与人声 由于并未直面战争 公国内部的商业运转非但丝毫没受影响 反而变得比以往更加繁盛 这座依靠魔岛工业的力量推动的城市 是如此生机勃勃 如此令人喜爱 即便慵懒的提尔 也不禁会被它勾动起思绪 勾动起一些关于海妖故乡的遐想 提尔并不知道海妖的故乡长什么样 它是在安塔维恩号迫降在这个世界之后才诞生的新生代 大坠毁之后的海妖帝国已经衰落 再也不复昔日辉煌 然而在教学机器上 在记忆晶片所存储的破碎资料上 在古老海妖讲述他们那些遥远模糊的记忆时 提尔不止一次听到过关于故乡的描述 那是个生机勃勃的世界 海洋覆盖着整个星球 在深沉而温柔的海水深处 海妖的世界繁荣昌盛 机器昼夜不停地运转 人工智能控制的城市在海床上熠熠生辉 海底列车驰骋在海沟和海挤之间 飞行器从深海急驰跃出水面 卫星集群和轨道设施环绕着星球 俯瞰那美丽水世界 海妖们或许真的回不去了 但提尔的视线扫过赛西尔 这些陆地上的生灵们 他们拥有故乡 他们在满怀热情地建设这个地方 或许终有一日 他们会把这个地方建设的和那个美丽水世界一样漂亮 迷途的海妖轻轻吸了口气 张开嘴巴 低声吟唱 无形的力量浸潤在这空灵的歌声中 震荡着周围的魔力 震荡着广波塔的增幅天线 震荡着塞西尔的魔王 然后通过塞西尔黑森林宏伟之墙之间的无数中计塔 震荡着哨兵之塔 震荡着宏伟之墙 歌声呈上空间的连衣 跨越了无尽的风暴和海洋 无尽之海东部 已经沐浴星光的海妖之城安塔维恩 职业的聆听者 惊讶地看着通讯器上 突然跳出来的陌生频率 片刻之后 一位深海侍女摆动着鱼尾 游进了女王佩提亚的寝殿 陛下 那位失踪的潮汐大师找到了 她返航时又返了 现在在西部大陆 她在那里找到了人类盟友 她问您想不想吃小饼干 黎明之剑 作者 远同 制作 阿法尔说 第0618章 铁王座 魔网终端投影出的全息影像 闪着灰光 在黄昏之后的房间中 勾勒出一种夹杂着奇幻与科技感的奇妙氛围 高文坐在通讯器前 认真听着卡迈尔从后方实验室传来的汇报 皮特曼已经确认了高级别的精促巨人 是由万物中王会的神官转化而来 不排除将来会出现由其他超凡者转化而来的指挥官 但从现阶段来看 狂热的万物中王信徒是精促军团的核心上层 由普通人转化而来的精促巨人 有着较小的体型和较低的力量 他们的思维能力 或者说仅存的理智需要依赖尚未个体维持 上级精促和下级精促之间是一种奇妙的依存关系 下级精促巨人是能够思考的 但他们本身的思考并不完整 我和皮特曼一致推测 精促巨人的这种独特联系 说明他们具备某种程度上的心灵感应 指挥者级别的精促巨人 或许能够通过这种心灵感应控制附近的单位 或者感知到远方精促军团的状态 但这种感应不会很清晰 会随着距离剧烈衰减 这是几次隔离对照实验之后得出的结论 在失去指挥者之后 下级精促巨人会迅速衰弱并失去理智 退化为彻底依靠本能行动的怪物 彻底的衰弱需要一个小时左右 理智则是从一开始就终止了 高文一字不落地听着卡迈尔的报告 眉头偶尔紧皱 又偶尔舒展 感谢后方的研究人员 在前线作战的将士们 不用面对未知的敌人 随着越来越多的感染样本被送往后方 随着卡迈尔开启他那些来自刚夺时代的记忆 神灭感染者的种种特性终于在世人面前揭开了面纱 在高文旁边 旁听的菲利普骑士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一定程度的心灵感应能力 怪不得他们之前能在短时间内 组织起对索尔德林的大规模追击 而且在没有常规斥后 传令单位的情况下还维持着这么高的组织力 高文看着这位虽仍然年轻 但已经愈发成为一名成熟将领的骑士 你有什么想法 惊醋的心灵感应能力是个让我们棘手的优势 这意味着他们在小范围战场上的信息流通速度 丝毫不比我们差 甚至会更快一些 菲利普很认真的思索着 但很显然他们的心灵感应能力也很有限 依靠其建立起来的指挥体系相对混乱模糊 并不是无法对付 而且我觉得比起心灵感应带来的优势 他们的组织结构中存在的巨大漏洞才是重点 高文微微点头 只要摧毁指挥节点 他们就会迅速崩溃 无理智的怪物比有组织的士兵好对付多了 我会和副官参谋 以及智库们制定一个可行的战术 菲利普一脸严肃地说道 如果他奏效 我们的推进速度一定会进一步加快 高文不禁有些感慨 没了拜伦在旁边插科打混 菲利普在思索战术时的头脑效率显然直线上升 怕不是把捧根的线程省下来制定战术用了 随后 卡迈尔继续会抱着后方的研究成果 另外 我们观察比对了神念携带者和变异者身上的魔力反应和侵蚀度 对于导致他们从携带状态突变到变异状态的仪式力量有了初步结论 与神性干涉有关 高文轻轻吸了口气 果然是神明的力量吗 我在彻底变异为金簇巨人的感染者体内发现了活化的神念因子 虽然由于设备限制 无法完全分离出他们 但我能判断出他们经受了诱因激活 就如古代刚夺帝国从巨鹿阿默恩身上提取血肉和力量 制造了第一代神念 万物中王会也必须有自己的能量源 才能让那些原本已经成为隐性遗传因素的神念因子 重新活化 目前为止 虽然还未找到直接的证据 但我们可以从理论上认定 万物中王会手中已经掌握了某种神明力量 或者神明力量的替代品 高文脸上表情一片平静 丝毫没有意外 早在这场灾难爆发之前 他就已经意识到了 万物中王会在重重黑幕中酝酿着某种惊人的图谋 并隐约猜测这与神明有关 毕竟三大黑暗教派的堕落之初 都显然与神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们的终极目标 只向神明毫不令人意外 而在这之后 在和提尔的交谈中 那位在世神领域 有着丰富进食和烹饪经验的海妖 所泄露出来的信息 更让高文明确了 自己的猜测 为此 他甚至提前请提尔去做一些准备 好应对可能存在的 涉及到神明的可怕黑幕 此刻 卡迈尔的研究 则是终于从实证方向给出了一定的证据 万物中王会 把神拉入了这个战场 这令高文压力巨大 但他并不因此绝望 神明的力量对凡人而言是可怕的 如果真是某个愤怒的真神降临 那或许塞歇尔真的无力反抗 但万物中王会能把一个真神弄下来帮忙打仗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 他们顶多找到了类似巨鹿阿莫恩的血肉残骸 并激活了其一部分活性 或者用人工技术制造出了某种强大的 具备部分神性的怪物出来 而不管是哪种可能 既然是那帮邪教徒用人类的法术制造出来的 就肯定不是无法消灭的 邪教徒都能治愈的东西 起码得有血条吧 即便万物中王会制造了一个活着的 依靠塞歇尔的火炮都无法消灭的人造之神 还有提尔和他背后的海妖们可以帮忙 那帮深海咸鱼或许对付不了一个真神 虽然平常他们整天吃风暴之主刺身 但他们吃的毕竟是不会反抗的尸体 但作为掌握着超时代技术的堕落帝国大爹 他们对付个串了位的假货总没问题 再加上高文当初还接触过弑神舰队的战报 前世又是个无神论者 他在面对神明领域的问题时 或许会紧张 或许会谨慎 但总会保留着一份余裕 尽管目前阶段这种余裕 可能只是迷之自信罢了 但那起码也是自信 高文好奇的是 菲利普在知道万物中王会手中 可能掌握的禁忌力量之后会有什么想法 我没什么想法 这位年轻骑士在听到高文的询问之后 一脸肃然地说道 服从君主的命令是骑士之责 保护领地与人民也是骑士之责 在这个前提下 我只关心敌人在哪 不关心敌人是谁 这样的回答让高文有些意外 他上下打量了菲利普一眼 觉得这位年轻人耿直无味的有点不真实 哪怕对面可能是神 或者邪神 或者别的什么超出人类理解的东西也一样 一样 菲利普点点头 像谁冲锋都一样 区别只在于能不能回来而已 高文哑然失笑 两秒钟后才摇摇头 我还以为你起码会有点恐惧感 菲利普听到高文的话 脸色略微有点古怪 然后他低头想了一下 稍显尴尬 其实是有一点害怕的 哦 所以真要到了那样的战场上 我会把面罩拉下来 防止别人看见我的嘴唇在发抖 我会把武器绑在手上 防止武器脱手 不过我应该不用写一书 我还没有妻子孩子 也没有别的亲人 我名下的财产到时候 可以直接回归公国 这回答一瞬间就真实起来了 看着年轻骑士这一脸认真的模样 高文突然忍不住想用手 按住额头 我好像有点理解 为什么拜伦那么热衷于跟你斗嘴了 菲利普反应了一会 然而没反应过来 啊 总而言之 你无需提前考虑慷慨赴死之类的问题 我们是在打一场战争 而不是为了去送死 任何人都不是为了送死 高文拍了拍菲利普的肩膀 去安排你的战术会议吧 我们要尽快进入洪峰地区 如果我们能尽快打通这条通道 或许王国军最后的残佈还有希望 菲利普离开了营房 而在最后汇报了一些实验室运转方面的情况之后 卡迈尔也离开了通讯频道 高文坐在桌前 在整理思绪的过程中 他的视线扫过了放在桌上的 有琥珀送来的一份后方简讯 东境局势恶化 铁王座椅出发 贺地 你们局势恶化了也好 高文轻轻呼了口气 省去我很多麻烦 自从一变产生 整个东境军团在一阵浓雾中被吞噬 索林堡以西整个地区通讯断绝 东境公爵和埃德蒙王子音讯全无 整个东境的秩序就飞快滑向了混乱无序的深渊 流言四起 无人管束 留守在东境的地方贵族嗅到了可怕的气息 但却无人有能力把握整个局势或约束住东境的秩序 关于军团全军覆没的消息甚消沉上 小家族们最先失去了控制 紧接着便是更上一层的贵族领主们 混乱从西向东蔓延 原本在埃德蒙王子和罗伦公爵 共同约束下铁板一块的东部地区 竟出现了四分五裂的迹象 而让局势更加急转直下的 是西部和圣灵平原接壤的边陲地区传来的可怕消息 一支怪物大军在东境军团的残海上站了起来 正在圣灵平原游荡 那些怪物似乎还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东边 他们的目标应该是更北方的圣苏尼尔 但怪物军团的存在本身便击垮了让东境贵族们维持基本秩序的最后一丝约束力量 十地贵族们迅速做出了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最正常的应对 召集封城嘉江 封锁领地边境 一夜之间回归到割据状态 然后在紧张的对峙中 在对怪物的警惕中 在互相的警惕中 让整个地区的局势瞬间紧绷成了一锅火油 在这样的局势下 作为塞西尔公国桥头堡的白沙矿业公司 向境内发送了至关重要的情报 一台刚刚在葛兰地区完成全部技术检查和测试的战争机器响应这份情报 奔赴东境 充盈着魔力的道路在大地上延伸 连绵不断的魔法护盾笼罩着整个轨道 伴随着钢铁车轮与魔力机关协奏出的低沉冥响 一台庞大的列车正庄严地驶进白沙矿区 在已经染上橘红的晚霞中 它披挂着尖式钢铁护甲的车身闪烁着寒光 大型列车轨道炮和密集排列的枪塔在夕阳下闪闪发亮 它的车厢内坐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和盔甲沉重的白骑士 它的运在底盘上则固定着整齐排列的战车和牵引式榴弹炮 它就如一座全副武装的钢铁城堡 甚至是一道会走路的要塞城墙 沉重而充满威严 白沙矿业公司的总负责人霍姆站在车站旁的塔楼上 静静注视着这魔导工业的奇迹 工程学的珍宝 塞西尔力量的象征 装甲列车 铁王座 二十分钟后 霍姆站在平日里用来装卸矿石和重型机械的高台上 看到了那位指挥着铁王座号 穿着黑色魔能战甲 眼神深邃面容沧桑的中年骑士 很高兴见到您 马里兰爵士 请不要称呼我爵士 中年骑士微笑着 坦然伸手握住了霍姆的手 那是摩恩王室的策锋 已经是过去时了 黎明之剑 作者 远童 制作 阿法尔说 第0619章 铁与火 站在那台庞大而充满威严的战争机器旁 霍姆不禁满怀敬畏 抬头仰望着他那铁灰色的装甲 和覆盖在护盾中的管道与机械结构 而在他身边 曾经的磐石要塞司令 如今的塞西尔军官马里兰骑士 发出了轻声赞叹 这真是一台漂亮的机器 不是吗 霍姆微微侧头 看了这位已经重新披挂甲咒 效忠公国的骑士一眼 再经历了长达一年的劳动改造和思想重塑 又经历了大半年的知识教育 在通过了严格的考核和宣誓程序之后 这位曾经的王室贵族 得到了向南京领主效忠的机会 他一度被编入第二军团的工程部队 参与北方诸多地区的建设和生产 亲眼见证 亲身经历过塞西尔秩序的运转规则 这位骑士先生 在这个过程中 表现出了诚恳认真的态度 和优秀的个人能力 于是辗转 升迁 最终被编入了第一战斗兵团 并成为了铁王座的指挥官 在塞西尔 像他这样的改造者数量并不少 毕竟这个时代人才稀缺 生产建设早期的一部分知识分子 必须从就贵族中临选 这或许会在将来留下一定隐患 但总好过在发展早期便死在泥潭里 而本身就品性可靠的马里兰骑士 应该算是此类改造者中 最值得信赖和期待的人之一 农奴出身 但如今已经成为塞西尔官员之一的 霍姆笑了起来 这确实是一台漂亮的机器 每一个零件都很漂亮 它多少有点一语双关 但也却确实实是在赞叹身旁轨道上的战争机器 这台庞大的装甲列车 是他平生见过的最有力的机械装置 它不仅仅是运输工具 也是武器和堡垒 它是瑞贝卡女侯爵和大工匠尼古拉斯的杰出创造 也是塞西尔勤劳智慧的工人们所制造出的 令人敬畏的血汗结晶 它在头尾各有两节武裤段 车体底盘上安装着总计四门大型轨道炮 以及四具目前最大型的超重型燃烧器 炮台与燃烧器的机座之间 则安置着可容纳战斗人员的副甲枪塔 根据战况不同 可发射闪电、火球、灼热射线来扫射敌人 以保卫列车炮 列车中段是被称作战术段的大型车厢 除了容纳列车指挥部之外 还安装了大功率的魔能方尖杯和通讯装置 以及充足的自卫用的武器 列车其余车厢则是运载段 那些庞大的车厢内可以容纳成百上千的士兵 也可以将车厢换成开放式的底盘 以运输各类战车 目前塞西尔所制造出的各种魔导车辆 几乎都可以放在那宽阔有力的运在底盘上 现在 这台可怕的战争机器 就有总计四个运在底盘上固定了12辆战锤 I坦克 那些坦克不仅仅是这趟列车的乘客 他们自身也是可怕的武装力量 当他们被固定在底盘上的时候 就相当于变成了小型的列车炮 他们的炮塔甚至比铁王座自身的主炮更加灵活 只要列车长一声令下 十二门额外装载的坦克炮 就能忠实地歼灭所有胆敢靠近铁王座的萧小之徒 全副武装 均临大地 他是如此充满力量 以至于在亲眼看到他的时候 霍姆才终于意识到 为什么一辆列车的名字会是铁王座 那铁灰色的涂装和线条 硬朗刚直的机械结构 让他不负王座之名 甚至还带着一种令他着迷的美感 这一瞬间 他甚至有点嫉妒马里兰骑士了 这只是第一列铁王座 马里兰骑士脸上带着自豪 按照计划 还会有后续的铁王座型装甲列车 被投放到轨道上 以保护铁路覆盖的土地 因此 每一列铁王座 其实也有细分的名字 你眼前这一列 全名应该叫铁王座 零号 最初的铁王座吗 霍姆若有所思的微微点头 随后说道 这些日子 我们一直在铺设向北延伸的铁路 目前 东径局势恶化 但相对应的 由于各地领主封锁了自己的领地和城堡 大量荒野地带 已经成为彻底无人管束的区域 几乎无人阻碍我们的活动 即便少数地方领主出手干扰 在一盘散沙的情况下 他们也成不了气候 马里兰问道 那些鲸醋感染者 目前在什么位置 他们仍然在索林堡以西的区域活动 只有少数浑浑噩噩的游荡者 进入东径 暂时还未构成威胁 马里兰轻轻点了点头 很显然 万物中王会的主要目标 还是安苏的王都 他们把几乎所有鲸醋大军 都送到了西北方向的前线 而对东径这份 已经被摆在餐桌上的食物 他们关注甚少 这并不难理解 东径一侧是提风帝国 一侧则是已经彻底沦陷的 圣灵平原东部地区 其境内主要的军力 和有能力的贵族 大半都已经损失在 圣灵平原的大污染中 对于已经掌握优势的 万物中王会而言 这片土地等于 已经被他们吞入负重了 如今所谓的 只剩慢慢消化而已 但马里兰骑士知道 这个局面并不会持续多久 万物中王会现在 只是暂时还没调整好精力 没有消化好他们突然掌握的庞大军团 没有彻底站稳脚步 但等到他们完全剿灭了圣灵平原上 残存的王国军反抗力量 等到他们濒临圣苏尼尔城下 他们就会开始从东径吸收力量 把这片土地上的人口 源源不断地转化为他们的金簇大军 用来横扫安苏剩下的疆域 而他的任务就是在这一切发生之前 从万物中王会意想不到的角度 突然堵死通往东径的关口 配合高文 塞西尔在戈尔贡和一线的封锁行动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白沙矿业已经以修筑更多道路 以方便运输矿石的名义 在白沙葛兰之间的交错地区修筑了 大量铁路 当地领主迟缓的反应速度 再加上白沙矿业公司对乡下歧视收税人 明无关的金钱攻势 让这些铁路几乎铺到了赛拉斯 罗伦的眼皮子底下 而现在 由于东径的愈发混乱 白沙矿业铺设铁路的动作 已经可以明目张胆 戈尔共和东岸 丰饶临地北部 钢铁铸造的军团开始推进 河道中央 以开拓者号为首的三艘魔导战舰 张开了他们的魔能一板 璀璨的符文 光辉在戈尔共和的波涛上方闪耀 庞大的能量被汇聚 压缩 灌注 沉重的真理 I型魔晶轨道炮 在机械装置的辅助下 细微调整着自己的角度 伴随着炮弹划破空气的震耳暴鸣 坊间被一般的魔晶炮弹冲出轨道 直飞云霄 在尖锐的冥想中 从天而降的炮弹坠向大地 如天火坠地 地崩山催 无数在荒原和旷野上 茫然前行的惊醋巨人 在还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 便灰飞烟灭 这打击超出了他们的势力极限 甚至超出了他们中 最强者的感知极限 在连续不断的天火坠落中 变异的肢体和惊醋灰飞烟灭 庞大的惊醋军团四分五裂 然后在混乱中各自为战 搜寻不知藏身何处的敌人 河岸边的高地上 身穿黑甲的钢铁由骑兵战士 攀上战车观察台 打开了战术目镜 关注着从平原方向涌来的惊醋怪物 同时不断对河道中的战舰发回信号 指引着一轮又一轮的箭炮轰击 数轮箭炮轰击之后 战车开始前推 依靠坦克炮与后方的长城榴弹炮开路 车轮和履带碾压着已经开始升温的大地 一步步向着被惊醋巨人污染的地区推进 在这股毁灭性的洪流中 钢铁大使撑起了强化护盾 突出对猎士向前方 在每一辆钢铁大使战车内 都有最激警的士兵 关注着观察窗中映照出的图像 那观察窗上带着侦测歪曲的法术效果 在由于法术效果而显得泛红的观察视野中 整片大地都被涌动的魔法力量笼罩着 而那些在烟雾与尘埃中晃动的惊醋巨人 他们身上的奥数光芒 就如暗夜里的烛火一般醒目 其中一些个体身上的烛火 尤为醒目 侦察兵第一时间将目标转给榴弹炮的炮手 同时对后方的部队发回信号 观察到指挥个体 开始引导射击 充当观察车的钢铁大使们短暂停车 稳定车身之后 激活了各自的车载榴弹炮 这小威力的主炮并没有很强的杀伤力 有时候甚至会被格外强大的 惊醋巨人用护盾拦截下来 但随着他们打出的长城榴弹 呼啸着滑破空气 坠向远方的大地 位于后方的数百辆战锤 I主战坦克便会立刻将炮火集中在榴弹标注的方向 这种程度的攻击 依靠一两个强大的施法单位 是无论如何拦截不下来的 一轮短促但毁灭性的炮击之后 必然就会有相当一部分敌人陷入混乱 那潮水般的惊醋巨人向着进入他们视野的敌人 发动了冲锋 他们的指挥者在冲锋开始之前便已经死去 而冲锋的巨人们 在这个过程中便会渐渐退化为失控的野兽 他们还需要大概一个小时才会彻底衰弱 但他们大多活不到一个小时之后 因为他们会毫无组织 毫无章法地冲击 由炮火和燃烧器交织出的死亡火线 不闪不闭 直到化为灰烬 由于惊醋巨人在失控之后 本能的进攻性 军团甚至不用刻意去寻找那些躲藏在视野盲区 或者在远处的敌人 只要炮火还在轰鸣 几乎方圆百里的怪物 都会主动凑到熊熊燃烧的净化烈焰中 后方的高地上 高文站在遮阳棚下 静静地看着远方平原上的景象 炮火连天的战场和来自戈尔贡河方向的闪光 偶尔还会有规模和声势 都颇为惊人的红光光束 横扫河岸映入他的眼帘 在他附近 移动式的魔网中继车 正转播着来自开拓者号和地面部队的密集通讯 数台魔网终端机都投影着不同的图像 通信兵和指令员在设备与战术地图之间忙碌着 指令声 汇报声不断从各个方向传来 恍惚间 他竟产生了一丝时空错乱的感觉 另一边 年轻的菲利普骑士正站在不远处的地图桌前 和一群军官关注着战场的变化 拜伦的全息投影则浮现在菲利普身旁 通过魔网终端 远在开拓者号上的拜伦 也仿佛森林陆军指挥部的现场一般 水陆推进的方案是高文提出的 在这个方案中 他要求内核舰队以重炮支援地面部队 初步撕开惊醋巨人的军团阵列之后 陆地坦克部队在向前推进 依靠远距离榴弹炮等手段做第二变清场 接着在惊醋巨人反应过来之前 陆地部队迅速占领有力位置 并依靠重型燃烧器 喷火步兵 白骑士大队等力量彻底进化整个战场 菲利普骑士则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更加详细的陆地部队作战方案 依靠钢铁大使做侦察车 借助机动力和射程优势 再加上可靠的护盾装置 这些战车会在前方迅速锁定精促军团中的指挥节点 并远程引导炮击摧毁那些节点 在这之后 忠诚的塞歇尔军团将依靠同样忠诚的燃烧武器 消灭那些失去控制的敌人 这些方案出奇的有效 黎明之剑 作者 远童 制作 阿法尔说 第0620章 风雪止息 灰黑色的巨鹰振翅掠过天空 庞大的羽翼在阳光下渡上了一层微光 这庞然的猛禽仿佛沐浴着微沫的火焰 在云层下方穿梭而过 锐利的双眼中 倒映着下方已经化作焦土的广袤大地 在大地边缘游荡的京促大军 以及正稳定将战线向前推进的钢铁军团 一次斜掠之后 巨鹰调转方向 急速地向着大地俯冲而去 他的目标 是那钢铁军团的风石 索尼亚 双叶轻巧地跃下鹰背 在巨鹰响亮的咕咕声中 走向不远处的高文 感谢你的回应 高文笑着迎向索尼亚 我们这里确实需要人手 我在天上看到了 这真是可怕的战场 让我忍不住想起 七百年前的钢夺 大地同样化为焦图 到处都是怪物游荡 高阶信使 没有掩饰自己脸上的感慨和惊叹 但更让我惊讶的是你的军队 说实话 跟我现象的很不一样 当亲眼看到这些战争机器 全力运转的时候 我也有点惊讶 高文淡然说道 并看了一眼远方 这里不会变成钢夺的 焚烧之后的土地 还会长出新芽来 万物中王会制造的这场瘟疫 迟早会被净化 安苏会多一道伤口 但伤口总会愈合 贝尔塞提亚陛下 在关注这场灾难 但很可惜 远在大陆及南部的帝国 没办法提供什么帮助 他只能授命我和我 带领的所有信使 游侠过来帮忙 除了留在宏伟之墙的 班纳摩导师之外 我带来了我的整个小队 他们还在路上 应该很快就会到 放心吧 不管是游侠还是信使 我们在城上巨英之后 都是优秀的赤后 高文露出了笑容 这正是我们紧缺的 塞西尔并不缺常规的侦察部队 不管是精锐的钢铁游骑兵 还是训练有素的兵团侦察员 都是优秀的地面侦察力量 但随着战线向前推进 战斗烈度不断提高 地面侦察部队的压力 正在越变越大 前方整个地区都已经是重度污染区 几乎没有安全的立足之地 人类侦察兵也无法在怪物之间实行渗透 另一方面 精促巨人在遭受了一连串的沉重打击之后 也已经反应过来 他们变得更加警惕 更加严密 甚至开始反制塞西尔的侦察和进攻 两相压力之下 空中侦察开始变得至关重要 塞西尔有自己的施救歧视 但是数量并不多 而且人类训养的施救 在飞行高度和速度 以及对侦察任务的适应性上 远远比不过精灵巨鹰 在目前反重力技术还未完全解析 飞行器尚未实现的情况下 高文便把索尼亚找了过来 而同样关注着大陆北方这场灾难的白银女王 则同时下达了命令 允许包括索尼亚在内的整个信使队伍 以雇佣的形式为塞西尔公国服务 介入这场战争 现在我们需要搞清楚洪峰地区的情况 那里聚集着数量异常庞大的精簇军团 而且精簇巨人的战斗力 组织度都明显超出其他地区 我认为那里至少存在一个指挥中枢 并且有万无中王会的高阶神官坐镇 交给我们吧 来自天空的眼睛会搞明白 那个指挥中枢的 索尼亚痛快地点了点头 另外 你有什么建议吗 建议只有一个 高文不紧不慢地说道 尽量飞高一点 那些巨人在被抱着炸弹的施救骑士 袭击几次之后 已经开始懂得防空了 接连不断的部队 在南方那片丘陵与树林交错横生的土地上消失了 一支军队 一支意料之外的军队 正在稳步向着北方推进 他自南境那片诡异的土地而来 一路上就仿佛某种平稳而坚定的潮水般 向着这里一路蔓延 数不尽的神涅个体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联系 不管是弱小的变异者还是强大的 其实神涅都毫无区别地淹没在那股潮水中 远在洪峰城的指挥官们无法准确感知前线的具体情况 但他们都能感受到那股潮水所释放出来的一些特质 钢铁般坚毅 毫无感情地推进 可怕的爆炸 烈焰 烧尽一切 西顿教掌站在洪峰城堡的塔楼上 已经结晶化的眼球中充盈着愤怒的光芒 已经这么长时间了 你们竟组织不起一次像样的反击 一鸣穿着神官黑袍 但身体已经几乎完全转化为神涅形态的万物中王神官 艰难地承受着教掌的怒火 塞西尔人的魔导机器非常强大 尤其是进攻性 他们能在极其遥远的距离发动攻击 我们的神涅大军强行反冲锋之后 只能徒增大量伤亡 所以那些转化废物就拒绝执行冲锋的命令 那是一个命令 不是一个建议 是命令 应该执行的命令 西顿愤怒地砸了一下桌子 发出碰的一声巨响 神涅是什么 是没有恐惧 没有痛觉 没有犹豫的战争兵器 是冰冷的刀锋 但现在那些本应强大的战争兵器 却仿佛被驱赶的野兽一样 在整个平原到处乱窜 毫无体面 教掌大发雷霆 神官们进入寒蝉 但在短时间的发泄之后 西顿却主动冷静了下来 他深吸了一口气 感觉自己略有些不受控制的神经系统 正在魔法力量的意志下迅速复原 为了转化为更强大的神涅个体 他在血肉之渊汲取了太多的力量 这让他愈发强大 但也让他的转化更加缓慢 而且转化彻底完成之前 脾气变得更为暴躁 不过在恢复冷静之后 他还是能意识到自己的怒火并无意义 他不怎么擅长军事指挥 事实上大部分万无中王神官都不擅长应付战场 他们终究只是个黑暗教派 高阶成员皆是神官出身 强大的神涅 精促 军团确实是在短时间内摧毁了王国军和东径的大部分力量 但那并不是因为一帮黑暗神官指挥有方 只是因为军团足够强大罢了 西顿冷静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随后思索着谁最适合眼下的局面 大量从王国军和东径军团中转化来的指挥官 如今都被派往了北方 去进攻圣苏尼尔城外围的防线 那边的战斗非常重要 是不能受到影响的 而在留下的指挥官中 最能派上用场的恐怕还是那个科罗德 洪峰城东部 已经近乎一片废墟的巨石城内 惊促巨人科罗德站在高高的城墙上 略显烦躁地走动着 一些近若寒蝉的下级指挥官在不远处低着脑袋 而在稍远一些的地方 一道强大的暴风雪就好像嘲讽所有人般 仍然盘旋在城堡区和内城区之间 几分钟后 科罗德来回夺步的动作突然停了下来 他伸手从腰间摸出一枚小水晶球 水晶球表面正不断闪烁着光芒 散发着明显的热量 科罗德定定地看了那水晶球两眼 才伸手摩擦了一下他的表面 下一秒 这件固化了传讯术的魔法道具中 便传来西顿教掌的声音 不要告诉我你还在对付那道暴风雪 事实上我确实还在对付它 科罗德压抑着烦躁的情绪说道 我们遇上了意料之外的麻烦 天知道为什么城堡外围的魔网节点 被破坏之后 里面的魔网还在运行 它只是功率降低了一些 但竟然还在运行 塞西尔人在制造魔网 并把它传授给各地贵族们的时候 绝对保留了大量技术细节 那东西根本不是什么普普通通的大型魔法阵 不是挖掉几个关键循环 切断几条能量连线之后就会停止运行的魔法阵 听着我对你们遇上的麻烦并不感兴趣 水晶球中西顿教掌的声音继续传了出来 我们的军团在南方遇上了麻烦 你 西顿的声音刚到一半 另外一阵怪异的嗡鸣声和呼啸声 突然传入了科罗德的耳朵 让这位惊醋巨人下意识地抬起头来 他望向城堡区那道暴风雪 看到那强大可怕的魔力风暴顶端 出现了大片大片的乱流 在渐渐减弱的风暴中 无数锐利的寒冰碎片正从气旋顶端四散飞溅 暴风雪减弱了 教掌阁下 这边的暴风雪减弱了 维多利亚 维尔德的法力恐怕已经枯竭 水晶球中 西顿的声音暂停下来 似乎他也有些错愕 在短暂的沉默之后 科罗德听到西顿的声音再次传来 非常好 你先解决掉那个令人生厌的女公爵 然后立即返回洪峰 我告诉你接下来的任务 水晶球暗淡下去 科罗德盯了这个魔法道具片刻 才把它重新收起 在他 他身后的背景中 笼罩巨石城堡的暴风雪正在飞快瓦解 屏障即将崩溃 维多利亚 维尔德静静地站在城堡上层的露台上 看着正在渐渐解体的暴风雪 脸上一片冷然 他身穿一袭从法师袍改良而来的白色裙袍 披着银白色的披肩 手中握着一根镶嵌水晶和白金的法杖 数个散发着冷冽寒气的冰霜水晶在他身旁盘旋 他脚下则踩着一个大型法阵 无数复杂悬傲的线条和符纹从他脚下延伸出去 一直延伸到露台的边缘 延伸到城堡魔网的接口上 魔网仍然在运行 但所提供的能量已经大大减少 维多利亚知道 这是因为有人破坏了外墙地下的魔网单元 破坏者看来并不懂得魔网的原理 维多利亚倒是依稀记的 那位死而复生的开国英雄曾教过自己几个词汇 其中一个词汇名为魔块化 指的就是魔网这种依靠大量独立单元组合起来的结构 这种魔块化的结构 让破坏者没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也让内城区的魔力供应维持到了今天 延长了自己能够坚持的时间 事实上如果继续强行坚持的话 维多利亚至少还能让暴风雪持续三天 但在今天 他主动结束了施法 一个个身穿灰白色铠甲的骑士 站在露台上 一个个身披法袍 神情疲惫而坚毅的法师 站在维多利亚面前 而在他们身后 在城堡的广场 花园 内挺 城墙上 山地兵团的士兵们 已经站上防线 手执刀剑 女公爵看着这些追随自己多年 忠心耿耿的部下 轻轻吸了口气 迈不上前 今天是第三十天 我们已经在此地 拖延了那些怪物三十天 突围的骑士团和平民们 应该已经到了安全的地方 至少 我们已经做到了极限 继续维持防御已无意义 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暴风雪消失之后 敌人便会蜂拥而至 他们或许曾经是我们的同胞 曾经是我们熟悉的安苏人 但现在 他们已经是敌人 是怪物 是无法挽救的变异者和污染源 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拿起武器 捍卫我们生而为人的尊严 或许我们在这里 杀死的每一个怪物 就是在为其他安苏人 争取一份活命的机会 很遗憾 我不能把你们活着带回故乡 但是很荣幸 我能与你们一同赴死 为了安苏 充盈着魔力光辉的 法杖高高举起 随后沉重垂地 战士们刀剑如林 吼声震撼着那道 正迅速崩溃的暴风雪 为了安苏 与您一同赴死 依靠暴风雪 或许这里的人 还能多活三天 但那将彻底耗尽 维多利亚 以及法师团所有的法力 耗尽城堡中储存的资源 暴风雪停息之后 英勇无畏的山地兵团 只能在无力反抗的情况下 面对一边倒的屠杀 北京人不喜欢这样 北京人选择死在战场上 女公爵知道这一点 战士们也知道这一点 暴风雪已经只剩下 最后一点余波了 那些扭曲可怖的惊醋怪物 在风雪对面隐约可见 骑士们跑向了城墙 法师们喝下了最后的药剂 城堡露台上 每一个人都握住了武器 奔向这座亡国堡垒最后的防线 维多利亚则只是握着自己的法杖 静静等待 暴风雪彻底消散 一个熟悉的身影在此时进入她的视线 侍女马基从战士们之间走过 手提两把长剑 黑发在风中扬起 这是山地兵团的战士们 第一次看到这位女仆长武装起来的模样 马基 维多利亚叫住了自己的侍女 在对方靠近之后说道 你没必要留在这里 你不是安苏人 我曾经向您宣示过 马基手执长剑 静静地看着维多利亚 而且如今这种局面下 我又能去啊 不 你是唯一可能离开的人 维多利亚注视着马基的眼睛 你知道这一点 我也知道 马基露出了些许惊恶和一瞬间的慌乱 但在他开口询问之前 维多利亚已经继续说道 你去往南边 为什么是南边 之前的骑士团向西北方突围 圣苏尼尔是第一线希望 你向南方 或许那里是第二线希望 黑发侍女迎着女主人的目光 她知道 对方口中的希望并不属于山地兵团 我明白了 她低下头 我会去往南边 很好 维多利亚轻轻呼了口气 慢慢向前走去 我会在南边 为你制造一道气悬 乘上塔 隐藏好自己 然后 飞吧 马基 黎明之剑 作者 远童 制作 阿法尔说 第0621章 风云起伏 飞吧 黑发的侍女心中 回荡着女主人的话语 这不是一个命令 而是一个祝福 她看了看手中的两把长剑 随手将它们扣在腰带上 随后向着露台的边缘走去 越走越快 剑制飞奔 最后 她从露台边缘一跃而下 一道狂风裹挟着风雪事实出现 笼罩了这个一跃而下的身影 并将它托举向天空 在那纷繁飘舞的雪花中 隐隐约约 有一个庞大的影子 冲向了南方的天空 然而那影子一闪而过 以至于所有注意到这一幕异象的人 都以为是自己产生了幻觉 如若成风而起 畸形退化的双翼 也可以振持飞翔 维多利亚静静地看着那团骤然出现的狂风 逐渐消散在天际 看着远方千灰色的阴云中 掠过的庞大身躯 她的双眼中倒映着一片纷纷扬扬的雪花 口中则轻轻叹了口气 你藏的一点都不好 尤其是在维尔德家族与圣龙公国 打了几百年交道的前提下 随后 这位女公爵收回了望向天空的视线 注视着不远处的城堡区城墙 现在是旅行护国公爵责任的时候了 圣灵平原方向涌来了数量惊人的人形魔物 那可怕的惊醋巨人军团一路推平了 不知多少要塞和堡垒 埃尔龙城 封城 古地回廊接连受袭 临时召集起来的贵族军队仓促应战 损失惨重 接连不断的噩耗从东南方向传来 而除了越来越近的遇袭情报 越来越多的损失清单之外 疲惫的王室情报部门还在不断接获 关于怪物大军中出现王国军装备 前线士兵被转化为惊醋巨人的可怕消息 圣苏尼尔城已经进入最高等级的戒严状态 一种可怕紧张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城市 全副武装的骑士和士兵们 整日在城墙与哨所之间巡逻 市民紧闭家门不敢上街 几乎所有贵族都取消了休息日的宴会和郊外的捕猎 每天都会有穿着蓝白色罩衫 骑着快马的信使跑进城内 或者有施救骑士掠过天空 每天都会有更多的士兵在城门进进出出 有紧急召集起来的后备兵 也有前往前线支援的骑士团 每天都会有新的消息在市井间流传 白银宝内 王国的贵族们聚集在金项目厅中 局势的紧迫 终于让这些习惯用特定优雅腔调说话的先生女士们放弃了矜持 他们激烈地讨论 提出一个又一个方案 交换着最新的情报 气氛热烈 焦头烂额 恐惧与疲惫笼罩着一大半人 终于 当火烧到圣苏尼尔之后 他们变得积极起来了 他们已经开始进攻谷地回廊 我们在那里的两座堡垒 在同时受到攻击 那些怪物不但数量惊人 力量也远远凌驾于我们的士兵 一个高高瘦瘦的王都贵族 用近乎尖利的声音说道 我们如果不能在谷地回廊拦住他们 那就没什么堡垒和要塞能拦住他们了 另有一人站了起来 高声说道 我们应该把黑铁宝骑士团和查尼尔宝骑士团也派过去 仅凭谷地回廊的当地骑士团是肯定挡不住敌人的 我还是那句话 我们不能把更多骑士团往外派了 就在此时 王室骑士团的最高指挥官 有着矮人血统的克伦威尔 白山伯爵站了起来 我们应该把有效精锐聚集在一起 收缩防御圣苏尼尔城 这是唯一有可能守住的方案 身材矮胖的巴林伯爵忍不住站了起来 这种守住有什么用 困守就是等死 难道我们还有援军 情况已经很明白了 王国军的主力和山地骑士团已经完了 没有人会从圣灵平原回来支援我们 我们没有援军 大厅中瞬间安静下来 死寂压抑的气氛几乎凝结出实质 巴林伯爵如此直接地提到了 这个显而易见 但却无人愿意面对的事实 这让很多本来想要开口的人都失去了开口的勇气 克伦威尔白山瞪着眼睛 胡须都抖动起来 然而他也很明白 巴林伯爵的话无可辩驳 他的收缩防御或许确实是唯一能有效守成的方案 但收缩防御的必要后续是要能够等来援军 或者能够磨光敌人的士气和兵源 然而现在的事实是 那些怪物的士气和兵源恐怕远远胜过圣苏尼尔 而援军 王国军主力和山地兵团应该真的已经完了 这位王室骑士团团长忍不住砸了一下桌子 即便是他 此刻能做到最好的 也只不过是提出一个 勉强延长圣苏尼尔生存时间的困守方案而已 还是没有后续的困守方案 就在此时 金像木厅的大门突然被人打开 一名身穿王家骑士团铠甲的军官跑进了大厅 在往常是没有人可以如此随意地闯入金像木厅的 可是现在显然已经无人在意这点 克伦威尔 白山认出了闯进来的军官 他心中陡然生起可怕的预感 发生什么事 古地回廊失守 诺斯伯爵战场失踪 巴里尔伯爵战死 军官声音略有些颤抖 骑士团 骑士团和刚刚前往支援的教廷卫队 全军覆没了 大厅中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 现在 他们不用讨论是否支援古地回廊的问题了 我们 我们无险可守了 一个穿着暗蓝色天鹅绒外套的王都贵族 双手撑着桌面 脸上冒着汗珠 喃喃说道 古地回廊的防线也没了 他们离王都只有两天路程 现在真的没什么堡垒和要塞能拦住他们了 另一个声音也紧接着响起 下一个就是圣苏尼尔 克伦威尔 白山沉生说道 现在应该立即收缩兵力 巩固王都的防御 但固守并不是办法 伯爵阁下 一名戴着白色发套 身穿棕色外套的王都贵族说道 我们或许可以向西部转移 然后借助西境和圣灵平原西部 剩下的丰饶地区的力量 重新维持住阵脚 再慢慢图谋未来 向北转移也是个办法 寒冷的北境或许能够阻挡那些怪物 而且北境还有群山屏障 西境军团已经在赶来王都的路上 有他们的话 现在就放弃圣苏尼尔还为时过早 百德文法兰克林公爵不发一言 似乎在思索着可行的防御方案 或者在权衡着那些放弃王都的建议 没有人能从他那深沉内敛的表情中 猜到这位西境公爵在想什么 沉思中 他抬头看了一眼 看到威尔士摩恩面沉似水地坐在长桌上手 这位王储仿佛是在静静地旁观着这一切 眼眸深沉 毫无表情 同样没有人能猜到这位王储心中在想些什么 就连百德文 法兰克林也不能 在长桌两旁 真正执掌着王都权力 执掌着王国胜于军队的人们 他们同样没有过多地参与到那吵吵闹闹的讨论中 他们有一些人的注意力放在百德文 法兰克林身上 另一些人则在关注着威尔士摩恩 而在城堡之外 一支原本已经预定前往谷地回廊的队伍在出城前停了下来 一支沉默着的教廷骑士团也因突然下达的命令停了下来 没有人知道这座王都未来的命运会如何 人们只知道 他最黑暗的一天已经到来 在同一时间 在圣光大教堂 大光明厅中 低沉的祷告声已经告一段落 辉煌的圣光还在能量的余波共振中荡漾 在那笼罩着整个大厅穷顶的圣光云顶中 隐隐约约的圣洁空灵之声久久不息 我们已经损失了数量众多的教廷骑士和战斗神观 一位虚发揭白的大主教在祈祷之后对着大厅中央的圣座说道 他们皆是最优秀最虔诚的信徒 是主忠诚无畏的战士 免下 我们应当破格为其中最杰出的一批殉教者授予圣徒之名 他们充满荣光的殉教行为是对主最大的敬奉 他们履行了自己对圣光的誓言 保护了主的国度和人民 他们确实应当得到圣徒之名 叫皇圣 一凡三世苍老的声音从圣座上传来 去你定名单吧 忠诚而纯洁的行为应被招张 又有一名主教上前 免下 亵渎的军队正在逼近这座神圣的城市 我们应如何应对 主启示我 因为保护他而战 圣 一凡三世的声音几乎没有迟疑 这是对我们忠诚信仰的考验 黑暗的日子到来了 而最初的圣光 就是在最黑暗的时刻亮起 现在 我们应履行对主的誓言 大光明厅中的主教们 顿时齐声说道 最初的圣光 在最黑暗的时刻亮起 履行对主的誓言 大厅中央的圣座上 圣一凡三世苍老的面旁 仿佛浮现出一层虚幻的光芒 他的眉毛低垂 轻声祷告 是时候 为主尽忠了 在这位虔诚的教皇身边 维罗妮卡 摩恩 只是静静地站着 仿佛同样在静默祷告 从圣光云顶倾泻下来的光辉 在她身边环绕着 比以往更加明亮辉煌 足够黑暗 就会足够明亮 这位圣女公主 倾其嘴唇 用只有她自己 才能听到的声音轻声说道 安苏已经陷入一场 近乎灭顶的灾难 可是塞西尔和提风之间的贸易线 却奇迹般地如期展开 而且从一开始就发展飞快 这在提风皇帝 罗塞塔看来是一件很诡异的事情 似乎那个奇妙的 公国完全抵御住了 发生在他们身旁的人造天灾 甚至还在这场天灾导致的战争中 进入了快速发展的状态 他们的商人 机器 车辆 所有东西都在源源不断地越过边境 通过特别开通的贸易渠道 进入提风境内 而提风向他们输出的 海量棉纺织品和工业品 则被他们完全吞下 提风所负责的 宏伟之强修复工程 已经提前结束 罗塞塔也返回了他的帝都 坐在黑药石宫的书房内 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陛下 正仔细地看着顾问团队 收集整理来的情报资料 在这上面 精确且鲜明地汇总出了 安苏和提风贸易过程中的 所有关键数据 以及情报人员 好不容易才从安苏搞到的一些资料 工业生产因受到战争刺激而急速发展 原因在于 大量工业产业是与军事挂钩的 他们已经普遍把魔导 机器用在战争领域 军事的需求 刺激到了整个工业体系 塞西尔本土 似乎并未卷入直接的战争中 他们在本土外作战 塞西尔吞下了 惊人数量的棉纺织品 却不知道 他们把这些东西 用在了什么地方 只能确定其中一部分 用在战场损耗上 塞西尔人制造的 日用型廉价魔导产品 在帝国境内 受到了极大欢迎 罗赛塔、奥古斯都放下了那些资料 脸上带着沉思之色 帝国与塞西尔人之间的贸易 以出人意料的顺利态势展开了 而且发展势头良好 帝国在这个过程中 似乎真的收获了预期中的巨大利益 输出了海量的棉纺织品 奥尔德南地区的纺织厂 因而获利巨大 帝国也收获了塞西尔人先进的交通技术 而且最近工造协会在仿造魔导车的项目上 还有了长足的进步 一切似乎都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罗赛塔、奥古斯都却隐隐约约感觉到了一个泥潭 一个看不见的泥潭 就在这时 侍从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陛下 丹尼尔大师已经到了 罗赛塔、奥古斯都立刻整理好了自己的表情 他随手把资料放在一旁 清了清喉咙 请大师进来 黎明之剑 作者 远童 制作 阿法尔说 第0622章 安全建议 书房的门被打开了 一位身穿黑色暗纹长袍 勾搂着身体 背后蠕动着人造神经所的老法师 出现在罗赛塔、奥古斯都面前 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丹尼尔曾经是一名隐居乡野的隐世法师 但在那之前 他曾是皇家法师协会的高阶成员之一 在那之后的今天 他则是工造协会最出色的专家 他还是皇家法师协会会长的导师 帝国大量新技术的缔造者 今日奥尔德南诸多贵族争相追捧的技术大师 他已深得皇室信赖 包括罗赛塔、奥古斯都本人的信赖 罗赛塔大帝一向对技术人员礼遇有加 他丝毫不介意丹尼尔外形上的可怖 同时脸上露出了一丝略显僵硬的笑容 大师 希望我的照见没有影响到你的工作 为您工作是我的职责 丹尼尔微微弯腰 颇为恭敬地说道 我很乐意为您解答技术领域的问题 罗赛塔点了点头 等到老魔法师落座之后 他才问道 据说魔导车的仿制已经成功了 是的 圆形车将在两天后测试 丹尼尔回答道 如果一切顺利 我们会尽快让它进入实用阶段 你的智慧是帝国不可估量的财富 罗赛塔忍不住感叹 有了新的交通工具 再加上新的铁路系统 我们就终于可以解决工厂原材料和产成品运输的问题了 我个人的智慧并不重要 仿制魔导车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而且比起我们这些微末的智慧 丹尼尔说着 轻轻摇了摇头 或许我们更应该感叹安苏人的智慧 是他们首先创造了魔导 然后又创造了魔导车 这样精密又有力的机器 严格来讲 是塞西尔人的智慧 我今天叫你来 正是想跟你商讨这方面的事情 丹尼尔低垂着眼皮 以保持对黄泉恭敬的姿态 演示了自己眼底一闪而逝的微光 他微微低下头 您请讲 魔导技术是从塞西尔起源的 包括我们仿制出的魔网 虽然结构和单元规格上 和塞西尔人的魔网不同 但诸多特性都很通用 罗赛塔不紧不慢地说道 此外 还有如今正在奥尔德南西部 和南部洞工的铁路系统 那更是塞西尔人的产物 所有核心技术 都在他们掌握之中 丹尼尔抬起头 您是担心 这些起源于塞西尔人的技术 终究会威胁到帝国的安全 即便不考虑这些 将帝国的命脉 交到外人手中 也终究是不妥的 哪怕只是交出一部分 罗赛塔 奥古斯都严肃地说道 塞西尔人善于利用魔网的能量 而如今 他们又在帝国境内修建了铁路 那些力量巨大的列车 能够运输货物 也能够运输武器和军队 我甚至现在都能够想出一些 基于铁路来进行战争的方案 塞西尔人不可能想不到 铁路的作用有多大 在亲眼见到考察团队 带回来的关于列车的详细资料之前 罗赛塔 奥古斯都只有一个笼统的印象 但在看到那些详细资料之后 他几乎瞬间就意识到了 这种近乎颠覆性的技术 有着多么可怕的力量 和潜在的应用方式 他能在短时间内 将足以攻陷一座城市的兵力 运输到目的地 能以极低的成本维持后勤补给 而如果是针对他国的运输 截断铁路则能够瞬间让一座城市 甚至一个地区的物资供应瘫痪 它的运输力量是如此强大 以至于很多在传统道路和马车上 无法想象的事情 在铁路上都变为了可能 去年冬天 贵族议会和皇家顾问们 在拿到铁路的相关资料之后 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他们带着震惊和紧张讨论 关于在帝国境内铺设铁路的可行性 讨论了整整三天三夜 最终给罗赛塔拿出了一份 厚打九十多页的报告 整份报告首先确认了一件事 提风需要这种先进的运输技术 因为提风的工厂需要它 随后 报告中提出了两项最重大的潜在危险评估 首先 要警惕安苏人利用跨国铁路 发动对帝国的攻击 以列车的运行速度 一旦第一波攻击 在无预兆的情况下到来 那么关爱处的守卫们 恐怕甚至来不及炸毁轨道 其次 如何保护帝国境内的铁路 确保他们完全处于帝国控制之下 防止他们被敌人破坏 作为一个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帝国 提风从来不缺乏对战争的警惕 尤其是在帝国发展到了某个 关键状态之后 安苏 已经成了几乎所有提风上层心中的假想敌 丹尼尔静静地看了罗塞塔 奥古斯都几秒钟 随后他那双略有些发黄的眼珠 轻微转动了一下 陛下 我只是个技术人员 所以我大概不是很能理解 您在军事方面的忧虑 但从技术角度 我能给您一些建议 这正是我想要的 问题的关键是能源 或者说是魔网 丹尼尔平静地说道 铁路也好 列车也好 他们运行都依赖于沿途铺设的魔网 而且如果安苏人 或者说塞西尔人真的要对帝国发动攻击 他们的很多战争技艺也需要依赖魔网才能运行 他们自己能够携带的魔网肯定是有限的 所以避免帝国的魔网落入外人手中就是关键 我最近在构思一种对魔网的控制结构 或许我们可以在帝国最核心的区域设置对魔网的总控 让它可以随时关闭任何一个地区的魔网供应 甚至是破坏性的关闭 除非敌人控制了帝国核心地区 攻陷了帝都和皇宫 否则他们在帝国境内任何一个地区活动都会被切断能量供应 这个方案很好 罗塞塔、奥古斯都思索着 慢慢说道 嗯,非常好 这位提封皇帝一边说着 一边抬起眼皮 静静地注视着丹尼尔的眼睛 丹尼尔身后的人造神经锁仍然轻轻蠕动着 他脸上一片平静 坦然面对罗塞塔的注视 大师,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请尽快拿出一个方案 交给我亲自审阅 是,陛下 老魔法师离开了 罗塞塔则重新拿起之前被自己放起来的资料 又随意翻看了两眼 安苏 他低声咕弄着那个正身线漩涡的古老王国的名字 眼神中一片平静 既无敌意 也无同情 塞西尔的突然崛起令人意外 那些不可思议的技术和高文 塞西尔本人的存在都让他感到了一丝丝久违的威胁 因此,这位强大的帝国统治者才忍不住想到了一些防御方面的事情 但本质上,他还是更喜欢进宫 这一仗打完 安苏人的血应该也就差不多流尽了吧 丹尼尔离开了皇帝的书房 离开了书房前那条长长的走廊 一直到穿过黑曜石宫的前厅 离开皇宫正门 走到宫殿前的广场上 他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随后慢慢呼出 那些匍匐在他后背上的人造神经锁快速蠕动了一阵 几秒钟后才渐渐恢复平静 感谢主人赐予的知识 他才能够如此成功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和反应 如果是之前近乎精神失控的自己 是绝对不可能完成这么高难度的交涉的 在略微放松了一点精神之后 老魔法师抬起头 开始寻找自己那个原本应该在广场上等着自己的学徒 玛丽没有站在他应该站的地方 丹尼尔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一边四处张望 一边忍不住嘀咕 那个蠢货 跑哪去了 他并没有找太久 仅仅几分钟后 他便看到了自己那个熟悉的黑发女学徒 玛丽不知何时跑到了广场边缘 这时候正蹲在一个不知从哪跑来的小女孩面前 远远地看过去 丹尼尔甚至看到了 玛丽手中跳跃着的两个魔法光 他竟像个卑微的街头小丑一样 跑到广场上给路过的小孩子表演戏法 丹尼尔惊愕了一下 随后便怒气冲冲地走了过去 而直到他走到玛丽身后 那位年轻的女法师还没有反应过来 还在起劲地变出一个个魔法光球 逗弄着眼前的小姑娘 后者睁大了眼睛 一脸惊奇地看着法师姐姐的表演 但她终于还是注意到了脸色阴沉 可怕的老法师 顿时害怕地缩了缩脖子 玛丽这才注意到身后熟悉的气息 浑身几乎下意识地一个哆嗦 然后飞快地站了起来 转过身 毫无意外地看到了导师阴沉的脸色 她立刻便低下头去 紧张地把手搅在一起 导 导师 我 这是怎么回事 这孩子迷路了 我 我只是想 丹尼尔愤怒的话语即将出口 但听到玛丽的话之后 还是先忍不住愣了一下 随后她低头看了那个小女孩一眼 一个迷路的小姑娘 穿着还算得体 因此应该不是从工厂里跑出来的同工 但也够不上可以出入皇宫的级别 多半是附近居住的市民 不知为何 丹尼尔脑海中突然冒出来的 却是另一个念头 很久以前 玛丽迷迷糊糊跑进她的法师塔的时候 好像也是这么大 她抬起头 看着正一脸紧张 甚至是一脸惶恐的女学徒 现在 那个稀里糊涂 跑进法师塔的小姑娘 已经长大了 如果当年 玛丽没有跑进她的法师塔里 现在 她会是什么样呢 会这样惶恐地看着一个老魔法师 等待惩罚吗 或者会平静地生活在父母身边 亦或者已经嫁人 有了丈夫 丹尼尔的脸动了动 似乎想挤出一个和颜悦色的笑容 但那干瘪僵硬的肌肉 似乎已经做不来这么复杂的事情 所以她只好摇了摇头 伸手按了 按小女孩的头发 不要乱跑 迷路了 会让父母担心 随后她抬起手 对广场附近的卫兵招了招 卫兵立刻便因勤致极地跑了过来 不敢有丝毫怠慢 哪怕这是兵不认识帝国公造协会的首席学者 她刚才也是亲眼看着丹尼尔在侍从的陪伴下 从黑药石宫里走出来的 自然要恭敬对待 这孩子迷路了 带她找到她的父母 之后我会向你的长官确认这件事 丹尼尔随口吩咐 士兵一连串地答应 等到士兵和孩子都离开之后 丹尼尔才看了玛丽一眼 纯到不可救药 哪怕是以你在公造协会的身份 以及在贵族议会里认识的人脉 你也能指挥得动这条街上的任何一个士兵 你却只知道用几个戏法哄小孩子 玛丽低着头 一声都不敢坑 丹尼尔的视线则随之落在了玛丽脖子上 落在了那个铁质符纹颈环上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 随意离开我给你规定的区域会怎么样 听到导师这句话 玛丽才悚然一惊地反应过来 几乎下意识地伸手摸向颈尖的铁环 然而在一些更加可怕的想法浮现出来之前 他却看到导师把手伸向了自己 那只手捏住了他颈尖的铁环 随后伴着咔哒一声轻响 这伴随他许多年的铁环 被轻描淡写地打开了 丹尼尔咕弄着 我就知道 给你戴上这东西也挡不住你瞎跑 还是把这破东西扔掉吧 回去之后 把那几个蠢货的颈环也扔掉吧 黎明之剑 作者 远同 制作 阿法尔说 第0623章 坠落之龙 复苏之月43日 晴朗 威风 能见度良好 施旧骑士金娜 驾驭着与自己搭档了八年的伙伴 掩护着精灵巨鹰 划过晴空 下方大地的景象 清晰呈现在金娜的视线里 他看到 被烈焰与校准光束 灼烧过的大地 泛着焦黑 焦土上遍布着可怕的弹坑 几缕烟尘 还在从弹坑之间升起 而在遥远北方的大地上 依稀可见盘山的巨人身影 这是战争的痕迹 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战争 机器和怪物的角力 撕裂了这片大地 而这种撕裂还将继续下去 战争的形势已经变了 曾经效忠来斯利子爵的女骑士 深刻地理解到了这一点 他从一位替贵族送信的信使 变成了塞西尔军团的空中侦察兵 骑着师舅 一路从南方来到北方 他俯瞰着这场战争 俯瞰着战争机器蹂躏之后的战场 感慨着自己人生的变化 感慨着战争形势的变化 骑马冲锋的骑士 已经被炮火 轰隆地战车代替 披挂着简单铠甲 胡乱冲锋的士兵 也变成了堪比超凡者的魔能战斗兵 许多许多的新事物取代了旧事物 师舅骑士又会在什么时候被取代呢 一道云雾从附近飘来 侧方的精灵巨鹰 微微调整了一下飞行的方向 金纳也立刻调整着师舅的辅助缰绳 跟上那些精灵盟友的身影 师舅骑士是如今塞西尔军团中 为数不多的旧时代兵种 由于独一无二的飞行能力 暂时还没有新的单位来取代他们的作用 这些翱翔天空的骑士仍然是最优秀的信使和侦察兵 不少同伴也对此颇为自豪 但金纳总有一种预感 那位不可思议的公爵迟早会搞出能够取代师舅的东西 而只懂得驾驭师舅的自己 到时候又会有怎样的尴尬处境呢 平常还是多看看书吧 找新工作也方便 脑海中稍微闪过了一些走神的念头 这位女骑士赶紧抬手拍了拍脸颊 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到任务中 这里还未深入敌对地区 但仍然不能放松警惕 尽管狮就是飞在天上的 但那些格外强大的惊醋巨人 有能力用闪电对空 已经有两个学艺不经的施舅骑士 在执行侦察任务的过程中丧命 金纳可不想当第三个 女骑士调整了一下自己在安具上的姿态 视线略微扫了那特制的大型安具两旁的挂架一眼 这上面安装着为施舅骑士准备的新式装备 一台能够发射增成傲数飞弹的魔导中端 用于自卫 以及一个连接着钢丝绳的扣环 拉动扣环 挂在施舅肩颈两侧的两枚十公斤重结晶炸弹 便会被投向大地 用于攻击 在施舅骑士们眼中 这是非常令人满意 甚至惊喜的好东西 但公爵 大人貌似 对其并不满足 金纳曾经在极为偶然的情况下 听到公爵念叨 说什么施舅的再重能力还是不足 十公斤算什么 航空炸弹之类 听不懂的话 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突然在金纳耳旁响起 即将越过红线 提高警惕 金纳抬起头 看到那只作为领队的精灵巨鹰 已经开始爬升 而其在巨鹰背上的那位 高阶信使 则微微张开了双手 一道淡青色的魔力光环 以巨鹰为中心 向四周扩散开来 在巨鹰周围护卫的三只狮旧 立刻受到了风元素力量的加护 较为轻松地跟上了巨鹰的高度和速度 精灵族的巨鹰骑士 有着更优秀的对地观察能力和飞行能力 势比诗就骑士更合格的侦察兵 但他们负重能力较差 以至于在带上一名先兽的精灵之后 就几乎带不动更多的负重 自然也无法携带什么自卫的武器护具 同时 这些精灵盟友又格外宝贵 聊聊几个巨鹰骑士 可以说是一个都损失不起 因此 在最近的侦察任务中 指挥官开始安排全副武装的施救骑士 担任巨鹰的护卫 赛西尔氏的狮就骑士胸腹位置挂着薄钢板 身上带着护盾发生器 还携带了能够对地对空的武器 纯粹的战斗力是远远强过巨鹰的 呼啸的风在护盾外面扫过 仅于微风吹在骑士们的脸上 整个侦察小队迅速拉升着高度 很快就到了云层底部 到这个高度 不管是人类还是施救的眼睛 都已经无法捕捉到地面上的细节 哪怕加上鹰眼术也不行 因此具体的观察任务 就要依靠那位精灵信使 以及他的鹰形鸽子来完成 索尼亚 双叶的双眼中浮动着淡蓝色的微光 她为自己的咕咕诗加了能增强势力的法术 随后共享着来自巨鹰的视野 这是一个需要长期训练和配合的能力 因为野生的飞禽在突然获得势力增强之后 立刻就会陷入混乱 无法准确判断自己的真实高度 在精灵族豢养的巨鹰中 有将近三分之二的鹰都会因为无法适应这一法术而被淘汰 无法成为侦察型伙伴 天赋不佳的咕咕当年 如果不是在最擅长训练巨鹰的荆棘之心大师手下 接受了培养 恐怕也早就被淘汰了 如果荆棘之心大师 没有在月亮古里养那么多鸽子就好了 索尼亚心里没来由地叹息了一句 随后眼角的余光 突然扫到了下方大地上的一点异常 注意 右前方地表 山岗像羊面 有情况 那里似乎正在进行一场战斗 数以百计的惊醋巨人正巨龙在那道小小的山岗旁 围攻着一个落在山坡上的庞大身影 傲数电弧一刻不停地在空气中闪耀 而被围攻的则是一个长有双翼 体积庞大 覆盖着黑色鳞片的 看起来好像是一条龙 索尼亚判断了一下 可是范围内的威胁 随后利用风雨法术下达命令 小队注意 准备降低高度观察 提高警惕 几名施救骑士即刻做出响应 金娜也将一枚树叶形状的金属片贴近嘴唇 收到 警戒中 这树叶形状的金属片 并不是塞西尔制造的新式通讯器 施救骑士的通讯装备固定在安具上 虽然已经是最先进的小型魔网终端 但也有两公斤重 它手中的树叶是精灵给的 可以让持有者在信使附近使用风雨术 虽然限制不少 但在这种以精灵信使为核心的混合小队中用起来颇为便利 高度降低之后 更多的细节进入索尼亚眼中 它看清了那被围攻的 确实应当是一头龙 至少从外形上非常接近 但那龙比它认知中的龙更加瘦小 翅膀也显得有一些扭曲怪异 那头龙的情况显然不妙 尽管它的力量比金簇巨人更强 但此时已经寡不敌众 它用尖牙利爪对抗着不断涌上来的敌人 偶尔还能喷发一道火焰吐息 但总有金簇巨人从死角发动进攻 让那头坠落在大地上的龙增添一道心伤 那是龙吗 有护航的施救骑士发出了惊呼 我只从故事里听说过 为什么这种传说里的生物 也出现在这片战场上了 双叶女士 我们怎么处理 要救援吗 索尼亚 双叶飞快地思考起来 战场上不能简单地认为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但一头被金簇巨人围攻的黑龙 还是让人太过在意 这头龙为什么被围攻 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他或者他知道了 什么看到了什么 这些问题都让高阶信使意识到 不能坐视那头黑龙死在这里 不管怎么说 和明确为敌人的金簇巨人比起来 精灵记载中的龙族 对大陆而言至少是中立的 但仅凭一支侦查小队 可不足以对付那么多金簇巨人 先报告指挥部 金娜小姐 你们想办法吸引那些巨人的注意力 减轻黑龙的压力 我去引导那头龙突围 说话间 索尼亚已经直接利用信使的强大传讯法术 联络了远在后方的指挥部 她简明恶药地说明了自己遇上的不可思议事件 呼叫了后方支援并约定了大致的突围方向 随后便跟在护航的施救骑士们后方 再一次压低了高度 马鸡能够感受到那些伤口 灼热疼痛 令人越来越难以忍受 龙也难以忍受 她知道自己的体力正在快速流失 然而她已经越来越看不到突围的希望 或许在被奥数闪电击中坠落的那一刹那 自己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畸形无力的翅膀注定飞不了太高 但马鸡还是死活想不清楚 那些从平民和庸庸碌碌的贵族军 转化而来的惊醋怪物 怎么会有那么强的防空意识和对空能力 他们的准头都是怎么练出来的 然而再怎么懊恼也无济于事 随着情况愈发恶化 马鸡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最终 她还是辜负了维多利亚 一个丑陋的惊醋巨人 从左侧发动了偷袭 这是个格外强大的格斗者 她扑击时仿佛一阵狂风 马鸡用强而有力的尾巴横扫过去挡住了这一击 随后一道烈焰将敌人烧成灰烬 然而一阵剧痛却从她右侧身体传来 一个卑鄙的施法者对着她防御的空荡 打出了一道奥数电弧 你们这些畸形的怪物 马鸡怒吼着 喊出了她平时最不愿意听到的字眼 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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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 惊醋们根本不在意这些 他们再一次涌了上来 马鸡收缩了防御 准备在之后以雷霆般的反击慷慨迎接死亡 然而就在这时 她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在耳旁响起 坚持住 我们来帮你 这好像是精灵族的风雨术 马鸡短暂错愕了一下 随后便听到连续两声震耳欲聋的爆炸 从远处传来 轰隆 轰隆 爆炸落点很远 几乎一点都没有波及到惊醋巨人 然而那些变异的怪物却瞬间被转移了注意力 齐刷刷地看向爆炸传来的方向以及附近的天空 不知是不是错觉 马鸡甚至觉得那些怪物的反应近乎惊跳 随后 她便看到了那些从天空急速靠近的黑影 一只精灵族的巨鹰 以及三只人类的施救 这是什么奇怪的组合 风雨术再次传来 地上的龙还能飞起来吗 此时已经有很多惊醋巨人被转移了注意力 马鸡一边应付着剩下的敌人 一边用龙羽魔法做出回应 无法起飞 明白 我给你指出方向 随我突围 我们是塞西尔军团先锋侦察队 瞬间 马鸡陷入了巨大的惊鹅 塞西尔 塞西尔人的军队 塞西尔人的军队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 他们什么时候到了这个地方 这里已经是彻底沦陷的污染区 那些塞西尔人怎么进来的 然而心里惊鹅归惊鹅 马鸡身体上的反应还是丝毫没有落下 他几乎立刻便响应了陌生精灵的帮助 开始尝试向着对方指示出的方向突围 同时焦急地说道 巨石城需要支援 北境公爵和最后的山地军团还在抵抗 但他们坚持不了多久了 在这里遇到塞西尔人的军队是个巨大的意外 但这个意外让马鸡意识到一件事 如果这些南京人的主力已经到了这附近 如果他们能有力一路打到这里 那说不定 巨石城还是有救的 陌生精灵很快做出了回应 这回应让马鸡稍稍安心下来 收到 我会立即上报 但你最好能活下来 亲自去和塞西尔公爵说明情况 我会活下来的 更多的攻击从天空坠落 包括明亮的奥数飞弹 以及某种会发出巨大爆炸的东西 大量精簇巨人就被这来自天空的袭击吸引了注意力 马鸡承受的压力陡然减轻 与此同时 他也看到那些精簇巨人对天空的施救发动了反击 他们一边飞快地扩散开来 一边用密集且交叉的奥数电弧扫射天空 不断尝试封锁施救骑士的飞行轨迹 而那些施救骑士则以令人惊讶的娴熟不断穿梭在奥数电弧间 发动着一轮又一轮的袭击 这样的事情似乎是种常态 马鸡在陌生精灵的引导下向着战场南部冲去 脑海中则 犹然而生一个疑问 在巨石城被围困的这三十多天里 这片战场到底发生了多少变化 黎明之剑 作者 远同 制作 阿法尔说 第0624章 驰援计划 索尼亚带领的侦察小队 在靠近战区边缘的地方 发现了一头正在被精簇巨人围攻的龙 说实话 高文在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猛逼的 因为他第一反应是会不会是那位 My Little Pony 小姐又从天上掉下来了 毕竟那头蓝龙有过这方面的先例 飞行技术不怎么靠谱的样子 但很快 他就排除了这个猜测 因为报告指出那头龙是黑色的 高文理智分析了一下 觉得那应该不是梅丽塔被奥树闪电炸黑之后的结果 但不管怎么说 他还是第一时间派出了支援部队 去索尼亚标注出的突围地点接应对方 同时 自己也立即动身 来到了战区前线的一处推进据点 大量部队正在这个据点集结 准备以此为踏板 展开对洪峰地区的进一步行动 直到看见数量造型奇特的钢铁战车 和大量全副武装的人类士兵出现在前方 马基才终于确定 自己活下来了 那就是塞西尔的军队 能够一路从污染区边缘打到腹地的军队 钢铁战车引擎轰鸣 魔导巨炮发出刺耳的尖笑 被轨道加速的坊间杯撞弹头落进敌阵 以爆炸为那些可悲而扭曲的生命画上句号 又有身穿金属盔甲的士兵背着沉重的作战背包 手持火焰喷射器与战车一同行进 所过之处烈焰滚滚 万物燃烧 铁与火的气息充斥在战场上 这种比野蛮更野蛮的文明力量 彻底震慑了马基的心灵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在四面八方响起 大地都在爆炸之下微微发抖 马基奋力甩脱了一个试图抓住自己尾巴的惊醋巨人 然后看着那怪物 在空中便被十几道扑面而来的光束切成了碎片 致命的魔法效果就好像廉价的弩箭实弹般四处泼洒 扫射着所有战力的 不属于友军的目标 在连天巨阵之下 马基甚至忍不住缩了缩脖子 感到一股莫名的心惊胆战 那位死而复生的开国公爵 到底在他的国度中打造了什么样的力量 他沿着炮火掩护出的安全路线 强壮的龙爪以颇有些狼狈的姿态在大地上奔跑着 他眼角的余光看到一辆悬挂钢铁圣灰 车厢表面用钢印打上了诸多助导语句 和神圣符号的大型车辆冲上坡道 车顶上的武器频频发射 用炽热的白光扫射战场 随后战车侧面的金属门打开 数个身穿厚重白色铠甲 身材异常高大的勇猛战士 从里面冲了出来 他们手持沉重战锤 头盔 肩甲各处都刻满经纹 胸前的经纹布随风飘摇 他们冲上战场 狂热地用战锤粉碎了最近的惊醋巨人 高声怒吼 执行圣光的进化 随后 这些狂战士拿起了挂在身后的某种燃烧装置 开始向四周扫射 最后 战场归于平静 施旧骑士和巨鹰在高空盘旋着 继续警戒周围情况 一名看上去像是指挥官的军人 带着几名士兵来到马基面前 这名指挥官带着好奇 和谨慎打亮了眼前的黑龙一眼 出声问道 情况如何 能听懂人类语言吗 马基忍着伤口的抽痛 喉咙里发出深沉近乎低吼的声音 能 好 那名军官点了点头 紧接着注意到了马基流血不止的大量伤口 于是立刻转身招手 这里需要牧师 他伤得很重 尽管马基在龙形态下的嗓音低沉 军官还是听出了他声音中的女性特征 马基本想说自己的伤并不碍事 以龙族的体质完全可以硬抗到底达撤离点 但他很快就惊愕地忘记了说话 因为他看到那几个笔狂战士 还要勇猛的重甲战士朝自己走了过来 领头的人还从腰间解下一本金属外壳的祈祷书 俨然一副要释放圣光树的模样 所以 这些人就是塞西尔的牧师 这一刻 马基突然理解 为什么南京原本的圣光教会会被赶出去了 救援行动进行得非常顺利 在高文抵达推进据点之后不久 任务成功的消息便被送到了他面前 在任务简报中 指挥官盛赞了白骑士班族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 他们勇猛地消灭了敌人 而且还对援助目标提供了有效的治疗 尽管只有一个班组的人员 却发挥出了大队士兵都无法取代的作用 相当值得嘉奖 这让高文颇为宽慰 并坚定了自己的看法 牧师嘛 果然擅长的就是救死扶伤 在这一天傍晚之前 那头来历不明 但貌似和北境公爵有关系的黑龙抵达了推进据点 由于接受了有效的治疗 他是自己走进营地的 高文在营地中专门空出了一大块地方来安置这位访客 因为他记得龙族是一种身长达到几十米的庞然巨物 梅丽塔 破尼亚数据 但等到那头黑龙出现在营地中 高文才发现情况跟自己预想的不太一样 那是一头格外瘦小的龙 一盏极限或许只有十几米 体型只有成年巨龙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大小 而且其双翼尤为扭曲 短小 就仿佛没有完全发育一般 虽然高文之前只是远距离看到过梅丽塔 破尼亚的龙形态 在成年巨龙的身长方面都只能目测 但他敢肯定 标准的成年巨龙 绝对比眼前这头黑龙要大的多 这是个幼龙吗 带着这样的疑问 他已经坦然迎上了那头正走进营地中央的黑龙 后者则几乎没有过多关注周围奇特的预制营房 和旋转的魔力监测装置 也没关注附近士兵军官们的驻足打量 他来到高文面前 那张与人类迥异的面孔上 竟流露出清晰可变的交集 不等走到跟前 他便与素飞快地说道 尊敬的公爵 据实诚需要您的支援 维多利亚塔 放心 我已收到消息 主力部队已经开始向北方移动 高文打断了黑龙 他注意到自己的话 明显让眼前这头龙的呼吸平缓了一些 这让他格外好奇 你是谁 你和维多利亚 维尔德是什么关系 黑龙沉默了一下 随后清晰地说出了 让高文倍感惊讶的话语 我是马基 您曾见过 马基 高文愣了愣 几秒钟后才终于从记忆中搜索到这个发音 并记起来 这似乎是维多利亚身旁那位黑发女仆的名字 一个非常有特色的 不像安苏风格的名字 原来如此 一头巨龙 高文笑了起来 微微点头 维尔德加竟然和你们建立了联系吗 我是以个人意志效忠维多利亚的 黑龙立刻说道 并有一点好奇 您 在面对龙族的时候 好像并不惊讶 我和龙打过交道 高文随口说着 接着顺势询问 但我见过的龙 和你好像不太一样 冒昧问一句 如果你觉得冒犯或者出机会 可以不用回答 你是一位幼龙吗 他记得这位黑发女仆的人类形态 是很成熟的样子 因此才对骑龙形态格外好奇 而且这是个了解龙族的好机会 对方此刻有求于自己 想必不会因为这简单的一句 询问跟自己翻脸 他注意到 马基在这个问题面前 显露出了一时间的犹豫 那犹豫中 或许还潜藏着紧张和恼火 似乎这个简单的问题 已经触及到了他不愿回答的领域 但他还是开口了 语气有点迟疑 这是 疾病 好的 我明白了 高文隐约猜到了是什么情况 立刻打断 抱歉 女士 是我的问题冒犯了 紧接着 他看了看马基现在的形态 转移了话题 女士 你可以变为人类形态吗 这样或许我们交流的可以方便一些 黑龙微微垂下脖子 可以 请稍微褪开一点 包括高文在内的几位指挥官 以及跑出来看热闹的琥珀等人 立刻向后退去 而空地中央的那头黑龙 则紧跟着活动了一下自己的双翼和尾巴 伴随着一阵强大的魔力波动 和骤然出现的气旋 黑龙全身都被一层不断蠕动的光幕 笼罩了起来 看着那团光幕不断收缩变化 高文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一句话 世间多数变形类法术都起源于龙族 黑发黑眸 身穿式女裙 腰间悬挂着两把常见的马迹 从光幕中走了出来 人群中 琥珀忍不住跟菲利普低估起来 其实我一直想不明白 这种搞变形术的他们 变形之后身上的衣服和随身物品 到底都藏在哪了 年轻而率直的骑士显然不是很能适应 这个情报头子的节奏 顿时愣了一下 你的思路怎么这么奇怪 非常感谢您的援助 人类形态的马迹来到了高文面前 深深鞠躬 但随后还是忍不住问道 您的军队什么时候 我的军团主力傍晚就能抵达战区 我们连夜就能发起进攻 但在那之前 我们必须制定出一个有效的进攻方案 高文打断了这位人形之龙 并抬手指向不远处充当指挥部的营房 请随我来 我要先了解一下北边的情况 马迹跟着高文以及数名赛西尔军官 进入了指挥部 在这里 他第一眼看到的 便是一张极其精致详尽的地图 被悬挂在营房的墓墙上 在那精致的地图上 他看到了被标上诸多战术符号的锯木道口 看到了纵横交错的箭头 看到了显示敌军方位和战区分割的线条 以及一个又一个连他都看不懂的数字和数据标记 尽管名义上只是个女仆 但马迹还是瞬间就意识到了 这幅地图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塞西尔人对战场的掌控 意味着一种此前从未有人实现过的战争方式 他第一时间甚至想要转过头去 因为这地图上呈现出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 多到了能够左右战争局势的程度 但很快他就意识到 高文就是带他来看这幅地图的 高文在旁边开口了 标注一下 维多利亚在什么位置 敌人在什么位置 他们的规模大概是多少 主要防线的情况 如果你知道的话 马迹点点头 走上前去 手指向巨石城的位置 维多利亚和山地兵团被困在城堡去 敌人已经完全包围巨石城 地面上没有缺口 数量 保守估计在五万以上 而且这个数字随时可以增加 因为他们有源源不断的兵力可以调动 只要进攻受挫 就肯定会增兵 这里是洪峰城 在戈尔共和东岸 是那些怪物的大本营 我从天空掠过的时候 看到那些怪物正在分出一部分兵力 向南移动 高文认真听着马迹一条一条的情报 不断将他们汇总考量 而在旁边 菲利普和几位参谋人员 也在飞快地低声讨论着 推演可能的进攻路线 你认为维多利亚还能坚持多久 高文突然问道 马迹语气沉重地说道 他们原本依靠暴风雪屏障的力量固守 还能够支撑三天 后来维多利亚主动撤去了暴风雪 选择正面迎战敌人 依靠城堡区的城墙和士兵们的奋战 他们或许只能撑两天 不 那是山地兵团 他们一定还能多撑一天 哪怕没有暴风雪 他们也可以撑三天 高文心中微微叹了口气 比起在安全的屏障背后 苟延三天性命 北京军人们选择了奋战三天之后 慷慨赴死吗 我已经在路上当个一天了 马迹接着补充道 另一边 菲利普和参谋们已经讨论出了一些内容 一名参谋来到高文身旁 低声而语了几句 高文抬起头 看向马基 女士 我们恐怕没办法在两天内抵达巨石城 黑发女仆瞬间瞪大了眼睛 但在她流露出绝望的神色之前 高文已经继续说道 但我们只需要一天就能抵达洪峰 然后诈评它 黎明之剑 作者 远同 制作 阿法尔说 第0625章 作战方案 进军洪峰 战术地图悬挂在高文眼前 地图上一个个位标 一个个地名 一道道河流与滩图都被准确标注在正确的位置 戈尔共和 洪峰城 巨石城 战区分界线 塞西尔军团的主力位置 进军方向 先进的战术理念和便捷的信息传递手段 让这幅地图呈现出了可以令这个时代的战术家们 择舌的信息量 也让高文能够短时间计算出一场急行军的大部分变量 以塞西尔军团的推进速度 尽管它已经非常非常快 高文的主力部队不可能及时抵达巨石城 毕竟地面部队无法和马基这个飞行单位比速度 而且即便依靠强行军在两天内抵达 过于疲惫的军队也无法和战斗力本就不弱的精促军团战斗 毕竟那里已经是污染区的最深处 所盘踞的精促巨人都是精锐 但他可以直接进攻洪峰 洪峰就在军团主力的正北方 二者之间已经只剩下一段较为平坦的河岸平原 沿途情况皆已经依靠侦察部队探明 同时这条路线还全程处于塞西尔内河舰队的火炮支援范围内 甚至连洪峰城本身也相对靠近戈尔共和 当开拓者号抵达洪峰西部河道的时候 整座城市有将近三分之一都会处于箭炮轰击范围内 考虑到精促巨人独特的组织结构 他们将比人类军队更加重视指挥中心 一旦洪峰城受到猛攻 高文赶百分之百地肯定附近所有精促巨人都会回原 包括正在进攻巨石城的那一波 这个就是高文版本的唯威旧照 马基很快便理解了高文的思路 并意识到这恐怕是当前最有可能实现的方案 当我们的炮弹打在洪峰城墙上的时候 北境军团就等于安全了一大半 精促巨人拥有一定程度的心灵感应能力 他们会第一时间感知到大本营的危险并返回救援 高文站在地图前 手指在洪峰和巨石城之间扫过 之后会有两个可能 如果我们能在回原的敌人抵达之前 彻底摧毁洪峰的指挥中枢 那么失去指挥官的精促军团 就会立即陷入虚弱和失控 他们会按照之前的执念返回大本营 但战斗力将大打折扣 我们可以布置好阵地 简单地消灭那些和野兽差不多的怪物 如果在我们突破洪峰防御之前 敌人的回原抵达 那我们就转入一栋作战 机械化部队的机动力和耐力胜过精促巨人 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 再借助舰队火炮支援 把那些怪物消灭在洪峰城前的平原上 高文简单说完了自己的战术 随后 菲利普和参谋们开始对这个战术做出修订和补充 马基略有些愣神地 看着这处指挥部中井然有序的景象 突然觉得 塞西尔人仿佛是在用驾驭机器的方式来处理这场战争 一切行动都有计划 一切变化都设定了预案 士兵 武器 补给 甚至敌人的反抗 所有因素都化为一个个零件 被填充进塞西尔人打造的庞大战争机器中 而战争中不可避免的意外和偶然因素 以及军队必须具备的灵活作战能力 则依靠这些职责分明的军官用智谋来做出补充 就在这时 高文的声音突然从旁边传来 打断了马基的思绪 另外 我还有个想法 马基小姐 你或许能让我们的战术多一些变化 我 马基一愣 接着立刻点头 如果有什么 我能做的 我一定配合 你是一头龙 肯定比诗救货巨鹰更擅长飞行 高文的思绪渐渐活跃 在注意到马基的龙族身份之后 有一些早就在他脑海中酝酿过 但现阶段还无法实现的战术 便自然而然地浮现了出来 你飞行时 最多能携带多少负重 我 马基却一下子犹豫起来 脸上还带着些尴尬 其实不是很擅长飞行 高文微不可查地皱了皱眉 他联想到了之前 看到的那双 似乎带有畸形的翅膀 以及马基在黑龙状态下 过于瘦小的体型 看样子这位生活在人类世界的 龙族身体上的问题 比他想象的还严重 那反常的体型和双翼 果然是某种严重的畸形 马基忍不住低下头 很抱歉 在这种情况下 我却帮不上忙 不 没关系 这只是个备选方案 高文一边说着 一边让自己被马基启发的思路 继续延伸开来 渐渐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而且我还有个备选方案的备选方案 一边说着 他一边妈撒起了自己 始终随身带着的那眉密银之环 既然已经与巨龙建立了友谊 为何不是一事呢 现在或许正是时候 指环中内置的魔力构造被激活 渐渐发出些微热量 片刻之后 高文便听到了梅丽塔 珀尼亚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密银宝库随时为我们的重要客户提供服务 你好 公爵阁下 你应该就在附近吧 高文已经熟悉了对方这娴熟的官方开头 语气平淡地说道 能不能过来一趟 指环对面的人似乎正了一下 片刻迟疑之后才说道 你怎么知道我在附近 高文的语气似笑非笑 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值得你们来观察的吗 确实如此 梅丽塔似乎轻轻笑了一下 那请稍等 我一会就到 通讯挂断 高文的视线在旁边的马基身上一扫而过 她突然有点好奇起来 好奇当那位来自密银宝库的蓝龙小姐 看到这位生活在人类社会的黑龙之后 会有怎样的展开 应该不会发生两头龙 在营地里打起来的狗血桥段吧 而在同一时间 营地深处的仓库区内 穿着一身淡紫色纱裙 青纱负面的梅丽塔 破尼亚在借宿的库房中站了起来 她随意收拾了一下身边的床铺被褥和锅碗瓢盆 皆是从附近仓库中借用而来 然后昂首挺胸 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塞西尔人的米仓 这一路从南境跟到郡木道口 她都是这么蹭饭蹭过来的 事实证明 只要不被那个诡异的半精灵撞见 梅丽塔小姐作为密法之龙的尊严 还是可以保全的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塞西尔的军需官都没发现 有人在偷吃军队的大米 高文想过梅丽塔就在附近 应该用不了多久 就会来到自己面前 但她可没想过这个用不了多久 竟然只等了不到十分钟 当琥珀一脸古怪地进来 报告说 那个秘银宝库代理人 已经来到营房门外的时候 高文甚至怀疑那位蓝龙小姐 就一直住在她的营地里 梅丽塔 珀尼亚走入了作为指挥部的营房 她毫不在意旁人 笔直地走向高文 但在走了两步之后 她突然感知到了一股 令自己在意的气息 寻着这股气息望去 她一眼便看到了 正站在高文身边不远处的 那位黑发侍女 后者正带着复杂的神色看过来 那神色中夹杂着紧张和拘束 还有一丝丝的警惕 这位秘银宝库代理人的眉毛 忍不住微微一扬 基因缺陷者 随后 她对马基轻轻点头 淡淡地说道 你好 这一瞬间 马基似乎有无数的话想说出口 只见她张了张嘴 眼神复杂莫名 但最终 她也只是慢慢地点了点头 你好 这一切 都被高文看在眼里 她心中万分好奇 想要知道龙族社会到底在如何运转 马基这样存在畸形的龙族是怎么回事 梅丽塔这样的健康龙族又是如何看待马基 想要知道为什么会有龙 生活在人类社会 但她知道 眼下并不是询问这些事情的时候 她挥手平退了现场的无关人员 只留下自己和两位龙族 高文指了指站在旁边的马基 同样身为龙族的她 应该可以在这里听我们的交谈吧 可以 梅丽塔看了黑发侍女一眼 所有龙都知道密银宝库背后的秘密 包括 她这样的 那我们就敞开说了 高文呼了口气 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让我猜猜 梅丽塔那双淡紫色的眸子 微微闪着光芒 你希望借助我的力量 或者借助密银宝库的力量 来对付那些变异的怪物 差不多 不过我倒是没想过 直接借助密银宝库的力量 这大概率是不可能的 我是想问问你 很遗憾 我也不能 梅丽塔不等高文说完 便打断道 龙不可参与大陆上的战争 这是我们的法律 高文紧盯着梅丽塔的眼睛 但我们和精促军团的战争 已经不是普通的战争 它已经涉及到神明的力量 甚至可能会涉及到魔潮了 这确实是可商榷的点 梅丽塔坦然说道 但也仅仅是可商榷而已 从龙族整体的角度来看 你们口中的精促怪物 也可以视作一种新的智慧生物形式 或许你们不认可它们的诞生 不认可它们的行为 甚至不认可它们也存在社会结构 但在龙族整体看来 这场战争和大陆任何一个国家的 改朝换代都没有本质区别 高文预料到了 这位蓝龙小姐不会那么容易地答应自己 却没想到对方的态度会如此坚决 角度会如此令人难以辩驳 但在短暂地思考之后 她还是抓住了梅丽塔话语中的要点 你说 这是从龙族整体的角度看 是的 从龙族整体的角度看 梅丽塔沉默了两秒 微微呼了口气 但作为个体 我 以及为数不少的龙族 恐怕都会意识到 那些精促感染者的诞生和蔓延 是一场灾难 是应该被及时制止的灾难 只不过 作为集体中的一员 我们没办法这么轻易地采取行动 你明白我的意思 高文静静地看了梅丽塔的眼睛几秒钟 理解了对方话语中的深意 给个台阶 我回去跟上头交差点坠PG 高文思索起来 而且没思考多久 她就有了个想法 这样吧 我们换个方向 她调整了一下自己在椅子上的坐姿 好整以侠地看着梅丽塔 据我所知 你们秘银 宝库也有运输业务 确实是有 那我委托 你给洪峰城的精促指挥关门 送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 三吨结晶炸弹 空运 道富 梅丽塔睁大眼睛看着高文 半天不说话 高文有点担心 有问题吗 我的教养 让我无法在这种场合下说脏话 请见谅 但我必须承认 这是我见过的最精彩的钻漏洞行为 高文呼了口气 那就是没问题了 不 还有一个问题 梅丽塔立刻打断了高文 我不认为 目标客户在收到货之后还会付钱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高文眨了眨眼 但他从梅丽塔脸上 看不到丝毫开玩笑的意思 于是只好认真思索了一下 试着说道 还记得那种神之金属吗 如果你还感兴趣 我可以给你一块比上次还大的碎片 是我们前不久才发掘出来的 他说的 是从忤逆堡垒中找到的那些天顶星遗物 据他所知 龙族一直在收集类似的东西 那些古代装置碎片 对龙族而言是比金银宝石还硬的硬通货 而他手里堆着半仓库 梅丽塔的呼吸忍不住急促起来 他还想再推脱一下 因为毕竟这件事是在打最高平一团的擦边球 有很大可能会受到处分 但 成交 但塞西尔开的价太高了 在交易达成之后 高文终于松了口气 并随口说道 你的袭击 我是说 你的送货将是一次秘密行动 我会把货物提前准备在营地西侧的山岗上 你自行去取 我明白 梅丽塔点了点头 但紧接着 她的表情便严肃起来 只是我要提醒你一句 这恐怕是 整场战争中我唯一能出手帮忙的一次 而且 这已经是钻了规则的漏洞 你找的时机很好 如果再早一点 我不一定会认为 那些经促感染者有这么大威胁 而如果再晚一点 平一团就会把注意力放在这片大陆上 他们可不允许 我在他们眼皮子底下钻漏洞 平一团 听上去是龙族的统治机关 高文默默地把这些将来 可能会很有用的信息记在心里 在梅丽塔离开之前 她好奇地问了个问题 你刚才说 龙不可以参与大陆上的战争 没错吧 梅丽塔点了点头 这是我说的 高文指向旁边的马基 那么她呢 梅丽塔神色略有些复杂地看了马基一眼 随后看着高文的眼睛 她和她的族群除外 她来自圣龙公国 是放逐者的后代 说完这句话 蓝龙小姐似乎不想在这里多留 直接转身离开了房间 放逐者的后代是什么意思 如果这个问题 让你感觉到冒犯 可以不回答 等梅丽塔离开之后 高文才抬起头 看向站在旁边 沉默不语的黑发侍女 马基的心情这时候 已经平静下来 她轻轻吸了口气 用貌似没什么波动的语气说道 这没什么冒犯的 世人都知道 圣龙公国的子民 一向自称为龙翼 但很少有人知道 这个自称是有原因的 圣龙公国的统治者 和部分贵族成员 确实是龙 由于基因烈化 和某种说不准 是哪个祖辈犯下的过错 被龙族故乡 塔尔龙德放逐的龙 接着他笑了笑 摇着头 语气中带着自嘲 所以 不管岁月如何变迁 诸国如何起起伏伏 这帮可怜虫 永远不会离开 那片苦寒的虫山 永远都自称 公国 而非王国或帝国 高文带着些许惊恶 听着这些意外得来的情报 突然反应过来一件事 这么说 你是圣龙公国的贵族 还是说龙穴大公的 马基略有些抵触地 打断了高文的话 抱歉 只是个不被重视的 边缘家族而已 而且 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我不想再和那里有什么联系 我明白了 高文叹了口气 总之 稍微休息一下吧 我们还有一个多小时 就要出发了 战车启动 战舰拔毛 塞歇尔的战争机器 在短暂休整之后 重新踏上了铁鱼火的征程 在戈尔共和上 开拓者号带领着极光号和陈兴号 带领着数艘 用货运船只改装来的内核战舰 以及两艘轻型炮艇乘风破浪 魔能一板被黑布遮盖 引擎运转声被隔音节界遮掩 钢铁打造的 箭手劈开河水 舰队如无声的幽灵般驶向北方 在戈尔共和东岸 战车和各式运兵车辆 沿着前方钢铁由骑兵 和巨鹰侦察兵 探索出的行军路线前进 碾过石滩 越过沟壳 分发到单兵的夜市药水 和安装在每一辆战车上的微光滤镜 让这支军队在黑暗的旷野上 如履平地 急速前行 这一天是复苏之月43日 洪峰城 以及被困在巨石城中的山地兵团 就在前方 如果没有万五中王会掀起的这场灾难 或许这场让塞西尔军团走上前台的战争 还要推迟很久才会到来 但凡事没有如果 万五中王会在圣灵平原掀起了一场人造天灾 那么来自南京的钢铁军团便必然会登上舞台 这支钢铁军团尚显稚嫩 战术思想 兵原训练等方面都还需要磨练 而圣灵平原的战场 就是他们最好的练兵场 黎明时分 保持隐秘急行军的第一兵团 在洪峰城南部的小平原地带 接触了金簇军团的第一道封锁线 这避无可避的遭遇战 是整场战役的起始点 以来自戈尔共和的三次舰炮轰击为开端 兵团的战车部队集结成风时 展开了对金簇防线的猛攻 铁灰色的巨鹰在云层之底掠过 将战场的景象映入其成者的眼中 索尼亚 双叶俯视着军团进攻封面的景象 将塞西尔人的战斗方式尽数收入眼中 他看到那些拥有坚固护盾和强大炮具的坦克 集结成了进攻阵列 以最大火力投放的方式 向着金簇军团防线的弱点猛攻 同时不断向前推进 遭遇突然袭击的金簇军团虽然汉不畏死 但面对这种集中式的炮击 根本不可能维持阵线 不管是强化之后的血肉之躯 还是依托城墙 魔法盾形成的坚固攻势 都在集中的炮火下迅速崩溃 在打开一个这样的缺口之后 坦克形成的进攻阵列便会开始加速 并在行进中迅速分散为数个小型风时 开始依靠不断的推进和炮击进一步撕开防线的裂口 与此同时 随战车部队协同进攻的步兵也会进入战场 并开始以各自的核心战车为中心 向着敌方阵地做进一步切割渗透 他们会负责摧毁可能威胁到战车的近距离敌人 或者指示出敌方攻势的方位引导坦克炮击 直到行动结束 而在这整个过程中 位于后方高地上的长城磨岛炮都会维持近乎不间断的炮击 炮击覆盖着精促军团的防线后方 它几乎彻底掐灭了敌人增援防线的可能 大量被紧急召集起来的精促感染者被阻隔在数公里外 他们在炮火下不断死去 直到整个防线消失 直到他们原本安全的后方变成新的前线 这样的一场进攻 将消耗数量惊人的实体炮弹哪怕是能量武器也会烧毁很多聚焦净体 但塞西尔人的武器储备应该足以支撑到整场战争结束 索尼亚知道 整个南京从去年开始就在为这场战争做准备 事实上 他们恐怕从建立宫国开始就在备战了 只不过 他们一开始的敌人可能并不是水晶化的怪物 一座座工厂 一条条生产线 成千上万的工人 他们昼夜不停地生产炮弹和武器晶体 昼夜不停地组装炮具和战车底盘 来自东径的金属 来自王室的魔法材料 还有南京自身储备的大量资源 几乎全都被转化成了这些呼啸着滑破空气 在战场上怦然爆炸的东西 而且直到今天 直到此时此刻 南京的工厂还在一刻不停地生产着 甚至新的生产线还在一天不停地增加着 每天都有数不清的物资沿着戈尔共和 沿着王国大道 沿着战区的临时公路 被机械船或魔导车送往前线 整个南京都仿佛变成了一台庞大的机器 所有资源都被整合在这台机器的尽料斗里 齿轮和杠杆轰然作响中 他们的武器装备甚至在越打越多 高文 塞西尔将这种状态叫做战时体制 西北C12区域观察到魔力群集 是敌人的援军 索尼亚 双叶控制着巨鹰掠过云雾 在大地倾斜 高度降低的惊鸿一撇中 他向后方发回了最新的观察情报 并在来自地面的交叉闪电网笼罩自身之前 脱离了这个区域 呼叫舰炮支援 这里是开拓者号 收到 炮击一分钟后抵达 在一开始 塞西尔军团的战术其实并没这么高明 他们确实打造了一种全新而强大的军队 但这支军队对他们自己而言也是个彻底的新事物 高文 塞西尔为他设计了一系列的配套战术和训练方案 然而从指挥官到士兵都很难凭空理解那些内容 他们只能机械划地执行训练 凭借着对领主的绝对信任 将那些没有任何实战证据支撑的技巧记录下来 而在这场战争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 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指挥官顺利地实现那些训练内容 索尼亚亲眼见到过那些坦克一窝蜂的冲击敌阵 而本应协同进攻的步兵被他们远远甩在后面 事实上没有士兵被自己人的坦克碾死 就已经是之前的机械式训练卓有成效了 也见到过作战班族紧张而夸大的描述前线形势 导致后方的指挥官错误判断敌人规模 既浪费了火力支援 又让原定的进攻计划一片混乱 如果不是那些先进的武器装备足够强大 如果不是精促军团在面对南京军队时茫然无措 塞西尔公国的军队是不可能推进这么快的 指挥车内 高文正通过魔网通讯了解着整个阵线的情况 就在刚才 有一个连队因为意外退出了战斗 他们搞错了指令 在行进过程中进入敌方包围 虽然最终突围出来 但12辆战车损毁7辆 人员伤亡严重 只能撤回修整 预备的连队顶上了第4连队的空缺 继续拆解着巨人们的防线 圣灵平原的战场是最佳的实战舞台 塞西尔公国的军团将在这里得到最好的历练 而直到现在 士兵与指挥官们还在不断磨合 熟练那些他们在训练场上学过的东西 他们现在做得还不够好 但在高文看来 他们进步飞快 这应该归功于士兵们的十字率 八成以上的士兵 有基本的书写计算能力 这足以让他们有更好的逻辑思维 足以让他们快速积累相对复杂的战场经验 理解上级的各种指令 在另一方面 高文构想出来的战术 又多多少少受到了固有地球经验的束缚 不一定会适应这个世界的实际情况 在这方面 军团的指挥官们显然必须学会因地制宜 学会主动调整 这同样依赖于士兵们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士官阶层的专业性 这场战争结束之后 塞西尔军团或许还算不上什么百战之事 但最起码已经是一个合格的 能够正确使用他们那些先进装备的现代化军团了 塞西尔人正在向北方推进 以惊人的速度 仿佛一头失控的猛兽般向着北方推进 这推进甚至已经可以用冲锋来形容 当西顿惊愕地醒来 听着负责指挥南部防线的部下汇报情况的时候 神力军团设置在平原地区的第一道防线已经消失了 不是被突破了 而是在心灵感应中整个消失了 就好像被烧成了灰烬 一阵风吹得干干净净 一名已经彻底转化为神念形态的万物中王神官低垂着脑袋 紧张而略带惊恐地汇报着 他们已经突破桂木庄园沿线 现在正在进攻我们的第二道防线 戈尔共河上出现了规模庞大的战舰 有六个大队 不 九个大队刚刚又失去了联系 西顿瞪着眼睛 他们是怎么到这么近的地方的 为什么此前没有人发现 黑暗神官们进入寒蝉 但西顿本身也没指望从这些人口中得到答案 塞西尔人的进攻已经是个既定事实 现在研究他们此前的行动路线毫无意义 他们是冲着洪风来的 该死 他们怎么可能这么快 他低声咒骂着 心中终于第一次对塞西尔人的力量产生了惊恐的感觉 他曾经确实忌惮过那个死而复生的开拓者 忌惮过他一年之内统和南静的力量 但那本应该是过去式的 万物中王会已经打造了一支强大的神力军团 这支强大的军团 甚至可以在一个月内颠覆整个安苏王国 它本应是无比强大的 在和王室以及东静的贵族军作战的过程中 这支军团也确实展现出了它的强大 但 现在这是怎么回事 迅速召集平原地区的转化者们 加固第二防线 另外让南方地区的军团收缩回撤 堵住那些塞西尔人的后路 从后面进攻他们 在短暂的错愕之后 西顿强行压下了心中振动 并开始用自己所能想到的最佳方案 来应对塞西尔人的进攻 他注意到了一件事 那就是塞西尔人是通过某种隐秘行军的方式 直接突进到洪峰平原的 这意味着 驻扎他们南部的神力大军还完好无损 那么只要能在北方挡住塞西尔人 南方的神力军团 就可以从敌人的后方发动进攻 哪怕那个科罗德在这里 应该也拿不出更好的方案了 然而 在他的命令下达之后不久 一名巨人形态的神官 便微微发抖地说道 教掌阁下 我们的第二防线 已经消失了 敌人 敌人 这名神官连话都说不完整 但西顿已经不需要再从对方口中听到什么情报了 他听到了隐隐约约的爆炸声 魔力之风凭空卷起 西顿的身影迅速被一团扭曲的黑色藤蔓笼罩包裹 下一秒 他便通过设置在城内各处的藤蔓网络 抵达了洪峰南部的城墙 他看到一片盛大的烟尘 正从南方的平原上升腾起来 许多造型奇特的金属车辆 正碾压着化为焦土的大地 驶向这边 在平原上徘徊巡逻的神聂转化者们 不断被爆炸和闪光消灭 而那些显然属于魔法效果的爆炸和闪光 就是由那些金属事物发射出来的 和之前情报中描述的一样 那些就是来自南方的塞西尔军团 洪峰城的守卫们 在第一时间行动起来 无数高大的神聂巨人 走上城墙 撑起防线 洪峰城墙上的符纹石砖 发出明亮的光芒 一道模模糊糊的魔法屏障 开始在空气中迅速成形 作为圣灵平原中部的重要城市之一 洪峰也有着城市级别的护盾系统 但它毕竟不是磐石要塞那样的重型堡垒 其护盾装置无法维持长时间开启 只有在城市受到威胁的时候 护盾才会临时升起来 西顿看着空气中的魔力 渐渐凝结成壁垒 但在护盾彻底合拢之前 他突然看到远方的烟尘中 有亮光一闪 一个怪模怪样的东西 裹挟着淡青色的魔力气流 滑破空气直飞而来 他穿过了上位合拢的红风屏障 笔直得坠向城墙 一个由东径超凡者 转化而来的神聂巨人 伸出手去 好奇地抓住了那个飞来的东西 那东西的力道是如此之大 以至于强大的指挥者级巨人 在握住他之后 都差点当场被带飞出去 那巨人脚步连连后退 在城墙上踩出了一连串的可怕凹坑 才勉强站稳 然后好奇地把那没方尖杯一样的金属疙瘩 举到面前 这是什么东西 除了这层气团 里面好像没有魔力反 白痴 西顿错愕之后暴怒地吼道 正常情况下 在战场上 徒手抓住敌人抛来的武器 一向被视作力量强大武技精湛的象征 但塞西尔人打出来的东西 是能随便抓的吗 万物中王会内部早有经验 在和塞西尔人作战的时候 不管他们朝你扔过来什么 哪怕是一个南瓜派 都绝对不能伸手去抓 他们扔出来的东西 几乎都会炸 然而在他提醒之前 那巨人手中的金属疙瘩便已经爆炸 机械装置激发了预设的符纹机关 现在 他有魔力反应了 爆炸的巨大闪光 完全笼罩了莽撞的巨人指挥官 无数碎裂的水晶和金属四散飞溅 西顿第一时间撑起护盾 将这些可能会击伤自己的碎片都挡了下来 等到爆炸消散之后 他在巨人曾经站立的地方 只看到了一截之离破碎的小腿 下一刻 洪峰城的城市护盾终于合拢 黎明之剑 作者 远童 制作 阿法尔说 第0627章 怪物与机器 洪峰的城市即护盾合拢了 一道阴晕而稀薄的能量屏障 笼罩在这座平原城市上空 强大的魔力 从城市地下的魔力焦点中被汲取出来 并经由符文阵列的疏导 投射 化为比岩石还要坚固的屏障 而在屏障合拢的同时 来自平原地区的炮火 也如雨般坠向城墙 刺耳的尖笑声 仿佛爆桑女妖 在午夜的嚎叫 裹挟着淡青色气团的金属弹头 在空气中划出一道道明亮的弧线 连绵不断地轰炸在洪峰城的护盾上 大片大片的爆炸闪光在护盾表面连续亮起 仿佛一道天火风暴 这座城市的护盾在爆炸冲击中剧烈振战着 层层叠叠的波纹不断从攻击点扩散出来 但无论如何 护盾仍然成功地抵御了塞西尔人的第一波进攻 他屹立在城市上空 阻挡着所有炮击 一种低沉的嗡嗡声在外城区回荡 那是地底的魔力设施全面激活之后发出的声响 城墙上 一名金簇指挥官露出仿佛劫后鱼声一般的表情 看着正绽放出大片大片闪光的护盾 长出口气 挡住了 然而西顿却瞪了这名指挥官一眼 蠢货 战斗才刚刚开始 这名黑暗教长丝毫没有因为 红风护盾挡住了塞西尔人的天火而有丝毫放松 相反 他知道这场战斗才刚刚开始 他甚至还知道 当初磐石要塞的陷落 就是从他们的城市及护盾挡住了塞西尔人的进攻开始的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了解 他已经掌握了南京军团的很多特点 他知道那些能够投射爆炸和光束的装置并不像传统的魔法道具 他们不需要法师帮忙充能 他们能够连续不断地运转 他们的成本似乎相当低廉 以至于损坏的装备在很短时间内就能得到替换和补充 他们的缺点是死板单一 只能释放固定的法术 但塞西尔人通过制造海量的不同种类的装置弥补了这个缺点 面对这样的敌人 传统的堡垒战术就是死局 洪峰护盾挡住了塞西尔人的第一轮进攻 对西顿而言 他最大的意义就是给了自己继续作战的机会 立即召集南部的神聂军团 让他们回员洪峰 进攻塞西尔人的后方 西顿转头对身旁的部下说道 让科罗德马上回来 从东侧破坏塞西尔人的阵地 西顿飞快地安排着命令 但他还没说完 另外几声格外怪异的尖笑便突然从西侧的天空传来 那尖笑声比普通的天火更加响亮 中间还裹挟着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嗡名 就在短暂愣神的一瞬间 他便感知到有几次格外强烈的冲击 命中了洪峰西侧的屏障 轰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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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西侧上空的护盾 瞬间爆发出刺眼的强光 整个城墙都在这威力巨大的冲击面前振战起来 而在这几次威力巨大的冲击之后 紧接着又想起了连续不断的 令人心惊胆战的低沉嗡名 就仿佛什么强大的能量流正聚焦起来 冲刷着城市西侧的屏障 是塞西尔人的那几艘战舰 他们竟然也偷偷移动到了洪峰 到底是什么时候 西顿惊怒不已 因为他明明白白地 记着上一次情报传来的时候 那几艘战船还在风饶林地一带 那些船开得是有多快 立即通知格列姆 让他想办法把那些船拦下来 哪怕是用他自己的脑袋 塞进那些船的魔岛炮里 是 新的命令下达之后 西顿却丝毫没有感觉放松 因为他突然意识到了 塞西尔人的这支军队 好像跟他预想中的完全不同 这支军队不是王国军 不是东径的贵族兵团 他根本没有遵循 什么战争规则的打算 那些战车正在从正面进攻洪峰 来自戈尔贡河的炮击则在不断轰炸西侧的屏障 这同时来自陆地和水面的进攻方式 是从未有人想过的 他就像一个正在不断加紧的钳子 已经扼住了这座城市的脖子 这不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 塞西尔人的目标是在短时间内彻底摧毁这座城市 洪峰东部已经彻底化为废墟的巨石城中 鲜血已经染红坍塌的城墙 一日一夜的激战让这座古老的城市染上了浓重的血色 山地军团的骑士和战士们 依托着城堡区仅存的城墙和珠宝 构筑起临时的防线 击退了敌人的又一次进攻 无数扭曲肿胀的怪物倒闭在巨石城堡的庭院和阶梯上 无数英勇无畏的骑士也倒在了那些不断收缩的防线前 交战双方早已不再计较什么战损得势 他们一寸一寸地争夺着城堡中越来越狭窄的土地 而现在哪怕是最英勇的战士也已经濒临极限 城堡区的喊杀声渐渐微弱了 仍然幸存的士兵和最后的骑士们 正一托残破的围墙守在城堡内庭的防线上 在他们那摇摇欲坠的防线内部 早已法力枯竭的法师团和耗尽箭矢的射手们 已经拿起护身刀剑 做好了最终肉搏的准备 而最后还残存着少量法力的维多利亚 正站在内庭中央 通过法师之眼 关注着围墙外面的情况 无数庞大的影子 正在那些残缘断壁间徘徊 那些扭曲变异的怪物正在重新集结人手 准备发动下一轮进攻 也可能是最后一轮进攻 而他那些疲惫的勇士们 已经到了人类生理结构的极限 他甚至看到了那些怪物的指挥官 一个格外高大的惊簇怪物 那怪物在之前从未亲上战场 表现出了十足的谨慎和小心 但现在他却出现在城堡区内 这是胸有成竹的表现 那些怪物已经认定了胜利属于他们 而事实好像也确实如此 维多利亚用力握了握手中的白金法杖 缓缓平息着因为过度施法而紊乱的气息 并抓紧时间恢复一点法力 他计算着那些怪物会在几分钟后发动进攻 计算着自己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 可以恢复几分的力气 但突然之间 一阵意料之外的混乱 从那些怪物之间蔓延开来 维多利亚看到那些肿胀扭曲的巨人 同时开始躁动不安 在混乱中互相推扫 紧接着又同时抬起头来 看向城外的某个方向 那个格外高大的怪物 带着惊怒交加的表情 虽然很不可思议 但那些怪物 竟真的保留着人类一般的表情 在一群不下的簇拥中 攀上了附近的某段城墙 望向了戈尔共和的方向 几秒钟后 那些怪物竟然就这么迅速集结起来 从城堡区退了出去 内庭外的动静 很快也引起了骑士们的注意 一名在塔楼上放哨的骑士 惊愕地看着内庭和堡垒外墙之间的动静 突然高声喊道 那些怪物退回去了 从另一个少尉 很快也传来同样的喊声 那些怪物退回去了 真的退回去了 维多利亚有些茫然地走出人群 一时间想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在短暂的思考中 他突然醒悟过来 有人在进攻洪峰 除了这个理由 他想不到那些怪物 为什么会在这种关键时刻 放弃已经快要攻陷的城堡 在意识到这个可能性之后 维多利亚心中升起的 却不仅仅是等来援军的心安 他更想到了自己应该做的一件事 不能放任巨石城的这批怪物回原洪峰 他必须想办法把这些怪物 至少是把他们中最精锐的那部分留下来 哪怕是暂时拖延下来 他不知道是谁成功打进了污染区 不知道是谁在进攻洪峰 他甚至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不是援军 但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 他必须相信那是一支援军 然后在这个前提下 尽一切可能配合对方的行动 维多利亚握了握自己的白金法杖 随后从贴身的地方 取出了一枚造型别致的淡金色雪花状护符 这护符表面浮动着一层淡淡的流光 光影闪烁间 仿佛有一个冰封的世界被束缚在那护符表面 他原本还以为自己用不上这个了 却没想到等来了意料之外的转机 为了抓住这个小小的转机 他认为自己有必要借助一下先祖的力量 护符锐利的尖角刺破手掌 维尔德家族的血液 浸染在那淡金色的雪花表面 维多利亚轻声呼了口气 吐出一个单词 寒灾 城堡区外 科罗德正收拢着他的精促军团 来自洪封城的紧急命令以及心灵感应不断传来的破灭气息 让这个转化者心烦意乱 只差一点 或许只需要几个小时 最长不会超过一天 他就能拿下那个小小的城堡 碾碎那个顽固的北方女王以及他那可怜的山地军团 然而此时此刻 他却不得不放弃唾手可得的战果 甚至不敢有丝毫拖延 因为洪峰局势危急 甚至危急到了随时可能破城的程度 如果洪峰陷落 如果那座城中的高阶神官全部阵亡 科罗德和他的部下们将南逃失去理智的结局 教团总部的那个计划还未完成 大教长的最终忤逆仪式还在进行中 包括科罗德在内的所有神灵个体 现在都只能算作未完成品 如果没有尚未节点分担来自神明意志的污染 像他这样的转化个体根本无法独立存活 所以他必须去救援洪峰 去救援那个根本不懂得打仗的西顿教长 让你们喘口气 科罗德恼怒地回头看了城堡一眼 我很快就会 他的动作和思绪都静止在这个回头的瞬间 一道淡白色的光环悄无声息地沿着城堡区扩散开来 光环所致之处 万事万物悄然冻结 包括山地兵团 包括维多利亚 包括巨石城堡 包括科罗德和他的金簇军团 整个城堡区化为一片冰晶 塞西尔人的主力部队完全进入了战场 那些战车比预想的还要多 他们一辆接着一辆 宛若钢铁虫群般出现在地平线上 他们排列成松散的进攻阵列 在行进中不断开炮 稳步地靠近着洪峰城的城墙 来自戈尔共和的炮击曾短暂停息 但十分钟前便重新乍响 奉命去阻挡那些战舰的人马显然已经失败 而在一阵接着一阵的轰然巨响中 万物中王会的高阶神官们注视着这地狱般的景象 战车在向前推进 这里没有呐喊冲锋的骑士大队 没有奉命送死的步兵方阵 也没有混乱不堪的奴隶兵团 西顿看不到他所知的任何一种战场元素 他只能看到那些冰冷的钢铁在推进 行进 开炮 继续行进 继续开炮 出城迎击的三支部队都已经全灭了 倒在那持续不断的射击和烈焰焚烧之下 而塞西尔人的攻势仍然在维持着稳定的推进 他们就像某种机器一样 像某种严丝合缝又坚定不移的齿轮 他们运转着 前进着 免碎所有阻挡在这台机器前的事物 无关荣耀 无关什么贵族大义和血统使命 这台机器向前推进的唯一原因 就是因为推进便是它的使命 西顿突然想起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话 神涅是冰冷的战争兵器 然而和塞西尔人释放的这些钢铁比起来 这件兵器恐怕太温和了 教长 一名神官高声惊呼着 他的声音几乎淹没在接连不断的爆炸中 护盾快要撑不住了 把魔力储备都用上 再坚持一下 科罗德很快会到 西顿飞快地说道 等科罗德和他的精锐到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他们会从东部冲击塞西尔人的侧翼 教长 科罗德他 另一名拿着水晶球的神官迟疑着开口 科罗德的心智消失了 该死 西顿低声咒骂 他感觉自己的声音有点发抖 但他仍然努力维持着理智思考 别急 护盾还能坚持 让所有的施法者去给护盾充能 我们可以坚持到南部的军团回员 他们会从后方进攻塞西尔人 没错 情况还有转机 塞西尔人的天火虽然厉害 但终究无法短时间内摧毁城市护盾 包括那三艘强大的战舰 他们似乎只能攻击到洪峰的西城区 可以干脆放弃那个地区 把护盾投射范围收缩到主城区 这样一来 洪峰城就还能坚持很长时间 足以坚持到南部的神涅大军回员 西顿心中宽慰着自己 但突然之间 一阵难以言喻的心计涌上心头 打断了他所有的思绪 与这心计一同出现的 还有一个从高空传来的 低沉可怕的声音 快递来取一下 西顿惊愕地抬起头 看到一道巨大的阴影 正从远方云端掠过 而无数的黑色事物 正带着尖锐的呼啸声 从天空坠落 黎明之剑 作者 远童 制作 阿法尔说 第0628章 焚烧过后 在多年以后 每一个曾和赛西尔军队对抗 并存活下来的人 都会牢牢地记住 一句噩梦般的话语 那就是 炸弹落下来了 可此时此刻的西顿 并不知道这些 他不知道那些 从天而降的东西是什么 他们看上去 和赛西尔人发射出来的天火 并不太一样 没有淡青色的光团包裹 而是像石头一样坠落 他也不知道 那个突然从高空传来的声音 说的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因为 快递这个词 似乎是生造出来的 但他仍然本能地意识到了 那些东西的危险 这个万物中王教长 立刻高高扬起双手 强大的黑暗闪电 瞬间在空气中凝聚成形 无数密密麻麻的黑色电蛇 汇聚成了一道粗大的风暴 以雷霆万钧之势 从天空扫过 想要将那些 从天而降的东西 一扫而光 这是他本能的反应 然而在闪电风暴 接触到那些东西的一瞬间 他就意识到 自己犯了个大错 那些坠落的事物中 蕴含着远比天火 更强大的力量 而闪电风暴的横扫 瞬间引爆了所有的坠落物 他只看到一道刺眼的强光闪过 随后 这强光便瞬间扩散到了整个视野 一场可怕的连锁爆炸发生了 数以百计的坠落物 在红风城上空被密集引爆 混乱无序的原始能量 汹涌而至 从远处看去 人们清晰地看到 红风城上空 骤然出现了一轮 由奥数闪光和冲击波形成的明亮新星 数百个奥数爆炸 同时激活所产生的魔力震荡 汇聚出了一枚卵形的能量云团 这个庞大的云团 看似缓慢 实则迅速地接近着红风的城市护盾 有一道软弱无力的黑色电弧 似乎尝试阻止它 然而瞬间便被强大的能量浪涌吞噬 熄灭 短短几秒钟后 那枚冲斥着毁灭气息的能量之卵 便触及了红风护盾的穹顶节点 身处红风护盾内部的堕落神官们 看到了更恐怖的景象 一片沸腾的火云 从天空缓慢压迫下来 它首先接触了红风护盾 那曾已经因为赛西尔人连续炮击 而暗淡不少的护盾 瞬间便过在破裂 接着火云开始舔视护盾溃散之后 残存的魔力云团和城市中的高层建筑 虚幻而炙热的烈焰 从上而下地开始焚烧 坚固的塔楼和要塞竟如蜡般融融 护盾破了 终于有人惊呼起来 但这个惊呼声只持续了瞬间便戛然而止 西顿看到一团明亮的闪光从附近闪过 在失去护盾保护之后 塞西尔人的炮击开始直接轰击洪风的城墙 那些战车已经抵近到足以精确设计的距离 在那团闪光掠过的地方 如今只留下了一片残破的砖瓦和些许细碎的水晶 这个黑暗轿长有些茫然起来 之前发生的事情太过突然 这座城市的陷落太过迅速 仿佛只是一瞬间 他和他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神灵大军就要步入毁灭 他看向城市外面的平原 他看到那些冰冷无情的钢铁机器 还在忠诚地执行着操纵者的意志 行进 开炮 继续行进 继续开炮 不 不应该是这样 西顿突然暴怒起来 他发出不似人声的高声怒吼 浑身的黑袍 瞬间被密密麻麻的水晶和扭曲肿胀的肢体撑破 为了达成完美的进化 为了将自身调整到最佳的姿态 他一直在刻意控制自身神灵的进度 但现在 他终于放弃了这种压制 伟大进化的道路必须得到贯彻 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 他那耗尽心血的谋划 他追寻至今的新世界 怎么能败于一堆冰冷无魂的钢铁 衣衫褛的金簇巨人 突然从城墙上跃下 仿佛一尊暴怒的魔神般 冲向了那些仍然在执行抵近炮击的钢铁战车 而操控战车的士兵 早已发现了这个鲁莽的闯入者 数量战车瞬间变减速 转向 炮塔则在一阵吱吱嘎嘎的机械运转中 指向了那个比战车顶还高的巨大目标 紧接着加速轨道光芒一闪 结晶炮弹轰然发射 轰 轰 数声巨响中 两枚炮弹命中了目标 西顿用巨大的拳头 硬生生砸飞了其中一枚 另一枚却在他肩膀上乍响 可怕的爆炸将他 现在应该是塌了 冲击的一个猎且 整条手臂在闪光中灰飞烟灭 但他只是前冲两步 便重新掌握平衡 而一条新的手臂 已经飞快地 在那残破的血肉之间蠕动再生 这生命力强大的巨人抬起手臂 朝着距离自己最近的战车抬手一指 无数粗大的藤蔓瞬间便刺破地表 纠缠在战车的履带和炮塔上 这钢铁机器内部发出阵阵轰鸣 将藤蔓一根根挣脱 但又有一道黑色的闪电从天而降 击穿了战车侧面的护盾 击穿了层层的钢铁和里面的引擎核心 终于让这台不知疲惫的机器停了下来 这些机器似乎也不过如此 西顿心中升起了一阵愉悦 然而下一秒 接连不断地爆炸便从四面八方袭来 将它完全淹没 被它击毁的战车是一辆 但那一辆后面是十辆 十辆后面是百辆 百辆后面还有炮兵团 有剑炮支援 有忠诚的魔能兵团和白骑士战团 炮火轰鸣中 西顿感觉自己的身体正在迅速四分五裂 强大的护身护盾和肢体再生能力都无法抵御 这相当于上百个大魔法师集中轰炸的攻击 在航将溃散的意识中 西顿脑海中浮现出的仍然是那些伟大的计划 仍然是他的宏伟报复 然而战争机器不是贵族军队 它从来不会在乎个人的宏图大智和一枪热血 不管这大智是否高贵 不管这热血是否卑微 第六连队消除了进攻路上小小的意外 继续向前行进 战争机器在这片焦土上忠诚地运转着 庞大的龙影在云端掠过 水晶般剔透的树桶中 倒映着正在炮火中逐渐崩解的城市 用天灾对付天灾吗 不管怎么说 快递确实是个很有意思的单词 后方指挥车内 魔网通讯终端上方的全溪投影中浮现出了索尔德林的身影 他所带领的钢铁由骑兵队伍带来了战场之外的第一手情报 观察到各处惊醋游荡者失控现象 洪峰地区的惊醋指挥节点已经消失了 高文点了点头 琥珀的身影则从旁边的空气中浮现出来 半精灵小姐感叹着 看样子之前那个突然从城墙上跳下来 单条坦克的家伙就是敌人的最高指挥官了 真忙啊 或许 惊醋转化总会影响到人的理智 哪怕那些万物 中王会的神官也不例外 一个人冲击坦克集群 忙得让人头皮发麻 高文自认这事儿哪怕是当年的高文 塞希尔本人以及那帮初代暴躁老哥们都不一定敢干 想来想去 这原因大概只能归结到 惊醋变异对脑神经的损伤上 命进攻部队在控制洪峰城门之后 极克原地建立阵地 封堵城门 其余各部进攻转防御 燃烧气预热 接下来应该就是解决那些失控的惊醋感染者了 高文转身命令道 尤其注意东侧 从巨石城回源的惊醋巨人是洪峰地区最大的精锐力量 即便失控衰弱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对我们造成威胁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现在还未抵达 但务必不要掉以轻心 命令之余 高文心中也有一些疑惑 在他原本的作战计划中 军团要面临的最大挑战和压力就是在战斗后期 当围困巨石城的那支精锐敌军进入战场 从侧翼袭击几方阵地的时刻 据说那支精促军队不但战斗力最强 而且指挥者还疑似被转化的王国军或东径军官 在领兵作战上远远超过不懂得打仗的黑暗神官们 一旦他们进入战场 塞西尔军团就必须分出相当大的一部分兵力 来应对侧翼的压力 但不知为何 直到红封城破 甚至直到其余各地的精促巨人都开始失控 那支本应出现的精锐敌军都没出场 安置在东部路口的钢铁油骑兵小队 甚至没看到那支敌军的影子 这当然让塞西尔军团避免了额外的损失和压力 却也让高文一律重重 为什么他们没出现 难道这幻家 这唯唯旧照的战术竟没能奏效 带着这份担忧 待命令下达之后 高文便立刻激活了另外一台魔网终端 在那台终端上方 全西投影中浮现出的是 莱特那一场高大健壮的身影 白骑士战团已经集结待命 这位亲上前线的大幕手陈生说道 随时可以执行任务 立即前往巨石城查看情况 高文说道 我和你一起去 在洪峰城的进攻行动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 巨石城方向要执行的是一次救援任务 救援这种事情 当然应该让擅长救死扶伤的牧师们上 考虑到那边情况不明 任务难度可能会比较高 那就应该把最能打的牧师派过去 作为一位底层出身 崇尚亲力亲为的大幕手 莱特坚持亲上战场 因此高文把他也安排到了今天的行动里 而考虑到巨石城那边可能会出现意料之外的复杂局面 高文决定自己也亲自前往 十分钟后 三辆悬挂赛西尔灰迹和圣光符文 刻满了祈祷经文和圣洁图案 顶部装备着圣光冲击炮台的装甲卡车离开了前线据点 随行负责护卫和作战任务的 还有22辆装备了额外燃烧器的战锤 I型坦克以及6辆钢铁大使 再加上一个编制完整的不战营 装甲卡车内 身穿厚重白骑士战甲的莱特 认真检查着自己的战锤 以及手臂上装备的圣光冲击手炮 艾米丽小小的身影在她身后的光辉中飘来飘去 和坐在一旁的高文打着招呼 这样的景象让高文总觉得莱特是个替身使者 他必须说点什么来打消自己的无端联想 莱特 你对这场战争有什么看法 我对战争没太多看法 我只是个牧师 大幕手摇了摇头 用一如既往的直白和朴实回答道 非要说的话 我只能感到遗憾 这是一场没有任何意义的灾难 太多无辜者死去 亡国最肥沃的地区之一也因此荒废 焚烧过后的土地总会长出新芽来 一旁的琥珀在高文开口之前便抢着说道 说完还看了高文一眼 你是这么说的吧 是啊 焚烧过后的土地会长出新芽来 高文微微呼了口气 视线却透过卡车车厢上镶嵌的水晶块 看向了外面荒凉的旷野 即便是在这遭受污染的土地 也还有绿色的植物在蔓延生长 神涅污染终究只针对人类 草木其实并未受到影响 道路两旁的旷野中 他看到了大片大片茂盛生长的田地 那些曾经全都是当地贵族领主的产业 仅有收割之后的散落麦穗 和一点点糙米属于贱民 然而如今 这片土地上的贵族没了 平民也没了 神涅化的人类 不再需要这些曾耗费了无数血汗的食物 宝贵的农田就这样荒芜 杂草开始挤占央苗的地方 生长得比粮食还要茂盛 这里并未遭受焚烧 但在高文眼中 这里也遭受了另一重异议的焚烧 王室和东径的力量 都在这场战争夜火中被烧尽了 安苏会长出心牙来吗 黎明之剑 作者 远同 制作 阿法尔说 第0629章 解冻 队伍一路向东 几乎没有遇上任何预想中的敌人 没有精锐的精促军团 没有回源的大股部队 一路上 高文亲自带领的这支部队 仅仅遭遇了几次小规模的游荡精促 那些已经失去控制的怪物 漫无目的地 在平原和丘陵之间游荡 见到战车 便不顾一切地冲了上来 然后被轻而易举地消灭干净 根本算不上什么威胁 这一情况 一直持续到巨石城 支离破碎的高墙 出现在观察兵的视野中 担任观察员的士兵车 回到车内 摘下多功能战术目镜 脸上带着一些惊恶 报告 前方发现大片冻结痕迹 有广于魔力反应 琥珀的视线透过车厢观察孔 看着外面的废墟街景 他看到大片大片的冰霜 覆盖在那些坍塌青腿的 砖瓦木梁表面 微末的血色染红了 残缘断壁之间悬挂的冰晶 在城区外围 这些冰雪的数量还不算很多 但随着队伍越发深入 一个可以用冰天雪地来形容的世界 渐渐出现在众人眼前 厚厚的尖冰覆盖着整个内城 无数尸体残骸都化为了冰冷的雕塑 呼啸的风卷起层层雪花 扑打在坦克车的钢铁装甲上 这座城市的核心地区 遭遇了一场冰封 这冰封的威力之大 甚至让人怀疑 是寒冬再次回归了这个世界 在这本应日渐转热的时节里 琥珀惊愕地看着外面的景象 忍不住喃喃自语 这是怎么回事 一个非常强大的 广欲魔法 传奇级别的 莱特也忍不住暗自折舍 我从没见过类似的法术 白骑士 下车不行 高文若有所思地通过观察口 看着外面的冰封之城 随后突然下令 其余车组和士兵提高警惕 低速行进 白骑士乘坐的装甲卡车 很快停了下来 莱特带领着他的精锐牧师们 跳下卡车 手握战锤 来到了队伍前方 高文也带着琥珀和马基 离开了车子 他跳到地上 金属战靴重重地踩踏着 那些坚硬的寒冰 后者随即发出 虚幻空灵般的清脆碎裂声 那声音显然不是正常冰晶 应该发出的 高文弯下腰 随手捡起几块碎裂的冰灵 随后一边向其灌注魔力 一边慢慢捏碎 那些看似实体的冰块 立刻清脆地开裂 紧接着 变化为了随风飘散的魔力微尘 一点点消融在空气中 琥珀看到这一幕 顿时瞪大了眼睛 啊 这些冰都是用魔法制造出来的 真是好久没看到这一幕了 斯诺的寒灾 高文脑海中浮现出了对应的回忆 他一边轻声感慨着 一边看向旁边脸上 带着些许茫然的马迹 维多利亚是什么时候 突破到传奇巅峰的 传奇巅峰 不 维多利亚他应该只是传奇出击 马迹愣了一下 紧接着紧张地问道 您知道这里出了什么试试吗 为什么这里如此安静 敌人和山地军团好像都 不用紧张 高文打断了马迹 既然这里已经冰封 他和山地军团肯定就还活着 当然 一些额外的东西应该也活着 他话音刚落 前方探路的士兵便突然高声喊道 长官 这里有很多冰封的巨人 那一幕令人难以遗忘 无数的金簇巨人被冰封在尖兵内部 他们身上覆盖着一层剔透的冰层 仿佛穿着怪异的铠甲般立在阳光中 他们成群结队地集结在城堡区的广场 阶梯和道路上 还维持着集结石的各种姿态 仿佛直到冻结的瞬间 他们还没有意识到领冬已至 似乎围攻巨石城的大部分金簇巨人 都被留在这里了 琥珀惊愕地看着眼前 这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 梁九才突然出声 这是那个北方公爵弄的 要是他有这个本事 怎么没早用 这是传奇法术寒灾 但我怀疑维多利亚并不能熟练使用 而在不熟练的情况下 寒灾是无法杀死任何一个敌人的 维多利亚应该是在意识到 有援军之后才用了这个法术 把本来可以及时回原洪峰的金簇军团 暂时留在了此处 高文随口说着自己的猜测 同时又有点感慨 看起来比不上当年的斯诺啊 当年斯诺可是把这一手寒灾玩出花来的 莱特来到高文身旁 我们怎么处理这些 冰雕 敲碎 趁着他们还冰封的时候 敲碎 高文看了白骑士们手中的沉重战锤一眼 又看了看周围的战车和士兵 最后看向那些惊醋巨人 只把这个最大号的留下来 提前锁住 等解冻之后 说不定能送回后方当研究材料 他们还会解冻 莱特先是惊愕了一下 紧接着赶紧指挥战士们 执行高文的命令 赶快行动起来 敲碎这些冰雕 白骑士们抡起了 他们的救死扶伤锤 开始挽救这些 已经堕入扭曲的灵魂 高文则迈步向着不远处的坡道走去 我们去里面看看 维多利亚的情况吧 寒灾的中心区 看起来是城堡内亭 它应该正在里面等着我们 在城堡内亭区 高文和琥珀等人 很快便找到了同样处于 冰封状态的山地军团 以及被山地军团的骑士和法师们 簇拥在中间的维多利亚女大公 最后的山地军团 以及他们的君主 便被冻结在内亭区的人造冰山内 远比外面更加厚重的冰层 将整个内亭近三分之二的区域 都冻结成了一个整体 恐怕白骑士的战锤 也无法将其撼动 透过那晶莹剔透的冰块 高文能清晰地看到那些 疲惫但坚毅的士兵 看到那些伤痕累累的骑士 看到那些已经拔出短见的法师和侍从 当然也能看到正紧握招法杖 还保持着冰封时 最后一个表情的维多利亚 维尔德 看到同样被冰封的维多利亚之后 高文的表情显得有点意外 所有人都震慑于这个传奇法术的强大和绚丽 高文则暂时收起意外 开始按照记忆中的情报 解释着这个法术的情况 斯诺 维尔德当年创造了寒灾 它是一种能够将整个战场暂时冻结的法术 召唤出来的冰块 甚至可以将实力较弱的传奇强者都冰封进去 但它本身其实并没有杀伤性 所有冰块都是魔力产物 被冻结的单位都只是暂时静置在魔力场中而已 随着寒灾结束 魔力场消散 被冻结的目标都会重新恢复自由活动的能力 所以它只能用来暂时控场 却不具备直接的杀伤性 我怎么觉得这个法术有点问题呢 琥珀表情古怪地看着内亭中的巨大冰山 那要是施法者跟着一起被冻在里面了 这个寒灾还有什么用 大家一起暂时动起来冷静一下 然后等冰化了继续打吗 高文看了维多利亚的方向一眼 短暂沉吟之后说道 是这样的 当年的斯诺并不会把自己也冻进寒灾里面 我也想不明白维多利亚是怎么把自己一起冻上的 琥珀 啊 莱特带领着他的牧师们用了不短的时间 才完成高文的命令 他们敲碎了城堡内城区发现的所有冰雕 或者说垂死了每一个被冰封起来的金簇 而守在城堡内亭的高文则等了更长的时间 才等到寒灾的效果结束 等到魔力消融 就在众人眼前 那规模庞大的冰山几乎瞬间便崩解消散 冰封在里面的山地冰团幸存者们一个接一个地恢复了清醒 这些忠诚战士们的思维似乎仍然停滞在之前的状态里 他们先是在本能惯性的驱使下忙乱了一阵 随后才愕然地发现周围站满了全副武装的陌生士兵 高文等到混乱稍稍平息 才迈不向前走去 他跨过空气中那些仍未消散干净的魔力结晶 对脸带惊恶的维多利亚伸出手 没想到会在这种状态下见面 幸好我来的还不算太晚 是您 是您在攻打洪峰 维多利亚仿佛这才反应过来 慢了半拍地伸出手去 这种失疑的情况在这位女大公身上可不常见 然而考虑到她刚刚经历的变故 这一切都显得可以理解 我真的没有想到 啊 城堡外面的那些怪物 已经处理了 我认识寒灾 高文笑着说道 不过我很好奇 你就不担心有不了解寒灾的人靠近这里吗 冰封解除之后 那些突然恢复活动的惊醋巨人 可意味着巨大的危险 在整个安苏 有能力来救援山地军团的人都肯定认识寒灾 这是维尔德家族的象征力量 维多利亚说道 不过 我也确实没想到会是您 恐怕现在整个安苏也只有南静 还有完整的军事力量了 高文摇了摇头 接着看向刚刚完成任务返回的莱特 你带着白骑士们治疗伤员 这里有很多人需要急救和去病数 另外去把食物拿来 再准备干净的饮水 战士们立刻开始了行动 紧张有序的救援工作随即展开 受伤的山地军团 将士们很快得到了有效的治疗和安抚 随车带来的大量食物和饮水 则补充着这些疲惫之人的体力 在一片紧张繁忙又井然有序的救援中 维多利亚强行打起精神 向高文询问着目前外部的局势 很遗憾 王都的骑士团并没有能力出来力挽狂澜 他们现在应该正拼尽全力守卫圣苏尼尔城 西境军团至今没有出现在戈尔共和附近 他们可能会直接被填进圣苏尼尔的战场 东境军团已经全灭了 目前整个东境处于无人管束的状态 我正在想办法维持那里的秩序 高文一条条说着自己掌握的情报 可这每一条情报都让维多利亚的情绪更加低沉 我没想到情况竟已经遭到这种地步 这位女公爵眉头紧皱 她平日里是个很少流露丰富表情的人 但今日她的所有表情都不再隐藏 整个人甚至都显得格外生动 我还以为东境会存留一部分主力 与这场灾难对抗 却没想到他们比山地军团的情况更糟 这场灾难就是最先从他们那边爆发的 高文说道 紧接着有点好奇地看着维多利亚 其实我有一件事很好奇 你的寒灾为什么会把自己也冰封起来 据我所知 当年斯诺在创造这个法术的时候 并没有会连施法者一起冰封的问题 维多利亚沉默了一下 现场的气氛在这几秒钟内似乎有一点点尴尬 其实我并没有掌握这个法术 女公爵最后还是不得不坦然相告 她拿出了那枚家族传承的淡金色雪花护符 语气中颇有些惭愧 那是愧对祖先的惭愧 寒灾在很多代之前就已经失去传承 维尔德家族的这份力量象征 其实一直是建立在这枚护符上的 北方的维尔德家族在很多代之前就失去了对寒灾的传承吗 高文心中突然有点唏嘘 感慨着岁月变迁的力量 但很快 他的目光便被维多利亚手中那枚护符独特的材质光泽所吸引了 你知不知道制造这枚护符的材料是从哪来的 你们融了一块永恒石板吗 黎明之剑 作者 远童 制作 阿法尔说 第0630章 神秘出行 最终忤逆 维多利亚手中的护符闪烁着微微的淡金色光泽 那极为特殊的表面质感 介于金属和某种晶体之间 当微光从上面浮过 便有一层稀薄而变幻的光韵浮现在其表面上 人类所熟知的任何一种天然或人造材料 都不会呈现出这么奇特的质感 而高文对他们真的在熟悉不过 这是永恒石板的材质 是具录阿默恩的尸体 周围那些残骸碎片的材质 是那些疑似高位文明舰队留下来的远古合金 但维多利亚手中这枚护符 却和那些呈现出原始形态的碎片存在巨大的不同 它带着明显被人二次加工过的痕迹 它表面带有人类使用的符文 还带着维尔德家族的文章 而据高文所知 这几百年里 人类都没找到任何能够加工永恒石板的手段 不要说熔炼虫柱 就连敲个碎片下来都办不到 哪怕是当年星火时代的刚夺帝国 卡迈尔和他的同事们借助先进的钢夺设备 也仅仅能够对巨鹿阿默恩身边的残骸 进行勉强地切割而已 那么 维多利亚手中这枚护符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这枚护符是六百年前的莫迪尔 维尔德大公所著 维多利亚没想到 高文会对自己这枚家族护符如此在意 但在意外之余 还是坦诚回答道 护符之名便是寒灾 如您所说 他的材质和永恒石板很像 但并不是用永恒石板加工出来的 具体莫迪尔 维尔德大公是在哪里得到了这些材料 又是在哪里完成了护符的铸造 至今仍是个谜 我只知道那和一次出海探险有关 高文在听到出海探险几个单词的瞬间 便心中一动 忍不住问道 出海探险 是的 维多利亚点点头 家族有档案记载 莫迪尔 维尔德公爵是一位热衷于探险 本身又实力强大的传奇法师 他早年间曾游历过整个北大陆 晚年在将公爵爵位提前传给继承人之后 他甚至去挑战了无尽之海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家族记载只记录着他回来的时候就带着寒灾护符 这枚护符是他在远离大陆的某个地方铸造而成的 一次神秘的出航 一次无人知晓的历险 再失去了风暴教会 失去了海洋向导的情况下挑战无尽之海 虽然没有明确证据 但高文瞬间便想到了自己在继承这具身体之后缺失的那一段记忆 想到了高文 塞西尔曾经的一次神秘出航 700年前的高文 塞西尔作为安苏的开国公爵 同样突然进行了一次莫名其妙的出海航行 没有人知道他遭遇了什么 高文只知道他曾进入海妖的国度 并从某个被称作永安海域的地方带回来了一些神秘的晶体 而那些晶体帮助高文重新和轨道上的卫星建立了联系 600年前的莫迪尔 维尔德大公 类似的经历 带回了寒灾护符 一枚理论上无法被当代人类技术加工出来的 用某种远古合金铸造的护符 高文一直对自己继承来的记忆中出现空白仪式非常在意 本能地感觉他隐藏着巨大的秘密 但一直以来他都没找到这方面的线索 因此此事一度被他放到了脑后 然而今天 他觉得自己终于发现了此事的蛛丝马迹 尽管当年的莫迪尔 维尔德和高文 塞西尔之间间隔了一百年 但相似的出航经历和神秘收获显然存在一定联系 这让他忍不住追问下去 关于此事 维尔德家族真的没有多余记载了吗 维多利亚轻轻咳嗽了一声 似乎是寒灾导致的虚弱还未退去 短暂思索之后 他摇了摇头 没有 莫迪尔是维尔德家族诸位先祖中留下记载较少的一位 他热衷于四处游历 却在作为公爵的生涯中没有太多事迹 而家族 记载这种更偏向正统的东西 是不会过多记录他那些冒险经历的 据说有一本由莫迪尔 维尔德本人亲自撰写的游记上 记录了他的很多冒险见闻 也相当于是他的日记 但那本游记在很久以前就已经遗失了 原来是这样 高文颇为失望地叹了口气 但还是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维多利亚犹豫了一下 主动说道 如果您对这方面的事情非常在意 回去之后 我可以在领东宝的图书馆中再找找 或许有一些侧面的资料 可以 高文点点头 接着看向了那些正在忙碌的士兵 但首先 我们要解决掉这场灾难 洪峰城的金簇军团指挥节点被摧毁了 整个洪峰地区 以及巨石城 丰饶林地 邪林河谷一带的金簇大军都在陷入瘫痪 万物中王会掀起的这场灾难 遭遇了空前的巨大打击 但洪峰战役的结束 并不意味着高文可以松一口气 这支金簇大军异常庞大 万物中王会打造的这个怪物 可不只有一个指挥中心 那些前去进攻圣苏尼尔的 那些位于巨木道口东部地区的 还有那些分布在圣灵平原各处旷野中的金簇 都有着不同的指挥节点 失去了一个洪峰 剩下的巨人们仍然会活动下去 远在洪峰的主力部队已经建立起阵地 开始清除那些正不断从各个方向涌来的 处于混沌虚弱状态的惊醋感染者 由于洪峰节点的覆灭 整个地区的感染者都将在最后一个心灵指令的引导下 飞蛾扑火一般的冲进燃烧器和轨道炮交织成的火网中 根据经验 这个过程至少会持续一天左右 而完成了火炮支援任务的内核舰队 则久违的靠岸修整 他们要修复被损坏的魔能一板 我们遭遇了一次有实质威胁的袭击 魔网通讯终端上 拜伦解释着之前炮击短暂中断 以及魔能一板受损的原因 一群惊醋怪物把自己沉在水底 在舰队开炮之后才突然上浮 试图凿穿我们的船底 高文之前并不知道那些强大的战舰 竟然差点出问题 这时候听到拜伦的报告才心中一惊 赶紧追问 然后呢 幸好战舰底部也有钢板 还有隔水舱 那些怪物的第一波袭击没有奏效 之后我命令各舰把半数魔能一板的 机械结构拉断 把费能释放隔山进入水中 在水里制造了大范围的奥数爆炸 这成功干掉了那些怪物 但代价是损失了一半的魔能一板 以及个小型舰在奥数爆炸中 程度不一地受损 有一艘改装炮艇受损严重 已经失去全部动力 这部分损失是我的责任 即便是老油条骑士 在面对舰队 预袭受损的责任时 也没有丝毫推脱之意 但高文直接打断了对方 这次事件你没有责任 你的应对很得当 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而且这也让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你把战斗过程的详细经过 以及船只当时各系统的运转情况 整理一份资料 传给魔能技术研究所和造船厂那边 让他们参考后续的改造方案 是 通讯挂断 高文忍不住长长地出了口气 不能因为战局的顺利就蒙蔽了双眼 即便是在如此顺利的一次军事行动中 竟然也潜藏着如此重大的经验教训 而这个经验教训如果不吸取 等他下次再出现的时候 恐怕就是致命的危局 那些惊醋巨人在 一直被碾压着打的情况下 竟然还是找到了有效的对抗方法 而高文此前一直专注于陆地上和水面之上的对抗 竟忽略了敌人可能从水底袭击战舰 这并不是说他没有水下对抗的概念 而是他根本没有往这方面想 他没有想到在这个时代背景下 在面对一群感染怪物的时候 竟然还会遇到水下对抗的挑战 这就像一个全副武装的现代士兵 去打一个拎着木棍的原始人 士兵不会认为自己需要额外的掩体 和一身绝缘防护服 但那个原始人挥了挥木棍 召唤出个球形闪电来 如果不是那些惊醋巨人 只有血肉之躯 如果敌人手中也掌握着跟塞西尔近似的 甚至只落后半个时代的武器装备 那么那些从水下偷袭战舰的敌人 说不定真能击沉内核舰队的战船 这时维多利亚的声音突然从旁边传来 打断了高文的思绪 发生什么事了吗 这位北境公爵 刚才简单吃了些食物 又经过短暂的休息和冥想 此刻状态已经恢复许多 他看到高文表情严肃 还以为是前线出了问题 同时他也注意到了高文面前的小型魔网终端 他曾在塞西尔城见到过规模更大的 固定在地面上的机器 此刻又见到了可以方便转移的小型机 视线中不禁带上了一丝赞叹和向往 如果王国军当时也有这种东西 或许情况不会恶化的那么严重 至少他能来得及把还未感染的军队都集中起来 而不至于让大部分远离据石城的部队 在孤军奋战通讯断绝的情况下被转化成惊醋巨人 但他也只是想想而已 他知道高文一向不介意把这些先进的东西推广出去 只要价格合适就可以 但王国的贵族们却不一定会接受这些 有可能动摇他们权威的东西 尤其是那些掌握着各地传训塔的法师家族 训养施旧的平原贵族们 他们恐怕会不遗余力地阻挠这项技术 没什么 小问题 高文注意到了维多利亚的视线 他多少能猜到对方在想什么 但并未点破 我们会在这里休整一天 之后继续向北推进 惊醋军团此刻恐怕已经开始进攻王都 希望圣苏尼尔能坚持到我们抵达 重要的是必须让他们知道有援军存在 维多利亚立刻说道 我很了解王都的贵族 如果没有援军的消息 他们恐怕连三天都坚持不了 哪怕他们拥有整个安苏最坚固的堡垒 我对王都贵族的看法与你高度一致 黑暗深沉的地底深渊中 赤红的岩浆在峭壁底部 翻滚起伏 身穿黑色或暗绿色神官袍的万物中王神官们 聚集在伟神之躯那庞大的躯体旁 遥遥关注着这人造之神的每一次呼吸 巨大的鹿撞身躯此刻已经接近完全成熟 一层浩然神圣的光辉笼罩在他那庞大且优雅的躯体表面 洁白到不然丝毫沉垢的毛皮上不断浮动着各种神秘的符文和神圣标记 他看上去已经为降临人士做好了准备 但最后一层锁链仍然束缚在这人造之神的躯体上 那锁链缠绕着他的脖梗 勾连在他的鹿角之间 锁链上符文闪烁 强大的封印 镇压力量正约束着人造之神的觉醒冲动 伟神之躯对面 一座漂浮在半空中的高台上 两道身影正远远地注视着巨鹿的身躯 其中一道身影是半人半数的女性神官 另一道身影却是身披黑色朴素长袍 面容隐藏在都冒阴影中的男子 大教掌 希顿死了 贝尔提拉 奥古斯都微微转头 对身旁的男子说道 大教掌微微点了点头 从都冒下传出来的声音中 带着沙哑和压抑 我感觉到了 我们失去了圣灵平原上的一处重要支柱 贝尔提拉继续说道 塞希尔人一定还会继续向北推进 他们表现出的进攻性和破坏性 以及军事实力都令人震惊 短暂的沉默之后 大教掌轻轻叹了口气 也好 塞希尔比我预想的还要强大 如果我们这条路不通 他们说不定也可以是一条路 多一条路 凡人手中就多一张牌 您这样的话如果传出去 肯定会导致不安 或许吧 但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我更希望能以人的身份说一些话 而不是半神半人的大教掌 大教掌声音沙哑地说道 随后微微转过头来 他的面容仍然隐藏在都冒之下 一只苍白的手却从罩袍中探出来 拖着一本厚重的大书 这本书有你保管 终极之书 贝尔低了眼神复杂地看了那本书一眼 所有的答案都藏于书页之中 但或许也有书页之外的答案 比如欲外游荡者 大教掌看着贝尔低了将书接过 低声说道 准备一试吧 红风已经被摧毁 我们的时间并不宽裕 漂浮平台缓缓向着下方的岩浆湖降下 和神官们所处的大型辅导连接到了一起 在看到从平台上走下的大教掌之后 现场的万物中王神官们不约而同地静默下来 数百年的谋划终于到了这一步 在这难以言语的时刻 所有激动人心的口号和言语都显得苍白无力 无人欢呼 也无人喝彩 这些堕入黑暗面的神官们只是恭敬地后退 微微弯下腰来 注视着那身披朴素黑袍的大教掌一步步走入空中 一步步走向人造之神的身躯 最终忤逆一试 人对神做出的最大的忤逆 最大的否定和对抗 贝尔低了抬起头 看着大教掌一步步来到那圣洁巨鹿的额头附近 那个身披黑袍的身影张开了双手 沙哑的声音回荡在整个血肉之渊 神 睁开眼 准备迎接你的人性吧 然后 那圣洁的巨鹿便张开了眼睛 黎明之剑 作者 远童 制作 阿法尔说 第0631章 神灾 人造之神第一次张开了眼睛 那是一双难以用语言描述的眼睛 它剔透仿佛水晶 其中又有无数的光滑内脸 一种极致的美和纯净 都仿佛浓缩在那双巨大的眼眸里 然而这双眼睛此刻却不含任何感情 它只是静静地注视着 注视着漂浮在自己前方 大胆发出挑衅的凡人 视线中没有敌意 没有友善 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好奇和在意 贝尔迪勒感觉自己的双眼和大脑 都在隐隐发出刺痛 他并没有和神明目光相交 但仅仅从远处看到对方的眼睛 便已经有了自身精神 受到冲击的感觉 可是他没有一开视线 反而像是故意对抗般 注视着即将发生的一切 包括那些站在福岛上的黑袍神官们 也都没有人一开视线 大教掌平静地与神明的眼睛对视 随后迈步朝前走去 身躯渐渐被一层幻光笼罩 仿佛已经与人造之神周围的圣洁光辉融为一体 最终忤逆 对神明最极致的否定和对抗 他的最后一步 是为神明注入人性 以此来抹消神性 人类将从神性制造的枷锁中解脱 获得自由发展的权利 而一个站在人类阵营的神明 将在仪式中诞生 成为凡人对抗众神的第一件武器 大教掌的身躯 渐渐溶解在光中 一团朦胧的光辉 缓慢没入人造之神的额头 贝尔迪勒感觉自己的眼角 已经开始渗出鲜血 但他仍然眼睛不眨地盯着这一切 盯着一事进行到最后一步 黑暗教掌们低下头颅 齐声吟唱古老的岛文 那岛文曾经用来赞颂自然之神 阿默恩的无上威能 但此时此刻 这岛文中却蕴含着无尽的低沉压抑 仿佛一曲颂葬的歌谣 宣告着众神的其中一个神位 将在今日彻底终结 万物中王 神亦如此 在这个谁都逃不过灭亡的世界上 堕入黑暗的德鲁伊神官们 早已不再期待任何永恒或至高的力量 他们抛弃了对神的敬畏 自然也不再向往那个神位 他们不打算制造一个神 也不打算让自己成为神 他们真正的目的 其实是把神变成人 贝尔提拉的手轻轻拂过 终极之书粗糙的风皮 轻声说道 自然之神的神位将成为历史 不管聚录阿默恩 当年最终陨落在了什么地方 不管众神是依靠什么手段 让自己在每一个轮回中都能复活 从今往后 至少这个神位将不复存在 半空中的无尽光滑 终于彻底融入了人造之神的体内 一声低沉的呼吸声 打破了仪式现场的寂静 贝尔提拉从沉思中惊醒过来 他抬起头 满含惊喜和期待地看到 人造之神正在缓缓闭上眼睛 片刻的平静之后 那双眼睛终于慢慢张开了 那里面只有无尽的混沌和疯狂 朦胧宏伟的魔力屏障 环绕着昔日帝国的边境 屏障内部的废土一如既往 黑暗深沉的云层 仿佛灌了千般的沉沉的压下 无序的乱风 在四面八方肆意呼啸 烟尘飞舞 遮蔽着天空 一道道能量闪电 在纳云层和晨暴之间流窜着 发出连续不断的低沉轰鸣 和明亮的闪光 在这废土经常遇到的 能量雷暴中 化身为树的徘徊者 挪动着自己错综复杂的根絮 整片森林蠕动着 攀上一座 被黑色结晶石块覆盖的山岗 一道更加巨大的 能量电弧闪过 强光几乎横贯整个天空 在紧接着响起的低沉轰隆声中 无数徘徊在森林周围的 巨化畸变体躁动起来 一边对着天空发出吼叫 一边飞快地在森林中 寻找栖身的安全角落 森林中央 一株苍老的树 摇晃着自己的枝丫 皱纹遍布的树皮上 浮现出甘别可怖的面容 这张脸注视着遥远的北方 注视着安苏王国的方向 又一道能量电弧划过天空 惨白的闪光中 这徘徊者首领 发出低沉沙哑的笑声 注入人性 可怜的大教掌 你觉得当你抵达神国 看到神明的知识之后 你所拥有的 还是人性吗 沙沙声从旁边传来 另一株巨树如动着根须 从旁边走过 同样低沉沙哑的声音 在空气中传来 神啊 神可不缺人性 这与我们无关了 徘徊者的首领 慢慢说道 施加在我们身上的枷锁 已经被解除 我们终于可以结束 这永无止境的徘徊 和自我放逐 该展开属于我们自己的计划了 启程 前往旧帝都 深蓝之井里 有我们需要的能源 我们将在那里 完成拥抱新世界的最后一步 是 大教掌 那些从平原东南部 袭来的怪物 都疯了 仿佛是某种未知的力量 同时影响到了所有精促怪物的心智 又仿佛是那些精促指挥官 在同一时间陷入了疯狂 原本还竟然有续纪律 严明的怪物大军 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狂暴的野兽浪潮 数量仿佛无穷无尽的怪物 昼夜不停地从平原方向涌来 并在本能的驱使下 冲击着圣苏尼尔城的城防 从高处看下去 只能看到黑潮涌动 大地动摇 密密麻麻的水晶 在天光下闪耀着错乱疯狂的光芒 连绵成片的傲数闪电 在这些怪物之间跳转着 不断汇聚成强大的聚能长枪 仿佛攻城锤般 一次次轰击着圣苏尼尔的护盾和外墙 令人心胆剧烈的嘶吼声和爆炸声 传遍外城 甚至传入了内城 守城的骑士们在高墙上奔走 一次次击退那些妄图爬上城墙的怪物 紧张而恐惧的士兵聚集在投石机和大型弩车旁边 在指挥官的呼吓中不断将燃烧的石弹和弩箭射向敌潮 天空阴沉的可怕 呼啸的风中裹挟着灵星的雨点 带着这个季节反常的寒冷 黑沉沉的天色仿佛映照着更加沉重的人心 在一片昏暗天光中 就连最勇猛善战的兵团也在快速失去士气 哪怕骑士们不断发动鼓舞性的超凡力量也收效甚微 但每当战士们的体力和士气下降到一定程度 便有盛大的光幕在城墙上亮起 中间夹杂着圣洁空灵的回响 光幕仿佛短暂驱散了天空的阴霾 在那一闪而逝 仿佛梦境般虚幻的光明和温暖中 骑士和士兵们再一次恢复了力量 再一次冲上城墙 狂风呼啸着吹过城堡上层 没有关炎的窗户被狂风骤然吹开 冰冷的雨滴和寒风一同冲进了屋内 惶恐的侍女飞奔着跑去关窗 生怕慢了一秒就会遭受惩罚 即便房间的主人此刻并不在场 窗户才刚关好两秒 房间的门边突然被人推开 两个身影快步走了进来 这两个身影皆是全副武装 身上还裹挟着寒冷的气息 他们在那寒风中待了太长时间 以至于外面的风雨仿佛都跟着他们一起进了房间 房门推开的一瞬 侍女甚至怀疑自己才刚刚关好的窗子 又被风吹开了 殿下 公爵大人 嗯 你可以退下了 是 侍女恭敬而不失迅速地离开了房间 两个身影则走向书桌和高背椅 其中一个身穿银白色香精纹式铠甲的人来到那张最宽大的天鹅戎座以前 一边落座一边摘掉自己的头盔并随手扔在旁边桌上 头盔下面露出的是威尔士摩恩的面庞 屏障暂时稳定下来了 依靠西城区魔力焦点的额外功能 圣苏尼尔大护盾应该可以坚持一段时间 威尔士 摩恩看向跟着自己一起进屋的西境公爵 大教堂的神官团也及时上了城墙 士兵们的士气和修养问题正在得到缓解 但那些怪物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可怕 跟着威尔士一同进屋的正是西境公爵百德文 法兰克林 他穿着一身暗蓝色的繁星织法长袍 但长袍内隐隐约约 还可以看到套着一件锁子甲 这让这位多少有些书卷器的护国公爵 身上多了一丝勇武的气质 他们失去了组织性 但却变得更加凶猛无畏 如果是在平原战场 这是弱点 但此时此刻 他们掌握着巨大的数量优势 制造了围城的局面 这就变得很危险 威尔士沉默片刻 突然问道 西境军团什么时候能到 两天内 他们已经在萍水湖附近了 百德文 法兰克林说道 放心 殿下 他们会缓解局势的 我知道 但我最担心的不是圣苏尼尔 威尔士飞快地说道 请通知您的军团 分出一半的人手来 让他们沿着戈尔贡和西岸布置防线 从北向南布置 百德文立刻反应过来 您担心那些怪物渡河 如您所说 威尔士慢慢点头 那些怪物已经疯了 行动不再具备逻辑性 在还是一支大军的时候 他们会专注于进攻目标据点 会目的明确另行禁止 但现在他们疯了 一旦游荡的怪物大批渡河 进入圣灵平原西部 后果是可怕的 我会立刻安排 百德文法兰克林点了点头 接着又提起一件事 殿下 我收到消息 南京的军队在差不多一个月前离开盘石要塞 他们在平原南部活动 似乎也在对抗那些怪物 由于消息不畅 情报现在刚到 而且具体情况不明 塞西尔 威尔士低声念起这个字眼 紧接着摇了摇头 太远了 我们首先要靠自己 百德文法兰克林静静地看了威尔士几秒钟 才开口说道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保持坚定 内城贵族现在动摇严重 王都贵族们已经分成两派 主张固守和主张弃城逃跑的人几乎对半 他们的争吵甚至已经影响到守城骑士团的稳定 大量骑士不仅仅对王室效忠 同时 其自身也是各个家族的子弟成员 而他们的家族现在正在计划逃跑 契城 契城 契城逃到哪去 威尔士握紧拳头 苦涩地说道 圣苏尼尔是目前阻挡在圣灵平原中轴线上的最后一座堡垒 一旦这里破了 那些怪物能长驱直入地污染整个西部平原 西部平原是产良地 一片开阔无险可守 最坚固的城堡 也比不过圣苏尼尔的一座塔楼 把这里放弃 就等于放弃了整个安苏 逃出去也只不过是慢慢等死而已 难道他们还打算去奥古雷布族国寻求庇护 恐怕是的 我的殿下 百德文 法兰克林缓缓说道 奥古雷布族国 紫罗兰王国 甚至北方蛮帮诸国 主张弃城逃跑的人 说不定已经在家中整理好了行装 在这些国家找好了落脚的地方 在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威尔士 摩恩都没有说一句话 百德文 法兰克林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看着这位远离白银宝多年的王储 同样不发一言 几分钟后 威尔士站起身 从旁边桌上拿起头盔 慢慢戴在自己头上 百德文的视线 跟着威尔士的动作 你要去哪 再去一趟城墙 王储亲上前线 确实可以激励降势 但在眼前这个局面下 您过于频繁地亲上前线 带来的那点士气 恐怕并不足以弥补 您要面临的危险 威尔士被对着西境公爵 他的脚步停了半秒 但最后 他什么也没说 还是迈不离开了书房 百德文 法兰克林静静地注视着 威尔士离开的方向 良久 才轻声说道 当然 如果您不仅仅是去视察城墙 那就另当别论了 黎明之剑 作者 远同 制作 阿法尔说 第0632章 迅速恶化 惊醋巨人集体发生了变化 洪峰地区北部三号高地 天色阴沉 净风呼啸 炮火轰鸣 大量从东部地区游荡过来的惊醋巨人正在平原上狂奔 那些肿胀畸形的可不怪物狂乱地行动着 掠过平原 冲过山岗 有的冲向远方 有的冲击着军团的防线 刺眼的傲数电弧划破空气 在昏暗的天光下照亮了被污染的平原 而在支撑防线重要节点的三号高地上 炮火一刻不停 沉重的魔岛巨炮 在机械装置的作用下细微调整着射角 浮纹轨道光芒一闪 裹挟着淡青色气团的炮弹 便飞向远方 坦克掩体中的战锤I型一频频开炮 更加密集的炮弹轰炸着高地东侧的平原 交织出密不透风的火力网 一名身穿白色蓝纹铠甲的塞歇尔队长 站在掩体后方 用战术目镜观察着战场上的情况 连绵成片的爆炸闪光和冲击波 覆盖着那些狂乱的惊醋大军 每分每秒都有无数的扭曲肢体和残缺水晶 被炸上天空 但在昏沉沉的天光背景下 仍然有数不清的怪物正从远方涌来 毫无意义地倒在这条死亡火线上 队长关闭目镜 转身离开掩体 附近传来指令员 加持魔力的高声吼叫 二号炮击对裂冷却 替换加速轨道 三号对裂开始射击 燃烧器预热完毕 炮弹已经送达 开拓者号已抵达位置 队长快速穿过繁忙的炮兵阵地 和运送补给的坑道 此起彼伏的武器开火声和指令声 冲斥在他身旁 他越过一道岗哨 走向一名身材高大 佩戴骑士灰迹 兼披黑底白文章短披风的指挥官 三声短促的闷响从旁传来 三发明亮的信号弹被打上天空 醒目的闪光照亮营地 光辉洒在骑士那银白色的铠甲表面 长官 敌人的攻势已经被遏制 他们被压制在防线之外 队长对眼前的指挥官行了个军礼 语速飞快地说道 但那些怪物没有丝毫退缩迹象 也无纪律痕迹 呈现出彻底的狂乱状态 指挥官点点头 继续巩固东侧防线 不管他们来多少 都要消灭在火线上 我们物资人员都充足 是 长官 队长领命离开 指挥官则看了一眼战场上的情况 随后转身走向指挥所营房 一阵低沉的嗡嗡声 从戈尔共和的方向传来 在信号弹渐渐熄灭的光辉中 两道仿佛光芒长河般的恐怖能量 光束骤然亮起 他们刺破了这昏暗的天光 自西向东横贯整个战场 随后庄严地扫射着遍布 惊促巨人的平原 光束扫过之处 巨人和岩石一同蒸发 大地仅于一片炙热焦土 指挥所营房内 魔网终端机正在嗡嗡运转 全息投影上显示出地面部队 总指挥官菲利普的半身像 指挥官在终端机前站定行李 声音洪亮 将军 三号高地防线已经稳定 校准光束 以清扫东部和北部延伸地带 我们可以布置下一个据点了 维持火力压制 下一支推进部队三十分钟后 由西南方向进场 菲利普沉稳说道 那边的惊促巨人情况如何 失控 狂乱 几乎没有理智 但又没有力量衰退的迹象 目前还未发现 任何维持理智的惊促指挥官 没有发现 明白了 继续执行任务 指挥官 收到 主力军团指挥所中 菲利普来到了高文面前 后者此刻正在阅读后方抄路来的情报 在菲利普开口之前 高文便已经抬起头来 惊促军团看样子完全失控了 说完不等菲利普开口询问 高文便扬了扬手里的纸张 卡迈尔从旁被实验室发来的消息 关押在实验室 各个隔离牢笼里的所有指挥官级 惊促巨人在同一时间发狂了 他们不可能 全都是洪峰节点的下级单位 旁被实验室 菲利普顿时吓了一跳 那边没事吧 有一支全副武装的部队 和一个传奇级别的古代魔导师坐镇 不可能出事 目前所有失控的怪物已经被销毁 接受隔离治疗的感染携带者 也已经被安全转移 这方面不需要担心 幸运的是 那些紧紧携带感染的人 并没有受到影响 眼前的情况很诡异 菲利普皱着眉说道 那些怪物表现出来的样子 和上级节点崩溃 导致的失控不太一样 没错 如果是上级节点崩溃导致的失控 那些惊促巨人 在失去理智的同时 也会迅速衰弱 一个小时之后 就和普通的野兽差不多了 但现在那些 失控的惊促巨人 都只是陷入狂乱 并未发生力量上的衰退 高文把手中文件扔在桌上 语气严肃 他们不是失控了 而是一个新的 彻底疯狂的心智 成了他们的最高节点 菲利普感到一丝寒意 高文则继续说道 目前唯一的好消息 是狂乱之后的惊促巨人 并未发生力量上的进化 我们仍然可以维持防线 并继续向北推进 但另一方面 失去组织度的惊促巨人 已经变得更加难以约束 他话刚说到一半 附近的空气便突然一阵扭曲 琥珀的身影 从空气中浮现出来 半精灵小姐 将一份抄露来的情报 递到高文手上 马里兰那边紧急传来的 高文接过情报 匆匆扫了一眼 抬眼看向菲利普 情况和我预料的一样 铁王座 零号正在东径入口 和突然陷入狂乱的 惊促巨人交战 失控的确实是 整个惊促军团 在那份紧急情报上 马里兰报告了 通往东径的关爱战况 有数不尽的 陷入狂乱的惊促巨人 和低级感染者 正在盲目地四处扩散 其中相当一部分 冲到了铁王座 建立的封锁线上 马里兰骑士 已经依托装甲列车 武装铁路 以及大量临时墙垒 地堡 山间掩体建立起防御 目前它挡住了那些 惊促感染者 进入东径的门户 而且还在不断增加防御力量 依靠铁王座的战力 再加上白沙矿业的 武装安保部队 已经前往支援 马里兰骑士应该可以 控制住当地局势 甚至可以将防线 向西强行扩展 战争技师们 正在火炮的掩护下 强铺铁路 将铁王座的活动范围 向圣灵平原扩张 马里兰骑士的目标是 通过防御推进的方式 把铁王座开进索林堡 这样 它就能依靠索林堡的 坚固攻势 构筑新防线 争取一定的纵身 尽最大可能保证 东径那些 尚未被污染的地区安全 事实证明 高文当初对马里兰的 判断是正确的 这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尽管他出身于 安苏传统贵族 但却有着改造的价值 在经受了先进的 知识灌输 以及实际接触过 塞西尔军团的运转之后 马里兰原本的军事能力 得到了启发和加强 他擅长用防守换取进攻 而这个战术 在装甲列车的辅助下 将发挥最大的价值 索尼亚在什么位置 高文扭头看向琥珀 他应该快回来了 二十分钟前联络时 他正在从玉金香宝方向返回 这时候差不多 我已经回来了 琥珀话音未落 一个清亮的声音便从门口传来 高文寻声望去 看到那位身穿青皮甲的高阶信使 已经出现在自己眼前 北边全都是陷入疯狂的怪物 东边也是 更糟的是 在越过玉金香宝之后 戈尔贡河西部地区也发现了游荡的精醋感染者 污染果然还是过河了吗 高文忍不住握了握拳 有多少 不好判断 我不敢飞太远 不过我看到了当地贵族组织的私兵 正在对抗小谷的精醋怪物 渡过戈尔贡河的敌人应该不多 毕竟我们的舰队还在封锁河道 绝大部分尝试渡河的怪物都会被沿岸防线解决掉 只有北方 军团前线还没有推进到那里 那边存在缺口 高文眉头忍不住骤起 但又必须接受这个情况 在原本的计划中 他是要彻底封锁戈尔贡河 同时封死东径入口的 这样再加上南径的庄甲壁垒 和北方的圣苏尼尔北径群山防线 就可以把精醋感染彻底封锁在圣灵平原东部 这样一切都会变得可控 然而在完备的计划 也终会有遇上意外的时候 从一开始 他就做了最差情况的心理准备 军团北上的速度 不一定能感得及精醋扩散的速度 污染有可能越过戈尔贡河 进入圣灵平原西部 现在 情况只不过朝着这个预期中的方向发展了而已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就会失控 精醋感染虽然可怕 但大规模爆发却需要相对苛刻的条件 现在已经有证据证明 当初万物中王会之所以能短时间污染整个巨木道口 依靠的是前期长时间的准备和一个规模巨大的献祭仪式 而如果没有这些准备和仪式的辅助 精醋感染的速度并不会超过一般疾病 只要侵入平原西部的污染规模 不超过某个临界点 只要当地贵族还没有无能到原地放弃抵抗 那情况就暂时不会失控 传我命令 让拜伦加快封锁北部河道 另外通知瓦尔德爵士 从第二兵团抽掉五千人沿河北上 协助封锁河道以及清除西岸污染 高文看向琥珀 飞快地吩咐道 另外 还是没办法联系上圣苏尼尔城内的军情局干员吗 琥珀摇摇头 联系不上 从圣苏尼尔延伸出来的秘密中继站可能已经被破坏 而其他途径的联络点和线人目前都已经失联 包括西岸地区的 或许 我可以挑战一下直飞圣苏尼尔 这时候索尼亚突然开口说道 我可以把援军的情报送到白银堡 你要一路飞越污染区 中间不停吗 还是从西部平原的安全地带绕路 高文看了索尼亚一眼 如果沿直线飞往圣苏尼尔 你要全程维持最高高度 人和巨婴都受不了 而这一路上根本没有让你降落休息的地方 如果你从西部平原绕一个弧线 那么路程会延长两到三倍 再加上中间巨婴休息的时间 等你飞到圣苏尼尔 那些王都贵族说不定已经弃城而逃了 必须让王都的守军知道援军的存在 这是上次高文和维多利亚达成的共识 一支毫无希望的军队是不可能守住城市的 哪怕他们拥有安苏最强大的防御系统 而明确存在的援军却可以极大的鼓舞守城士兵的勇气 这一点在依靠骑士独占 依靠纯粹人力作战的王国军中尤为管用 但情况的急转直下打乱了高文的计划 突然发狂的惊醋大军开始在整个平原地区随机活动 之前好不容易探出的敌人分布和安全路线都瞬间失去了作用 派往圣苏尼尔的信使将承担更加巨大的风险 而在另一方面 发狂的惊醋军队对圣苏尼尔造成的压力可能会骤增 王都守军弃城逃跑的可能也在迅速增加 留给信使的时间反而更加不足 然而圣苏尼尔绝对不能丢 就在这时 一个好听但略有些清冷的声音突然传入了所有人的耳朵 索尼亚女士 欲金相保的法师塔还在吗 高文抬起头 看到了那位北京女公爵 维多利亚 维尔德正站在门口 短暂思索之后 索尼亚点了点头 城堡半毁 但法师塔还在 那座塔是一座大功率的传讯塔 维多利亚说道 带我过去 借助那座塔的增幅 我可以联系到白银宝 黎明之剑 作者 远同 制作 阿法尔说 第0633章 计划 经过两天的休养 维多利亚的状态 显然已经恢复了许多 但一丝丝残留的虚弱疲惫 仍然盘踞在他那努力掩饰过的眼底 高文看了这位北方女公爵一眼 提醒对方 欲金相保在污染区深处 并且不在我们下一步的进攻计划内 在没有净化整个地区的情况下 索尼亚从那上空飞过是一回事 降落在那里 就是另一回事了 但并不是没有可能 维多利亚毫无躲闪地 注视着高文的眼睛 他脸上仍然缺乏表情变化 但语气中透露着一股决意 那些怪物现在已经处于狂乱状态 从另一方面讲 这意味着 他们失去了组织性 不再相互支援 不再有哨兵之类的单位 也不再那么激进 我们可以潜入进去 只要没弄出太大的动静 没有惊动到太多怪物 我就有可能悄无声息地 把消息送出去 我承认这似乎存在实现的可能 高文短暂思索之后点了点头 不过你确认要亲自去 并不是每个法师 都能仅凭借一座法师塔的增幅 就把消息传到圣苏尼尔 这需要精深的施法技巧 和庞大的魔力 维多利亚用陈述事实的 淡然语气说道 这件事让我却是最稳妥的 接着在高文提出更多疑问之前 这位女公爵继续说道 我听说罗伦家的贝尔克 点燃了第一座烽火 我已无法实现他那样的功勋 但作为维尔德家族的家主 我至少不能回避 自己本可以做到的事情 当一个贵族将自己的家族名誉 都拿到台面上的时候 通常都意味着意志已决 我们可以试一试 至少这是个方案 高文最终点了点头 不过有一点 我们要想个更安全的办法 把你送到玉金香宝 巨鹰的承重力有限 索尼亚只能带路 没办法带着你一起飞行 而施旧的飞行高度和速度都不佳 在深入污染区之后 很容易被金簇巨人击落 总体来看 从空中过去并不安全 那还有更安全的办法吗 维多利亚语气中有一丝困惑 从空中越过污染区 降落在玉金香宝里 已经是他能想到的最可能实现的方案 他实在想不到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比这更稳妥 总不能从遍布金簇巨人的地面上 一路打进去吧 高文微微一笑 视线就落在了琥珀身上 半精灵小姐 在高文开始微笑的瞬间 就机灵一下子 紧接着就意识到 这件事怕是躲不过去的 他撇了撇嘴 走暗影界倒是个办法 不过事先说明啊 我在暗影界行动也是有消耗的 这取决于中间会不会遇上不稳定的暗影裂隙 以及要命的大空洞 如果路上损耗过大 我不一定能把人带到玉金香宝那么远的地方 我还得考虑反乘所需的力气 当然 你能尽力而为就好 高文点了点头 我会派一支装甲突击部队 把你们送到尽可能靠近玉金香宝的地方 随后 你们潜入进去发消息 与此同时 我会派一支静旅全速向圣苏尼尔城的方向前进 务必不浪费一丝一毫的时间 方案的细节很快敲定 接受命令的人陆陆续续离开了房间 最终 屋内只留下了高文和维多利亚两人 坦白说 现在的局势非常不妙 在眼前只剩下一个北境公爵之后 高文才不紧不慢地说道 我对圣苏尼尔是否能守住始终持悲观态度 尽管我一直在朝着能及时赶到的方向努力 维多利亚脸上的表情没什么变化 只是静静地问道 如果圣苏尼尔真的守不住 您还有后续方案 是吗 无非是放弃整个北方地区和圣灵平原 保下南境和东境 并尽可能地在污染进入西境之前 构筑西境防线 高文没有隐瞒自己那些备选方案的备选方案 生存压力会让这些地区服从新的统治秩序 而我有自信在构筑新防线之后稳住局势 并逐渐夺回那些被污染的地区 维多利亚沉默了片刻 终于忍不住说道 听上去您对王国的贵族们基本上不抱什么期望 高文笑了笑 反问道 听上去 你的期望还挺高 我承认 我对他们的期望已经不像几年前那么高了 维多利亚慢慢说道 但我相信 圣苏尼尔城是可以守住的 只要援军的消息能及时送进白银宝 高文露出饶有兴致的表情 我能听听你的自信来源吗 百德文 法兰克林大公 还有威尔士 摩恩 维多利亚注视着高文的眼睛 格外认真的说道 他们会守住那座城 援军需要多久 他们就会守多久 你对威尔士 摩恩的评价比我想象的高 我曾经的任务就是监视他 所以我了解他 威尔士王子从来不缺乏才干 他只是主动选择了后退而已 但如果王国需要 他还是会站出来 维多利亚说道 而除了他 除了百德文大公 王都还有很多可靠的人 我们有克伦威尔 白山伯爵 有忠诚的王室骑士团 有科恩 罗伦团长 或许 王都有一半的贵族 都想着弃城逃跑 但至少还有一半 会选择守到最后 高文静静地看着维多利亚 后者也静静地看着他 两秒钟的对视之后 那位冰雪女大公 轻轻地呼了口气 我知道 我们这一代人 让您很失望 塞西尔公爵 或许安苏当代的贵族 真的已经腐烂 但请您相信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烂了 仍然有许多人 在期待着这个王国 能够重新振作 并为此付出努力 包括埃德蒙 摩恩和塞拉斯 罗伦吗 包括他们 但他们还是失败了 你也失败了 王都许许多多地进取派 你口中那些没有烂掉的 努力 想要振兴这个王国的贵族们 都失败了 你认为他们 是为什么失败的 高文盯着维多利亚的眼睛 仅仅因为有个万物 中王会突然进来搅局吗 来自开国公爵的注视 带着难以言喻的压力 那双深褐色的眼睛深邃而锐利 竟远渗于北方的风雪和群山 维多利亚忍不住平住了呼吸 许多年了 都是她以威严来震慑旁人 她几乎已经忘记了 面对这样的震慑 是重什么感觉 恍惚间 她竟仿佛回到了多年以前 回到了她小的时候 回到了面对前代公爵 严厉眼神的时候 记忆中的父亲指着庭院中 长势糟糕的草木 问了她一个问题 如果修剪 施肥 浇水 施药都不管用 你该怎么做 一闪而过的回忆片段来去匆匆 维多利亚回过神来 眼前仍然是高文深邃锐利的眼睛 其实你是知道答案的 高文说道 只不过你身不由己 维多利亚沉默已对 我们不该在这个时候讨论这些 高文收回视线 换了个较为放松的坐姿 维多利亚 你很优秀 即使放在开拓者一代里 你也会是个优秀的贵族 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 我们可以慢慢考虑 该怎么重新振兴这个国家 但在此之前 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还是结束这场战争 如您所言 维多利亚轻轻呼了口气 接着神色稍显郑重的低下头 无论如何 您拯救了我和山地军团 我无法偿还这份恩情 所以今后不管发生什么 至少我个人都会是您的忠实盟友 等到房间里只剩下自己之后 高文忍不住靠在了椅背上 无声地呼了口气 个人名义啊 真是谁都不容易 一声感叹之后 他坐直了身子 准备开始拟定一份可行的 主力部队北上计划 情势急转直下 已经容不得他在 按照之前的时间表行动 考虑到圣苏尼尔城 作为门户堡垒的重要性 他必须以比原计划更快的速度 把一批可战之兵送到北方 利用那些改造之后的民用货船 利用戈尔共和 或许是个好方案 而在他的计划 刚刚拟定出开头的时候 放在书桌上的魔网通讯终端 突然发出了一阵嗡嗡声 高文抬头看了一眼全息投影上 呈现出的识别字符 是来自塞西尔城的特殊频道 魔网终端随即被激活 在投影短暂抖动之后 高文看到贺蒂的面容 出现在自己眼前 发生了什么 提尔小姐说 有钥匙联络 贺蒂简单说了一句 便向旁边侧开了身子 高文这才看到 有一条长长的蛇尾巴 正在赫蒂身后的画面背景中晃动 那蛇尾巴拱了两下 提尔的上半身 从画面一侧晃悠到了画面正中 我又感觉到了 海妖小姐瞪着眼睛 看着眼前的全息投影 是食物的气息 突然变得很浓烈 高文心中顿时一紧 尽管他早已有了 这方面的预料和准备 但当提尔突然冒出 这条消息的时候 他还是感觉自己的神经紧绷起来 方位 强度 你能大致确定目标的情况或状态吗 方位应该是在圣灵平原东部深处 但具体位置还感应不太清楚 他好像还被什么东西压制或封锁着 要么就是在地底深处 提尔飞快地说着 至于强度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感觉很微妙 他应该是活了 这一点比大鱿鱼强 但他的气息并不稳定 也不纯粹 就好像是很多混乱的气息融合到了一起 而且还时强时弱 高文轻轻吸了口气 是万物中王会手中掌握的那份神明力量吗 是他们用来制造神孽 激活神孽的能量源 这个能量源失去了控制 某种类似神明的东西正在苏醒 所以惊促军团突然的一变和这个失控的神明力量有关 种种猜想涌上心头 高文控制着自己的思绪 询问眼前的海妖 你们的女王是什么态度 他对小饼干和你们的奥数能源技术都产生了兴趣 愿意提供协助 那边已经在准备元素折月塔 但具体如何配合行动还要在商定 提尔晃了晃尾巴尖 一脸严肃地说道 另外我要代为转达女王陛下的话 海妖只能帮你们对付非人之物 不会插手到人类内部的战争中 我们希望这次合作是纯粹而节制的 这是今后还能维持长期合作的保证 这已经足够了 高文诚心十亿地点了点头 非常感谢你们的协助 无需再以 互惠互利 提尔摆了白手和尾巴尖 随后晃晃悠悠地离开了通讯画面 仅有声音从画面外传来 你们这个怎么关的 哦 那你来关吧 我先走了 两秒钟后 赫帝重新出现在高文面前 先祖 派往废土边缘的工程队伍 已经开始返程 宏伟之强的增补工程已顺利结束 总算有个好消息 高文轻轻输了口气 很好 让这些人员先充分休息 随后安排他们去建设 二期坦克工厂和冰工厂 让那位精灵魔导师去魔能技术研究所 协助瑞贝卡完成反重力符文的转译和优化工作 是 黎明之剑 作者 远同 制作 阿法尔说 第0634章 延伸的防线 混沌虚幻的天空笼罩着色彩单调的大地 抽离了颜色的景物 在视野中呈现出缺乏层次感的状态 泛着说不出的诡异 微风吹过 风中卷起细碎的黑色尘埃 尘埃中似乎隐藏着无数双窥视的眼睛 维多利亚站在这个充斥着黑白双色的世界中 向来冷漠疏离的脸上也难免露出了一丝惊讶 而为他带来惊讶感的人就在他旁边 那位性格有些过于活跃的半精灵 正一脸得意地站在那里 一头黑色长发仿佛烟尘般在空气中微微飘动 金色的眸子中带着笑 下半身凝聚着一团不散的暗影云雾 整个人仿佛化作了暗影界的精灵 和这个黑白双色的世界巧妙地融合到了一起 不可思议的力量 维多利亚静静地看了琥珀几秒钟 轻声赞叹 你是我见过的最强大的暗影大师 怪不得暗压会两次伴在你手上 塞歇尔公爵手下果然没有一个人是简单的 再多夸两句也没问题 平常难得有人这么夸我 琥珀得意洋洋地笑了起来 话说你提到的那个暗压 我有印象 被我从暗影界踹出去两次的那个是吧 有机会你得劝劝他 实在不行 还是练个双手剑长柄锤什么的吧 暗影之道可能不适合他 熟悉的人都知道 琥珀这张嘴一旦开始 BB就会很快跑题 基本上没有几句是有意义的 但维多利亚显然还不太适应这个半精灵的节奏 当场就有点愣神 大概是不知道该怎么把这个话题继续下去 但好在琥珀的BB都是一阵一阵的 短时间内得不到回应他自己就会把思路跳过去 这半精灵活动了一下手脚 抬眼看向远处那座半坍塌的 呈现出诡异堆叠状态的城堡 用一种犯罪分子准备作案的口气说道 别浪费时间了 开始干活吧 那边应该就是玉金香宝的暗影映照 维多利亚抬起头 看到了道路尽头的那座城堡 黑白双色的碎块堆叠在灰黑色的大地上 残垣断壁中还可以看到一些能分辨出来的城堡墙体 在这个诡异错乱的暗影界中 半毁的玉金香宝呈现出明显的混乱感 它的一部分结构似乎已经失去了材质细节 另一部分结构则以违背自然规律的方式互相重叠 堆积 整个城堡就好像一副失败的画作般失去了协调 唯有尚且完好的法师塔和一部分附属塔楼 还清晰地树立在城堡后部 这是维多利亚第一次进入暗影界 作为一个冰霜法师 他在暗影之道上的造诣仅限于一些理论知识 这个神秘诡异的世界让他开了眼界 也让他感叹起身旁这个名叫琥珀的半精灵 在暗影记忆上的强大 他跟在琥珀身后 依靠训捷术 封卷术等法术加持跟上了对方的脚步 同时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你是为何追随塞西尔公爵的 琥珀仿佛入水的鱼 一般在暗影界急行着 身上裹挟的黑色烟雾 在空气中肆意飞扬 他听到维多利亚的话之后 微微偏过头 脸上带着戏谑的笑容 怎么 想挖脚 维多利亚郑重摇头 不 那不是贵族所为 如果我真的想雇佣你 我会直接去和赛西尔公爵交涉 同时也在更正式的场合 征询你的意见 我现在只是好奇而已 啊 光明磊落 但老纵 高文就不一样了 琥珀笑了起来 如果他想挖人才 而且是挖那种 明显就不可能通过正面交涉得到的人才 那他肯定会暗中游说 金钱收买舆论造势 人心拉拢各种手段 无所不用 维多利亚再次感觉话题有些揭不下去 只能摇了摇头 我们的形式风格有些不同 所以我还是更适合在高文那边 不适合在你这种正统贵族身边 琥珀随口说道 你刚才不是问我为什么追随赛西尔公爵吗 其实也没什么 我挖了他的坟 然后被当事人发现就给抓住了 其实我当时挖坟进去 只是想躲一躲来着 维多利亚惊愕地看着琥珀 仿佛是在确认对方是否在开玩笑 不敢相信是吧 但还真是这么回事 琥珀魂不在意地说着 其实我一开始被扣下 还挺不乐意的 我当时想的是假装答应 然后趁高文不注意 偷了他的钱就跑 然而后来我发现一件事 打不过 真的打不过 而且还跑不掉 我就只好留下了 事实证明 我当初的决定还挺对 第二年宫前就涨上来了 维多利亚面无表情地听着这一切 但略略闪动的眼神 却显示她并不像表面看起来 这么冷静淡漠 她深深地看了琥珀一眼 用尽可能平和地措辞说道 我从未听过 有人用这种方式来描述 自己对一个贵族的效忠经过 真的 很特别 女公爵 你搞错了一件事 琥珀此时突然停了下来 注视着维多利亚 我从没效忠过什么高文 塞西尔公爵 我没有效忠过任何一个贵族 和他的血脉家族 维多利亚淡漠的表情被打破了 他有些惊恶地看着琥珀 我不是什么贵族后裔 我的超凡力量 一半源自天赋 一半来自一个被教会 和贵族联手处死的盗贼 我自然也没有向贵族宣誓 效忠的资格 因为我连姓氏都没有 而且我也不需要这种资格 琥珀不紧不慢地说着 起初 高文给我一个月一枚金币的工钱 所以我为这一枚金币负责 后来工钱涨了 我就为涨了的工钱负责 再后来他建立了塞西尔城 统合了康德地区 他让农奴用工作赎身 让平民可以走在道路中间 让商人不必给歧视磕头 我喜欢这一切 而我的工作就是维持这一切 所以我开始为我的工作负责 再后来他建立了塞西尔公国 在那里公民们都能读书 都能工作 从前年到去年 塞西尔城的冬天没有一个人饿死 于是我效忠了 我在心里偷偷效忠了塞西尔公国 女公爵 我不是贵族 哪怕将来高文给了我个贵族头衔 大概我也永远成不了你们那堆条条框框里的标准贵族 我没有效忠塞西尔公爵 没有效忠塞西尔家族 没有效忠任何一个所谓尊贵的血脉和头衔 尽管我尊重目前塞西尔家族的每一个人 但那只是因为他们值得尊重 可我不效忠他们 他们也从未要求过我效忠 非要说的话 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效忠目标 我们效忠的是高文 塞西尔建造起来的东西 而不是他本人 女士如果你分辨不出这之中的区别 那恐怕我们永远不会是一路人 维多利亚静静地看着眼前的半精灵 在进入暗影界之后 这位半精灵小姐发生改变的似乎不仅仅是气质 还有一点点性格 但她所说的那些话 未尝不是她平日里真心所想的 我会努力尝试理解的 维多利亚平静地说道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说实话我挺不喜欢贵族的 绝大部分都不喜欢 但最近我眼中又多了两个例外 一个是你 一个是点燃烽火的贝尔克 琥珀转过身 一边继续赶路一边说道 我曾经一直觉得贵族口中的高尚品德都是在吹嘘 但至少从你们身上 我看到了一些实际存在的东西 可是话又说回来 女公爵个体不能代表整体 我仍然不喜欢贵族 维多利亚再次跟上了这位半精灵的脚步 她保持了一小段时间的沉默 既没有为贵族制度做辩护 也没有给眼前这个似乎对贵族群体 抱持很深偏见的半精灵 解释什么血统传承的意义 尽管她曾经对这些东西都很在意 然而此时此刻 她竟一点都不想为这些东西辩解 在沉默之后 她只是问了个问题 过去两年的冬天 塞西尔城真的一个人都没有饿死 当然 我们有完备的人口统计和管理制度 每一个人口的死亡和出生都是登记在案的 你们是怎么办到的 在没有贵族体系的情况下 你是说粮食供应还是人口管理 都有 哦 那就要慢慢说起了 琥珀抬起头 看了一眼已经不算太远的坍塌城堡 我们或许应该先从土地和人的关系开始讲起 洪峰城北方平原 戈尔贡河畔 高文站在前线营地的一座瞭望台上 注视着码头方向繁忙的景象 炮火和烈焰驱散了这片平原上的腐化污染 塞西尔军团成功占领了一座 曾经属于当地领主的大型码头 在紧张地改造施工之后 工兵部队在旧由码头的基础上拓宽了路面 加固了实质的战桥 让这里变成了临时的军用码头 此刻正有一辆辆整齐排列的坦克 驶向那些加固之后的战桥 一个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方阵排队登船 戈尔贡河的河面上 三艘塞西尔主力战舰正在远离战桥的地方执行警戒任务 而一系列用民船改造来的护卫炮艇 或后方船长赶攻出来的轻型炮舰则在宽阔的河面上 往来群巡 又有数艘甲板宽阔 船体四平八稳的坚固船只贴在战桥边缘 装载着那些登船的士兵和战车 那些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军舰的货运船 只是从后方调配来的改造型军用货舰 尽管说是改造成了军用 但由于时间有限 它们其实只不过是在船壳的关键部位增加了一些钢板 在船体上焊了一套护盾发声器 以及在船舱里安装了一套 能够和开拓者号建立连接的魔网终端而已 甚至连基本的武器系统都没有 要增加武器系统就意味着对动力级进行大规模改造 而造船厂那边的产能不够 它们的安全完全依赖于护航的军舰 这些装甲强运舰原本是准备用于转移北方地区的难民的 在地面部队向北方推进之初便开始进行改造 但等到它们终于改造完成的时候 高文却发现污染区内几乎没有多少难民可供转移 于是这些船只便被用于向前线运输各类物资补给 而今天 它们又迎来了新的任务 与塞西尔舰队一同起航 满载战车和士兵前往圣苏尼尔防线 守住那座重要门户 这支经由戈尔共河北上的部队 将比地面主力提前数天抵达圣苏尼尔 脚步声从身后传来 菲利普来到瞭望台上 对高文行礼后说道 钢铁油骑兵已经把维多利亚女公爵和琥珀送到玉金香堡附近 战士们目测确认了那座法师塔确实还在运行 如果一切顺利 消息将在今天被送往圣苏尼尔 很好 高文点了点头 等他们回来 这边应该也装船差不多了 正好可以登船出发 菲利普略微犹豫了一下 忍不住再次确认 您真的要亲自同往 高文笑了起来 我都已经到这里了 再往北走一点又有什么区别 但这支先头部队要执行的任务艰苦且危险 为了尽快支援王都 他要脱离地面主力 在抵达圣苏尼尔之后 他至少要在远离后方支援的情况下 孤军奋战五天 最糟糕的情况下 圣苏尼尔会在这支先头部队抵达前被攻破 这样一来 先头部队就等于直接被送到了怪物的包围圈最深处 即便有开拓者号和极光 陈兴两艘战舰掩护撤离 部队损失也会极其惨重 所以他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地面指挥官 高文看了菲利普一眼 你必须留在后面指挥主力军团 那剩下的就是我了 确实如此 我会先去圣苏尼尔组织防线 有三艘主力战舰的火力支援 北边出不了问题 高文笑着拍了拍菲利普的肩膀 你只需要继续按照计划推进就好 不只好沿岸防线 阻止那些怪物进一步污染西岸 最后 我们在圣苏尼尔会合 合拢这条封锁线 说完 他轻轻呼了口气 淡淡地说道 而至于王都会不会在那之前沦陷 维多利亚坚信 百德文和威尔士 可以把圣苏尼尔守下来 我就信他一次吧 黎明之剑 作者 远童 制作 阿法尔说 第0635章 国王 戈尔共和 甲板宽阔的装甲货剑 纳比尔号上 船长纳比尔搬动了一根铁灰色的拉杆 机械运转的轰鸣声 和阵战从他脚下传来 澎湃的动力 推动着这艘力大无穷的机械船缓缓加速 在前方开阔的河面上 数艘和纳比尔号相似的船舰 同样升起了各自的魔能一板 散发着微光的魔力尘物 在整个河面上缓缓飘散 机械长的声音 从旁边的铜管中传来 机械舱运转正常 船长 蕴含着充足水汽的风迎面吹来 塞歇尔的旗帜 在纳比尔号的船手上迎风飘扬 人过中年的船长离开了舱室 来到位于上层的小甲板上 他扶着小甲板铁制的栏杆 看着自己脚下这艘庞然大雾缓缓加速 感受着他体内充盈的澎湃动力 轻轻呼了口气 任何时候 乘风破浪的感觉 都能让这个和船只 打了半辈子交道的男人平静下来 他从未想过 自己会有朝一日踏上战场 他只是个游走在白水河上的船长 三艘木制货船是他的骄傲 他的生活原本和战场无缘 但战争却向他滚滚扑来 塞歇尔家族突然崛起 裴波伯爵则征用了大量船舰 去对抗这个突然崛起的家族 这其中就包括奈比尔的两艘船 以及他几乎所有的船员 一场战争之后 白水河上的纳比尔损失了大半的家产 只剩下一艘最老旧的货船 和积累了半辈子的航行经验 再然后 塞歇尔公国建立了 河道重新变得畅通 商业繁荣起来 各种各样的新东西层出不穷 新式的机械船开始取代旧式货船 丰厚的补偿和诸多可以期许的好处 让心灰意冷的船长动了心 他有了艘新船 其的名字还是他当年第一艘船的名字 纳比尔号 用自己的名字给船命名 这在船长之间非常常见 再然后 新的战争到来 政务厅开始向民间征募船只 同时招募经验丰富的船长 他们许诺了丰厚的条件 于是 纳比尔再一次动了心 当然也或许真有一部分原因 是出于塞歇尔公民的荣誉感 他响应了征募 连人带船一起上了前线 这个世界仿佛突然之间变得很快 快到纳比尔根本来不及思考 他是在何时变成这样的 或许大部分普通人都是这般活着 活在一个他们并不能完全理解的世界上 匆匆忙忙地向前走着 偶尔回头的时候 走过的每一步都是那么让人意外 纳比尔深深吸了一口戈尔共河上的清新空气 他看到有一对士兵正从甲板上走过 他们在检查战车上的扇步 检查固定战车用的铁钩和缆锁 那些士兵腰杆挺的笔直 走路仿佛带风 鹦鹉又自信 个个都是顶好的棒小伙 他们有父母家人 有亲戚朋友 或许还有自己的爱人和子女 他们穿着鲜亮的铠甲离开故乡 离开的时候或许曾和家人拥抱 和爱人吻别 他们怀里还揣着小小的信物 或者没来得及寄出的信件 和信物放在一起的 还有印着姓名编号的铁牌 他们已经经历了许多场战斗 幸运地活到了今天 他们中的一部分 可能会倒在接下来的战场上 另一部分则会带着荣耀 以及可能的伤病残疾 回到故乡 若干年后 那些仍然活着的 或许会开始给子女们 讲述他们一生所经历过的战场 其中或许也包括了这一次 甚至有可能还包括了这艘 曾运送过他们的装甲货箭 包括一个多愁善感 又充满冒险精神的船长 纳比尔转过头 看向远处烟波飘渺的河面 开拓者号威武庄严的剑影 在前方乘风破浪 隐隐约约 可以看见赛西尔的旗帜迎风飘扬 开拓者号上层甲板 维多利亚站在烈烈作响的旗帜下 助力许久之后 他收回了望向北方的视线 接着转身回到剑桥 回到这头令人惊异的战争巨兽的心脏位置 在这里 高文正站在一幅摊开的地图前 和拜伦一同讨论着舰队 在戈尔共河北段最可能受到袭击的点 以及王都圣苏尼尔要面临的局面 我们会在两小时后通过斯通河口 高文抬起头 看着来到地图前的维多利亚 那是第一个需要减速的河口 同时也是彻底脱离地面主力部队的第一站 施救侦察兵已经起飞 我正在等他们回转消息 这将是一次风险很大的行动 但说实话 我还挺喜欢冒险的 拜伦击击眼睛 回去之后 我可以给我的女儿吹嘘十几天 我告诉百德文 圣苏尼尔至少需要在手七天 维多利亚看向那铺满整个桌面的地图 手指在王都的边缘扶过 圣苏尼尔有东西两座未保 只要这两座附属在城墙外部的堡垒 在这七天内不破 他们就能等到支援 高文微微闭上眼睛 来自卫星视角的俯视图景 在脑海中迅速移动 缩放 王都圣苏尼尔浮现于他的视野中央 那座庞大而古老的城市 仍然屹立在平原上 他笼罩着一层阴晕的魔法护盾 护盾的微光 因魔力流转而微微仗缩着 让整个王都仿佛一颗 正在缓慢跳动的心脏 而在这颗心脏 西南和东南的城墙外 两座坚固的堡垒上空 闪光不断 在城市之外 一片扭曲如动的 潮水正在缓慢地吞噬着 圣苏尼尔的防线 但又被那两座堡垒 不断泼洒出来的闪光 一次次抵挡下来 那些闪光是燃烧的石弹 覆魔的弩剑 以及战斗法师塔释放出的魔法飞弹 圣苏尼尔积累数百年的底蕴 正在面临他建成以来 最艰巨的考验 一只受惊的鸟雀掠过圣苏尼尔阴沉的天空 一片掉落的尾雨 飘飘扬扬地落进白银宝的庭院 庭院中 身穿一身华服 腰胯皇家文是常见的威尔士 在步道上停了下来 他伸出手去 接住了那片飘落的尾雨 随后右面无表情地轻轻放开 在他身后 全副武装的王家骑士团副团长科恩 罗伦停下了脚步 一同停下脚步的几名骑士身上的铠甲 发出一阵金属撞击声 科恩 罗伦低声询问 殿下 连鸟都开始逃离这座城市了 威尔士 摩恩轻声说道 这本应该是白尾雀驻巢的季节 科恩 罗伦低下头 但人不是鸟 威尔士微微点头 去吧 是 科恩 罗伦绷直身体 敲击了自己的左胸 随后转过身 带领着骑士们快步离开 威尔士则在副团长离去之后 才慢慢转过头 看向不远处的阴影深处 百德文 法兰克林慢慢从那里走了出来 殿下 您的感知比我想象的敏锐 法兰克林公爵 威尔士注视着眼前的摄政公爵 您在这里做什么 金项目厅的会议已经开始 贵族们正在等着您出现 威尔士默然了两秒钟 轻轻点头 七天 是吗 是的 七天 威尔士没有在说话 他越过百德文公爵 迈不向前走去 百德文 法兰克林的声音 却从他身后传来 殿下 您的目标明确吗 明确 威尔士脚步微微停顿 我去加固城墙 金项目厅中 吵杂的讨论声 正欲掩欲裂 王都的贵族们 歧视家族的代表们 执掌着力量的主示者们 在这座本应庄严肃木的大厅中 吵得不可开交 每个人都在发表自己的意见 每个人都在努力争取对局势的控制权 讨论渐渐变成争论 争论又渐渐接近了争吵 在生死存亡面前 在王国的权力核心分崩离析 军事力量一溃千里 王都对外指挥机能完全崩溃的情况下 这座城市中最后的权力者们 似乎终于抵达了极限 城市外面的怪物变得越来越多 局势变得毫无希望 困守王都似乎已经失去意义 面对这种局面 多少大意凌然的声音 都显得格外微弱 唯有切实自保的方案在占据上风 但突然之间 侍从略有些尖锐的高声唱诺 打破了金项目厅中的争吵 那扇沉重的包金项目大门 被人从外面推开 伴随着哐当一声巨响 大门敞开 威尔士 摩恩出现在所有人眼前 这位王储迟到了 迟到了将近一个小时 但即便是不被人重视的王储 也不会有人在这种时候 跳出来质疑他的迟到 威尔士 摩恩只是静静地环视了大厅一圈 随后便迈开脚步 不紧不慢地走向大厅尽头的高大座椅 气氛似乎有些怪异 金项目厅中 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安静下来 很多贵族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感觉到 今天的威尔士王子 似乎和平日有些不同 而另一些人 则悄然离开了自己的座席 不动声色地来到王子身边 威尔士 在走到一半的时候停了下来 他正站在大厅的中段 在周围渐渐响起的窃窃私语中 他的目光扫过几人 开口说道 我们将全力守住这座城 谁反对 周围的贵族们 一下子鼓噪起来 有人高声叫道 殿下 困手下去 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我们有支援 威尔士 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当他开口的时候 周围再次安静下来 援军在路上 七天后就到 他们是南方的塞西尔军团 维多利亚女大公也在其中 这一次 周围贵族的鼓噪 竟比之前更甚 无数人震惊于这个 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 有人脸上带着惊喜 有人相顾恶然 但更有人不小心喊道 这 这可能吗 殿下 这消息是真的 威尔士 再一次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人心与他预料的一样 并不是只要等到援军的消息 圣苏尼尔就会变成一块铁板 在这座沉沦 腐朽 分崩离析的城市中 王室早已失去威严 今日甚至就连摄政公爵 都难以压服所有的贵族家族 任何人说的话都不会被所有人相信 哪怕说话的人有着摩恩的血脉 恰恰相反 有人会认为这消息是他故意散不出来 为的是让其他人死心塌地地 死守这座城市 争取足够的时间 好让王室能够转移他们那最庞大的财产 即便这消息有百德文 法兰克林说出来也是一样 因为如果某些人站在同样的位置上 他们百分之百会这么干 威尔士只是静静地看着那个出声喊叫的贵族 慢慢说道 全力守住这座城 等待七天后的支援 这是命令 殿下 您还不是国王 您还不能直接下这种命令 被威尔士注视的王都贵族惊叫起来 至少您要等 路克雷伯爵 威尔士打断了他 你的家人 情妇 珠宝以及本应手在城墙上的骑士们 现在都在什么地方 路克雷伯爵瞪大了眼睛 似乎终于从这个缺乏威严和存在感的名义王储身上 感受到了一丝压力和震慑 我 我 威尔士平静地说道 路克雷伯爵 你不该把他们送出城的 这是叛国 路克雷伯爵张了张嘴 似乎还想发出几句辩护 然而 他只来得及从喉咙里挤出几个毫无意义的阴姐 一柄装饰着金色花纹的王家配件 不知何时已经刺穿他的喉管 精准 无声 瞬间致命 威尔士微微侧开身子 看着那位王都贵族像一个破麻袋般倒向地面 一股喷射出来的血液溅在他脸颊上 而他垂在身旁的常见表面 已经浸染了一层刺眼的血光 周围瞬间寂静无声 只有令人难以忍受的死忌和一双双隐含着震惊和恐惧的视线在空气中交错 几乎有一半的人都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因为这事实实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就在这金橡木厅中 在这安苏王国最神圣庄严的地方 威尔士 摩恩竟当着几十个王都贵族的面 亲手处死了一个伯爵 大厅中的另一半人 则不动声色地看着这一切 威尔士甩了甩长剑上沾染的血液 迈步走向大厅尽头的那张座椅 而直到这时 震惊失声的贵族们才仿佛突然反应过来 他们纷纷惊呼 躁动 但一阵阵沉重的铁靴踏地声突然响起 打断了每一个想要发出质疑的声音 大量全副武装的骑士冲进了金橡木厅 迅速控制了大厅所有的出入口 并包围了大厅中央的会议掌桌 身穿蓝色战斗法师袍 内衬所甲的科恩 罗伦随后进入大厅 高声宣告 王氏骑士团员团长海拉克 伯格因纵容士兵逃亡被剥夺团长一职 即日起幽禁 依君志 我已接任王氏骑士团团长职位 王氏骑士团向威尔士 摩恩陛下宣誓效忠 威尔士 摩恩陛下 一双双惊恶的视线 看着眼前 这令人猝不及防的局势变化 他们看着那个 以同时具备超凡骑士和法师之力 文明的骑士团 副团长大踏步地走进大厅 看着他面无表情地跨过陆克雷伯爵的尸体 仿佛终于开始明白过来 今天这里要发生的事情 而此刻 威尔士 摩恩已经来到了大厅最深处的那张座以前 这位曾经离开白银宝20年的王储转过身 慢慢坐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 视线扫过所有人 陆克雷伯爵的鲜血沾染在他脸上 那张被所有人轻视了20年的面孔 在这一刻显得令人恐惧 从今天起 我加冕为安苏国王 听到威尔士 摩恩平淡的声音 大厅中响起了窃窃私语 人们惊疑不定地互相看着 有的人还在怀疑这一切的真实性 而有的人却下意识地冒出了疑问 谁来举行这家免仪式 就在这时 有位于大厅门口附近的贵族低声惊呼起来 法兰克林大功来了 人们伸长了脖子 一双双眼睛注视着正走进门口的百德文 法兰克林 这位摄政公爵缺席了整场会议 而在人们看清他手上拿着的东西之后 一种难以言喻的寂静笼罩住了所有人 百德文法兰克林手中拖着国王的金冠 这位西晋公爵在门口站了片刻 随后他迈开脚步 一步一步走向大厅尽头的 王座 有人这时候才反应过来 这里是金像木厅 不仅仅是召开最高级贵族会议的地方 也是国王加冕的场所 威尔士 摩恩的一身华服 其实是国王加冕时的礼服 那柄处死了路克雷伯爵的文士常见 是国王接受加冕时的礼仪配件 在一双双充斥着紧张 畏惧 期待 惊恶等复杂情绪的眼睛 注视下 百德文 法兰克林跨过了最后一段距离 他来到威尔士 摩恩面前 手中的金冠微微举至半空 但他的动作静止在这里 没有继续下去 没有将金冠带在新国王头上 威尔士自己伸出手 接过了那沉重的冠冕 慢慢将其放在头顶 大厅中 每一位王都贵族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从今日起 安苏将不会再有摄政公爵了 威尔士 摩恩带着曾经为埃德蒙准备的新王冠冕 默默地注视着大厅中的一切 几秒钟后 他站了起来 将燃血的国王之剑慢慢举起 守住圣苏尼尔 这是国王的命令 黎明之剑 作者 远童 制作 阿法尔说 第0636章 守成 威尔士 摩恩加冕了 在这个安苏即将清复的时刻 发生在金像木厅的事情 最终传播出去了一部分 在某种有意无意的控制下 生活在内城区 但没有资格进入金像木厅的贵族们 知道了事情的大致经过 他们知道国王处死了叛国者 知道新国王在加冕之前 便已经获得王室骑士团的效忠 知道西晋公爵伯德文 法兰克林交出了国王的金冠 而威尔士亲自为自己完成了加冕 除了这些表面上的经过之外 发生在骑士团中的清洗 数名大贵族因叛国罪 在加冕仪式结束之后 即被幽禁的经过 则只有少数人知道 就这样空旋已久的王位上终于又有了国王 王室骑士团再次以国王的名义回到了战场 在那一天 从金像木厅走出来许多脸色苍白的贵族 而之前纷繁吵杂的各派声音在这之后便被统合到了一处 关于南方援军的消息开始在全城传播 新国王则出面确认了这消息的真实性 于是守城士兵受到了鼓舞 各个骑士团中的贵族子弟也安定下来 惶恐不安的市民稍微恢复了一些勇气 已经濒临崩溃的王都秩序在悬崖边上晃了一圈 最终还是回到了安全的边界 尽管这一切只是暂时的 但圣苏尼尔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暂时 一道巨大的奥数电壶劈开空气 伴随着强烈的闪光和一连串的爆炸 轰击在东南部的城墙上 庞大的圣苏尼尔大护盾泛起层层涟漪 将奥数电壶的冲击消弥于无形 仅留下残存的一片电芒 铁视着护盾在城墙外的空气中四处一散 士兵们在震动中东岛西歪 一名身披王室徽章披风的骑士 第一个从人堆里爬了起来 举起刀剑声嘶力竭的呼吓 弩炮 上附魔箭矢 骑士的鼓舞光环向着四周扩散 让身为普通人的士兵们迅速恢复了行动能力 战士们冲向最近的弩车和堆放着箭矢的平台 开始飞快地准备反击 城防弩炮所谓的箭矢 其实就是标准尺寸的战矛 刚制的箭头上镶嵌着一点点细碎的密银 战斗法师守在弩车旁边 看到士兵将新的箭矢放入钩槽之后 便立刻为那些许密银中注入魔法的力量 砰的一声弓弦阵响 箭头闪烁微光的巨大箭矢破空而出 在那些许密银中蕴含的魔力彻底消散之前 他们已经划着弧线 坠入平原上那层涌动的恐怖之潮 一点闪光在坠落点爆发开来 紧接着便是一团不大不小的爆炸火团腾空而起 城墙上 骑士再次扬起长剑 高声呐喊 重装 瞄准 放 第二轮附魔弩箭坠向战场 而伴随着那些巨大箭矢一同飞出去的 还有城墙后方的战斗法师塔 所发射出的大型奥数飞弹 第二轮打击在那些怪物中 炸出了一团更加盛大的火光 所换来的则是同样盛大的回击 即便狂乱的怪物也有着反击的本能 疾风咒语一般的奥数电狐请客极致 一道圣洁的白光恰到好处地降临 在那些奥数电狐开始消耗圣苏尼尔大护盾之前 将其挡了下来 身披朴素白色裙袍的维罗妮卡 缓步走上城墙 他的双手微微张开 圣光在他身旁的空气中浮动着 与他身后的整个神官团隐隐共鸣 神官团到了 指挥此处防线的骑士发出惊喜的叫喊 所有人复位 重装 继续反击 大量身披白色长袍的圣光牧师 和身穿白色铠甲的叫停骑士 从维罗妮卡身后跑上城墙 一边释放各种神术 帮忙抵御惊醋巨人的攻击 一边开始飞快地治疗那些受伤的士兵 即便有圣苏尼尔大护盾的存在 也不是所有的攻击都能被挡下来 偶尔穿透护盾的奥数闪电和护盾 剧烈震荡时产生的冲击波 都会导致守城士兵的伤亡 而掌握着治愈能力的神官 在这时就显得尤为重要 各种各样的呐喊声充斥四周 剑火夹杂着魔力爆发 护盾共鸣 弓弩发射的各类声响 这个充斥着死亡和战火的地狱 与宁静祥和的圣光大教堂 仿佛两个极端 而维罗尼卡却至身其中 脸上仍然维持着淡然圣洁的模样 仿佛丝毫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 事实上她身边甚至都围绕着一层 有若实质的宁静气场 就仿佛圣光大教堂的安宁环境 已经固化在她身上一般 随着她的行动来到了城墙上 仅仅因为王位上有了一个国王吗 维罗尼卡静静地看着眼前 这种植盛盛的一幕 用只有自己能听清的声音轻盛说道 一名身披白底金鞭 长袍的中间牧师跑到维罗尼卡面前 圣女大人 西段城墙出现大量伤亡 那边的神官团 维罗尼卡温和地微笑着 用令人安心的语气说道 你带着人手去支援 这里留给我就可以了 大人 您的安全 你们是来保护这座城 不是来保护我 维罗尼卡打断对方 去吧 我还不至于保护不了自己 是 神官团飞快地离开了 维罗尼卡则静静地站在 激战正憨的城墙上 圣光的力量 从她身边慢慢弥散开来 笼罩着附近所有的将士 以及一部分圣苏尼尔大护盾 这源源不断地强大圣光 甚至超过了一整个 神官团的力量总和 在圣光的庇佑下 这段防线迅速稳定下来 甚至转入了有力的反击阶段 指挥防御的骑士 对维罗尼卡投来感激的视线 却没有时间前来详细道谢 如果是在往常 骑士必然不会放过这个 能够与圣女公主对面交谈和致敬的机会 但现在 首位城市的任务 显然比什么都重要 维罗尼卡则 只是淡淡地对骑士点了点头 接着低下头 看着自己身边溢散出去的圣光 这光明的力量源源不断 即便不去刻意祈求和引导 他们也在自然而然地涌现和聚集着 守护的意愿 非常强烈 维罗尼卡 低声自言自语着 手指仿佛拨弄着某种有形之物般 搅动身旁的一缕圣光 有趣的是 城墙上的少量非圣光信徒 也在得到平等的庇护 人类的求生欲在这种时刻会超过信仰领域规划出的束缚吗 人真的在指引圣光 维罗尼卡抬起头 看向了不远处的另外一段城墙 昨天才完成加冕的安苏新王笔直地站在墙朵后面 他以双手拄着国王之剑 一身描绘着复杂金色花纹的铠甲 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蓝底金纹的王室披风 在身后微微摆动 而国王的金冠仍然戴在他头顶 沉重庄严 这是在任何场合下都格外醒目的着装 从实用意义上来讲 穿着这样一身鲜亮的甲皱 出现在战场上 只能让自己很快变成敌人的目标 但在这里 只有足够醒目 守城的将士才能看得清楚国王在什么位置 才能维持士气高昂 不管是新王加冕 还是援军情报 亦或者骑士团对各个贵族的强力控制 所有这些手段所带来的斗志和团结力量都是暂时的 这是一座被围困的故城 而外面的敌人无穷无尽 在坚韧的钢铁意志 在这种困守局面下都会被不断消耗 因此国王必须站在城墙上 好尽可能地将这暂时延长得久一些 一阵风声响起 百德文 法兰克林驾驭着飞行术降落在威尔士 摩恩身边 陛下 西段城墙的护盾已经重新充能 墙体正在自我修复 防线暂时稳定了 威尔士轻轻点头 伤亡情况怎么样 320名士兵受伤 27人当场死亡 但神官团及时赶到 伤亡没有进一步扩大 西墙壁垒呢 仍然玩好 护盾挡住了最强力的一击 所谓西墙壁垒 指的就是包括西段向前延伸的一部分主城墙在内 再加上整个西侧 魏宝所形成的防御结构 与之对应的则是东墙壁垒 这两座壁垒结构 是圣苏尼尔面对来自圣灵平原的攻击时最大的一仗 威尔士微微松了口气 目光从平原方向收回 保持这种局势 我们就能守下来 但我们会在第五天或者第六天的时候 耗光法师塔的能量 大护盾也会濒临极限 到那之后就只能用人命来抗了 七百年前 我们的先祖就是用人命把这个地方打下来的 现在用人命去守 也没什么不对的 百德文公爵的目光 百德文公爵的目光在威尔士脸上停留了很久 终于轻声说道 陛下 几乎所有人都没能真正看清您 威尔士没有回头 只是静静地说道 其实他们的判断本来没错 两秒钟的沉默之后 百德文发出一声若有若无的叹息 接着说道 陛下 如果一切如愿 那么七天后 高文 塞歇尔公爵的大军便会抵达 无论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支大军都具备杀穿这些怪物的力量 具备平息这场灾难的能力 我知道 那么 看来这也在您计划中了 城墙上一时间陷入了无言的沉默 只有远处的喊沙和空气中掠过的呼啸爆鸣声 此起彼伏 整整数分钟后 百德文公爵的声音才打破这份沉默 陛下 凡是做最坏的打算 如果援军没有在七天后赶到 您做好准备了吗 当然 威尔士平静地说道 我姓摩恩 那么 法兰克林与您同在 叫准者光束所形成的炫目光流渐渐消散 唯有空气中残存一道扭曲的轨迹 显示着之前那可怕洪流曾经存在过 河岸上那些可能威胁到装甲或剑的精促集群被消灭之后 整支舰队重新开始加速 飞快地向着戈尔共和北岸继续前进 开拓者号上 一只体型巨大的装甲施救平稳降落在宽阔的甲板上 一位女性施救骑士翻身跃下坐骑 将自己的伙伴交给接应的士兵之后 女骑士迈步走向不远处的剑桥 数分钟后 琥珀来到高文身旁 施救骑士观察到北方很远的地方 有大规模交战的迹象 位于戈尔共和西岸 似乎是有人在组织封锁河岸 抵御精促度河 从魔力反应判断 封锁河岸的一方并没有落入劣势 看来王都那边并没有完全瘫痪 至少他们还有余力封锁戈尔共和的一部分河岸 防止污染扩散 高文微微点头 颇感欣慰地说道 应该是法兰克林公爵的西境军团到了 西境军团的战斗力比不过东境和北境 但至少也是护国军团之一 封锁一条河岸还是能办到的 琥珀也跟着点了点头 这样一来 就暂时不用太担心污染过河的问题了 而且我们也能更早点和北边 他话刚说到一半 便看到一名军情局干员 匆匆忙忙地跑了过来 那干员脸上的神情 有些古怪 手中还紧紧握着一纸刚刚抄路来的情报 琥珀接过那份情报 匆匆扫了一眼 便带着惊讶将其递给了高文 两个重大情报 第一 可能是因为舰队正在接近北边完好的中继站 我们刚刚恢复了和圣苏尼尔联络站的通讯 信号虽不稳定 但已经能勉强联络 第二 威尔士 摩恩加冕了 黎明之剑 作者 远同 制作 阿法尔说 第0637章 胶着 这确实是重大消息了 高文静静地坐在那里 沉静的面容上 看不出多少情绪波动 但显然正在陷入思索 而站在旁边的维多利亚 则下意识地向琥珀寻求证实 威尔士加冕了 消息可靠吗 消息可靠 我们在圣苏尼尔城的情报人员一直在维持运作 他们在这方面可比你们的皇家隐畏靠谱的多 琥珀看了维多利亚一眼 目前详细经过还不清楚 但可以确认新王加冕暂时稳定了王都的局势 目前圣苏尼尔所有的骑士团和兵团都已经对国王宣誓效忠 白银宝方面还公布了援军即将抵达的消息 这让城内居民也初步安定下来 总而言之 王都那边的情况正在好转 虽然只是暂时的 高文一边听一边点头 接着看向维多利亚 你说你了解威尔士 那么这一步你料到了吗 这 维多利亚略微迟疑了一下 慢慢摇头 这超出了我的预料 其实我多少猜到了一些 高文轻轻呼了口气 圣苏尼尔是一个泥潭 你和我都知道那些贵族的行事准则 即便援军的消息送进城里 他们也还是会心怀各异 为了控制局势 威尔士和百德文可以选择的路不多 是吗 维多利亚轻生说道 那张仿佛永远笼罩一层冰霜的面孔 隐藏了他所有的内心想法 没有人知道这位冰雪大公此刻心中是何感想 但所有人都明确一件事 此时此刻加冕的国王已经提前置身于风口浪尖上 而在安苏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摄政公爵制度 已经随着这次加冕宣告终结 高文没有在说话 只是微微闭上了眼睛 仿佛是在闭目养神 但在内心深处 他脑海中却回忆起了去年宏伟之强攻城开始之前 王室骑士团副团长科恩 罗伦的那次拜访 新国王的加冕稳定了王都 本来摇摇欲坠的防线 也稳定了差点就要崩溃的城内秩序 但人心的鼓舞改变不了战局的艰难 在这场决定生死的守城战中 防线的情况只能一天比一天恶化 这是无法改变的趋势 怪物的数量巨大 仿佛无穷无尽 守城的士兵却每天都在减少 怪物不知疲倦 不惧死亡 人的意志却会不断消磨 怪物不担心物资补给 不在意任何损耗 然而圣苏尼尔城的所有物资供应都有限 他的护盾和城墙也不是传说中战神的宫殿 可以在战争中永续屹立 第四天 惊猝巨人们的攻势突然增强 一支从圣灵平原 东南部游荡过来的怪物大军被前线吸引 开始冲击圣苏尼尔的东部城墙 这次意料之外的冲击 险些冲垮东墙壁垒上的防御 在一番浴血奋战之后 骑士团和王家法师们终于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然而代驾士上千人在一场战斗中直接阵亡 从城墙上抬下来的尸体没有被送入内城 而是在外城的城墙脚下直接焚烧 浓烈的烟雾和刺鼻的气味在外城区盘踞了一整天 甚至盖过了尊渔街那常年不散的著名味道 内城区靠近围墙的一处民宅 一个高高瘦瘦 头戴头巾的男子推门走入屋内 他一边把外套脱下来挂在墙上的挂钩上 一边抬起眼皮 看向坐在附近桌子后面的同伴 预备队已经被派上城墙 据说护盾正在越来越不稳定 那些怪物的攻击时常会穿透护盾 落在城墙上 高瘦男子的同伴是一个面旁泛黄 手脚粗大 头发胡须杂乱的中年人 他这时候正一边摆弄 放置在桌子上的机器 一边挠着头发 听到高瘦男子的话之后 这中年人才抬起头来 琥珀局长发来情报 他们已经靠近古地回廊附近的河口 并和那里的怪物交手了 有确切的消息比什么都好 高瘦男人轻轻呼了口气 这段日子真是艰难 手脚粗大的中年男人赞同地点了点头 但在他开口之前 一阵突然从街道方向蔓延过来的神圣 狂热气息打断了他们的交谈 高瘦男子迅速靠近附近的窗板 眼睛贴在窗板的缝隙上 他看到一对身穿白色铠甲 披着白色罩袍的骑士 正大踏步地走向城墙方向 那些骑士没有戴头盔 每一个人脸上都刺着充满神圣语句 象征符文的刺青 肉眼可见的圣洁光辉 笼罩在这些骑士头顶和肩膀上 他们脸上带着某种狂热的表情 就好像下一刻 不是要奔赴九死一生的战场 而是要前往永生的神国一般 高瘦男子离开窗户 对同伴说道 是圣教军的骑士 脸上都是刺青 教皇的内庭卫队 现在连圣光教会的预备队都上了 手脚粗大的中年男人 陈生说道 看样子 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啊 圣光大教堂 一座高高的塔楼上 维罗妮卡站在窗前 注视着那些虔诚的圣光骑士 在两名战斗主教的带领下奔赴战场 微微叹了口气 在他的视野中 那些虔诚狂热的圣光骑士 以及带领他们前往城墙的两名主教 皆是熊熊燃烧的圣光火炬 虽然圣洁明亮 却已经不再是人类 他离开窗口 回头看向站在自己身旁的 另外一个圣光火炬 山迪 去大光明听 名为山迪的女祭司 立刻说道 你还需要休息 上一场战斗你的损耗太大了 维罗妮卡摇摇头 为主而战的时刻 些许疲惫 算不得什么 在他视野中 那根名叫山迪的圣光火炬 立刻变得明亮起来 并发出赞同的声音 你说得对 我们去大光明听 大光明听内 圣光阴晕笼罩 隐隐约约的圣洁空灵之声 在空气中回荡不休 教皇圣 一凡三是此刻 离开了他的圣座 这位强大的圣光卷者 手持那根象征 神明代言人的白金权杖 极端苍老的身体 虽然勾楼 却还是毫无动摇地 站在大厅中央 从天而降的圣光 笼罩在其头顶 凝聚出仿佛门飞一般的幻象 而在教皇周围 有资格进入大光明听的大主教们 正环绕在他身旁 主教团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祈祷仪式 他们低垂着双目 心中虔诚呼唤着圣光之神的回应 全场没有一个人开口 但却有层层叠叠的祷告声不断回荡 而这所有的祷告都指向圣 一凡三是上方汇聚的那扇门飞 在这持续不断的祈祷中 圣一凡三是微微闭上了双眼 做出侧耳倾听的模样 他在那混沌低沉的那男生中 仔细聆听 仔细分辨 接受着来自圣光之神的神谕 第一段祈祷仪式结束之后 圣一凡三是微微张开了眼睛 看到维罗妮卡正站在自己面前 这位圣女公主 在仪式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进入了大光明听 但并未打断仪式的进行 而是静静等到现在 圣一凡三是温和的开口了 嗓音带着某种奇妙的共鸣感 维罗妮卡 主最虔诚的孩子 你来了 维罗妮卡微微低下头 没有像往常一样直接注视教皇 勉下 我来聆听神的旨意 圣一凡三是轻轻汗手 那张苍老的面容上浮现出激动与肃木交杂的复杂表情 罪恶的力量步步紧逼 圣洁的战士们大量牺牲 受苦难的人在祈求着圣光的庇佑 圣光之神已不忍看到这一切继续下去 他命我做好迎接降临的准备 抵御最黑暗的时刻 说完之后 老教皇顿了顿 语气中带着一丝悲悯 凡人 终究还是需要庇护和引导的 维罗妮卡虔诚地低着头 两秒钟的沉默之后 他才轻声说道 啊 确实如此 圣 伊凡三世微笑起来 满意地点点头 降临仪式过程中 大光明听将彻底关闭 所有下集神官牧师皆不可进入 维罗妮卡 你是主最虔诚的孩子 也是沟通神明和凡人的桥梁 你来负责把守大门 直到危机解除 维罗妮卡保持着头颅低垂 温和而恭顺地说道 是 缅下 无尽汪洋深处 越过风暴和混乱魔力场的封锁 在由海妖统治的爱欧大陆上 一座规模巨大的设施 正在渐渐成形 这里位于海妖王城安塔维恩的搁浅区东部 宽阔平整的台地 正对着安塔维恩威额的合金墙壘 海妖们在这片台地上搭建起了一座大型广场 广场之大足以容纳数万海妖在其中聚集 占地较小的人鱼形态或者盘的比较密实的海蛇形态 而在广场中央 工程机械正将大量合金框架 机器设备 建筑材料组合为一座数百米的高塔 这高塔已经出具雏形 它就仿佛数层大大小小的贝壳环绕而成 流线型的建筑结构带着源自深海的独特美感 海蓝色的装饰线条层次分明 将塔身分成了三段主要结构 其基座厚重而低矮 塔身则高而比直 最顶层则是悬浮在半空的一枚大型球体 那球体充盈着波动的水光 仿佛是纯水凝聚而成 却不可思议地保持着形体 没有任何崩解迹象 深水技师们正在这座高塔周围紧张忙碌 安装附属设备或者调试已经就绪的各个系统 而一位身穿海蓝色长裙 气质雍容华贵 下半身蛇尾盘旗的女性则站在广场附近的一块巨石上 注视着正在施工的高塔 一名手执三叉戟的蛇尾女官攀上巨石 在海妖女王佩提亚面前弯下腰 女王陛下 元素折月塔在24小时内就可以准备就绪 之后便只需要等西部大陆那边发来准确的定位信号了 很好 大家都辛苦了 这是我们的职责 女官说道 不过 建造并激活元素折月塔消耗不菲 我们等于是付出了一次反应堆点火的机会 反正也点不着 佩提亚很想这么说 但女王直接说 这个好像不合适 皮尔传回来的奥数能量萃取技术已经足以补偿这点损耗 短暂思索之后 海妖女王轻生说道 更何况我们还有可能收获大量额外的能源物质 是的 我们已经把储能单元的能量管线连接到这边 转化 纯化 萃取相关的设备也已经准备就绪 但具体提尔提到的新食物是否符合标准 还有待验证 没关系 哪怕不能拿来给飞船充能 至少还能拿来吃 佩提亚倒是很看得开 或者说 海妖们一向都很看得开 能让我们更加适应这个世界的环境也是好的 一边说着 她一边再次把视线投向远方 看着另外一批深水技师操纵工程机械 在广场周围安装各种防护设备 她不紧不慢地说道 这一次 除了注意用餐秩序之外 姐妹们还要小心安全 毕竟 这次的小饼干是活的 偶尔活跃起来的大鱿鱼 不好对付 活着的小饼干应该也一样 黎明之剑 作者 远童 制作 阿法尔说 第0638章 最后一道墙 第五天 惊醋巨人仍然如潮水般涌来 来自圣灵平原的怪物仿佛源源不断 而人的力量已经濒临极限 奥数能量汇聚成一轮又一轮的闪电风暴 毁灭性的力量不断舔视着圣苏尼尔大护盾那摇摇欲坠的能量屏障 一种令人极端不安的低沉笑叫声在整个大护盾内部回荡着 仿佛成千上万人发出的嘶吼 又仿佛大地深处正在不断裂开一道通往深渊的裂口 曾经完整浑然的屏障此刻实际上已经千疮百孔 大片大片支离破碎的灶斑覆盖在城市上空 那些灶斑以及充斥在护盾内部的校轿 无不提醒着城市的守卫们 护盾即将崩解 过于活跃的魔法力量在平原上空蓄积着 已经开始影响天象 本应是夏季的时节 整个城市却被一阵阵阴冷的狂风席卷 蓝底金边的安苏王旗在城墙上空烈烈作响 迎着狂风狂乱舞动着 而在王旗之下 伤痕累累 疲惫不堪的骑士和士兵们正困手在投石机和大型弩炮旁 困手在强躲后 以一种麻木般的坚韧注视着下方的平原 用于守城的石弹和巨型弩箭仍然堆积在城墙上 然而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弩炮和投石机还在坚持作战 因为给弹药师加魔法效果的法师们已经法力枯竭了 法力是比体力更容易枯竭的东西 也是更容易受到环境影响的因素 法师必须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下才能较快地恢复力量 然而此刻整个圣苏尼尔城都被动荡不安的魔力场笼罩着 人的精神毕竟不是机器 根本无法在这样的魔力环境下顺利冥想 王家法师们尽己所能地维持着防线的火力 但随着这超乎人类想象的激烈战斗一天天持续 越来越多的中低阶法师暂时失去了继续控制魔力的能力 而这些法师的退场是整个防线不可避免走向崩溃的开端 没有战斗法师提供辅助 常规的实弹和弩剑对那些惊醋巨人几乎没什么效果 威尔士穿着已经沾染了不少血迹 多出了不少伤痕的纹饰铠甲 首提国王之剑 缓缓走过南部城墙 阴冷的风在护盾和城墙之间穿梭不息 卷动着他身后的披风和前额的头发 他走过一段刚刚经历过激烈战斗的城墙 这一段的护盾曾经被击穿过 强大的傲数电弧劈碎了大片的石砖 并在地面上留下一团团焦黑的残疾 工匠们和法师们紧急重新加固了这里的地面 修好这里的投石机 新的士兵代替了之前全员阵亡的队伍 继续坚守在这里 一个身穿残破铠甲的骑士 已靠在附近的墙朵上 骑胸甲上还依稀可以看到王室骑士团的灰迹 他微微仰着头 满面血污 一动不动 仿佛已经死去多时 威尔士确实以为这骑士战死了 然而当远处的号角声响起 怪物再次冲击屏障的一刻 满面血污的骑士便瞬间翻身而起 冲向了最近的投石机 开始指挥士兵展开反击 新国王看着这一切 什么也没有说 他继续向前走去 寻视着他曾发誓要坚守下来的城墙 又是一阵令人恐惧的呼啸声 从护盾上响起 整个圣苏尼尔城都仿佛被笼罩在一口大钟里般剧烈震荡 片刻之后 风声响起 身披傲数之眼法袍的百德文 法兰克林驾驭着风降落在威尔士身边 飞快地说道 陛下 南区护盾节点刚刚烧毁了 我听到了那声笑叫 威尔士平静地说道 他还能撑多久 百德文公爵抬起手 只向王都上空那正在飞快蔓延的造班 他已经开始崩溃了 圣苏尼尔大护盾正在崩溃 他在过去的数天内承受了远远超出射击预值的压力 此刻所有的节点都已经半毁或全毁 而更致命的是 王都地下的魔力焦点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能量 能量的匮乏正在引发护盾分解连锁反应 导致它的节点一个个被反噬的魔力吞噬熔毁 城墙上也有人注意到了正在崩溃的大护盾 然而却没有人离开防线 威尔士也只是平静地注视着大护盾逐渐崩解的景象 几秒钟后才轻声说道 我们应该听从维多利亚大公的建议 把魔网规模扩大 把它和大护盾连接起来 太多人对塞西尔的技术心存疑虑 现在是接受代价的时候了 威尔士没有说话 他抬起头 看向了圣光大教堂的方向 一道磅礴的光辉正从那座古老的大教堂顶端喷勃而出 充盈着无尽庄严 浩渺的气息 大护盾坚持不到援军抵达 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但在护盾崩溃之后 用人命填充缺口之前 圣苏尼尔还有最后一层用于抵御的城墙 神权在这座王都中盘踞了这么多年 也是时候履行他们的职责了 神将仪式已经进行到最终的关键阶段 大光明厅内已经变成一片圣光的海洋 常年漂浮在大厅顶部的圣光云顶降至地面 宛若传说中天国降临之前的神圣意象 在圣光云顶的浸润中 大光明厅的每一根立柱 每一尊雕塑都仿佛包裹上了一层水晶般的外壳 让神圣典籍中所描述的那座光柱之城降临到了人间 在这圣光充盈的海洋内 身披华贵法衣 头戴冠冕的主教们正在前程 称颂着圣光之神的力量 层层叠叠的祷告声伴随着大厅里的圣光云海一同涌动着 并不断汇集像站在大厅中央的教皇 圣 一凡三世站在那里 手握像争着神拳的白金拳杖 他高高举起握着拳杖的那只手 第一次将拳杖重重地撞击地面 称颂主的名 愿您的意志施行于大地 令大地沐浴恩典 众生得以庇护和赦免 光辉从教皇的五官孔隙中倾泻而出 仿佛一个强大的光源正充盈在他体内 并努力想要挣脱这血肉的束缚 在主教们的其声赞颂中 他第二次将权杖撞击地面 称颂主的名 愿您的意志施行于天空 令世界光明照耀 邪恶无所遁形 黑暗无处隐藏 光辉在教皇身上流淌 凝聚出了一个更加高大 更加浩渺的虚像 这虚像依稀还有些教皇的面貌 然而其背后却又生起更多虚幻重叠的影子 仿佛无数人的面孔和身形凝聚在了一起 形成一个光辉灿烂的巨人形象 最后 他第三次将权杖撞击地面 称颂主的名 您是黑暗中最初的庇护者 是凡人最初寻求的希望 众生将永远追寻光明 正如您将永远庇护众生 您是起源 亦是终结 您自有永有 永世不绝 我们期盼您降临在这个受您庇护的世界上 昔日如此 今日亦然 一阵圣洁而虚幻的钟声轰然乍响 压倒了大光明厅中所有的祈祷和赞颂 整个圣光大教堂的钟楼也冥想起来 真实和虚幻的钟声交相呼应 在钟鸣中 圣伊凡三世的身躯上 突然脱离出了一个光明璀璨的镜像 这个镜像和毅力在他身后的光辉巨人重叠在一起 二者迅速交融 并猛然拔高 圣光大教堂上空 一个足有百米高的巨人缓缓站了起来 神将仪式成功了 圣苏尼尔的城墙上 威尔士摩恩静静地看着那个光芒万丈的巨人 从城市中挺身而起 看着他释放出的光辉迅速向着城墙方向蔓延 不禁有些动容 那就是神明的力量吗 一声感叹间 笼罩王都至今的大护盾 也终于抵达了他的运行极限 伴随着一连串怪异的呼啸和撕裂声 大片大片的造斑迅速不满屏障 并在下一个瞬间四分五裂 化为漫天汹涌的光芒威力洒向王都 而几乎就在护盾崩溃的同时 那个光柱的巨人也张开了双手 一道道仿佛水晶般的光壁 刺破平原上空污浊的云层 层层叠叠地保护住了整个城墙 没有理智可言的惊醋怪物 丝毫不畏惧 这来自神明的力量 他们反而因为这突然出现的庞大能量亢奋起来 开始狂乱地嘶吼着 进攻变得更加疯狂 无数巨人用闪电 用身体 甚至用自暴来轰击着那层新护盾 然而光柱的巨人 只是维持着张开双臂的姿态 笼罩整个城市的盾墙 便窥然不动 这便是圣 伊凡三世的神祥树 能够将整个安苏王都置于 暂时无敌状态的地上天国 百德文 法兰克林凝望着那庇护了整个王都的圣光巨人 忍不住轻声感叹 可惜 如果圣 伊凡三世在年轻二十 不 哪怕是在年轻十岁 神将术就能维持三天以上 圣苏尼尔就可以万无一失地坚持到援军抵达 威尔士却没有回应百德文的话 他只是皱着眉 视线扫过南部城墙 在圣光的洗礼下 无数疲惫的将士体力得到了恢复 一波又一波的精神鼓舞 让他们进入了喜悦和感恩的状态 战士们纷纷拿出圣光护符开始祈祷 而即便是少数没有信仰圣光之神的 此刻也忍不住开始赞颂其圣光之神的名号来 他微微吸了口气 高高举起手中长剑 抓紧时间休息 进食 饮水 检查武器 不要浪费时间 神将术是有时间限制的 当它结束之后 圣苏尼尔的防线将只剩下我们的血肉之躯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休整的机会 把握住它 坚持到援军到来 在国王的喊声中 沉浸于对圣光感恩的将士们猛然惊醒过来 他们意识到眼前这份安全其实相当短暂 圣苏尼尔大护盾已经崩溃 此刻整个防线都是在依靠一个摔朽的老人 强行释放的神术来维持着 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城墙上的所有人都立刻行动起来 开始饮水进食 抓紧时间休息 调整状态 以准备迎接最后的挑战 圣光大教堂内 大光明听入口前的走廊上 维罗尼卡一个人正静静地注视着那扇紧闭的大门 为了确保神祥术万无一失 所有的侍从和下级神官都已经被遣散 此刻仅有一对苦修士和一对内庭骑士在建筑物外把守 而通往大厅的走廊上 只有他一个人 神将术吗 维罗尼卡轻声说道 庄严神圣的气息不断从前方那扇大门背后一散出来 与他身上的圣光隐隐呼应 但又在即将融合的一刻 经未分明地散开 这一次 真是七百年来最纯净的样本了 伴随着轻声的自言自语 这位圣女公主不紧不慢地走向了前方的大门 随后毫不在意地将大光明听的门随手推开 汹涌的圣光瞬间充斥了维罗尼卡的视线 一波又一波的光芒浪涌朝着他的方向涌来 但所有的光辉又在靠近他身边的时候 化作轻缓的流光 悄无声息的消散 大厅内 前程祈祷的主教团仿佛完全没有感应到有人进入了这处空间 每个处于祷告状态的主教都维持着同样的姿态 仿佛正在自动运行的人偶一般 只有位于大厅中央的教皇对维罗尼卡的出现产生了反应 这个已经与圣光隐隐融为一体 全身有无数光流穿梭流淌的代言人 缓慢抬起了眼皮 发出仿佛生锈般的迟缓声音 维罗 尼卡 你为什么 突然 进来 只是来通知您 这个实验项目结束了 教皇的思维显然已经处于非常迟缓的状态 实验 项目 维罗尼卡微微一笑 不紧不慢地把手放在了圣 伊凡三世手中的白金拳杖上 轻声说道 是的 关于神明本质以及运转规律的项目 你在 干什么 教皇的声音终于稍微恢复了一丝人的质感 他似乎正在努力 从这种思维迟缓的状态下挣脱出来 某种恐慌的情绪出现在他的语气中 你会 毁了这一切 这座城 维罗尼卡 把握住白金拳杖 一点一点地把他从圣 伊凡三世手中抽离出去 不 神将术还会持续下去 这座城也不会毁灭 但那就和你的神没什么关系了 随着白金拳杖被人剥离 圣 伊凡三世的声音终于变得流畅 语气中充满惊怒错愕 你到底是谁 一介无逆者而已 维罗尼卡浅笑着 将权杖的杖头轻轻点在圣 伊凡三世身上 诺顿皇室向你和你身后的主人问好 黎明之剑 作者 远同 制作 阿法尔说 第0639章 援军 白金拳杖轻轻点在教皇身上 一道冲天的圣光骤然降临 有那么一瞬间 圣 伊凡三世老迈的身躯 变得挺拔而强壮 他仿佛是突然通过某种神秘的方式汲取力量 重回了自己的巅峰状态 但他的抵抗仅仅持续了不到一秒 那从天而降的圣光没有庇护他 在周围浮动的圣光也没有庇护他 周围所有圣洁的光芒都仿佛变成了致命的火焰 开始灼烧圣伊凡三世的躯体 在光辉烈焰中 他惊怒不已地看向维罗尼卡 喂食 本质上 圣光只是一种能量 维罗尼卡平静地看着圣 伊凡三世的身体在光辉烈焰中一点点消散 脸上仍然带着那般温和甜淡的表情 语气却如机器般冷漠 当你利用能量的方式过于落后 你的前程就毫无作用 圣伊凡三世的身体分崩离析 最终只留下一句充满愤恨的话语 带着无穷的执念回荡在大光明厅中 欺骗者 你会被 主 毁灭 光辉烈焰渐渐平息了 大光明厅中再度恢复了之前的状态 圣光云海仍然在祈祷声中涌动着 而那些低头祈祷的主教们则仍旧保持着姿势 仿佛没有看到发生的一切 维罗尼卡手中握着白金全杖 神将术的焦点已经从圣 伊凡三世身上转移到他身上 在圣光之神的些许意念注视下 他的身体开始一点点分裂 毁灭吗 或许吧 维罗尼卡轻声说道 他提着白金全杖 一步步来到教皇的圣座上 伴随着身体不断裂开 更多充盈着光芒的裂隙 他慢慢坐了下去 但是没关系 我们有很多 下一秒 他的脑袋沉沉地垂下 整个人宛若一个 形将破碎的陶瓷人偶般 瘫倒在宽大的座椅上 生机彻底离开了这具身体 但仅仅瞬息之后 他便重新抬起了头颅 全身上下的裂痕 都开始以惊人的速度修复 一个生硬呆板的声音 则从他口中响起 重新激活此界面 重新下载人格数据 片刻之后 完全恢复原貌的维罗尼卡 静静地坐在圣座上 他紧握着手中的白金全杖 那些虔诚祈祷的主教 在他的视野中 一个接一个倒下 化作圣光火炬的燃料 而他的视线则投向前方 仿佛穿透了整个教堂 穿透了整个城区 一直落在远方的城墙上 大教堂终生长鸣 光辉浩荡 来自大光明厅的庞博神力 经历了一小段难以察觉的波动 再次恢复了稳定 而这小小的波动 都被笼罩整个教堂的 强大圣光所掩盖 没有任何人注意到 发生在这座圣殿里的事情 第五天的夜晚 被神将树的光辉照亮 当距日升起 灿烂的朝霞撒向古老王城 这座充满荣耀的城市 仍然屹立在大地上 这是第六天的清晨 受到大护盾崩溃的冲击 所有的法师塔都受损严重 勉强运行半天之后 他们最终全部停止了运转 由此 圣苏尼尔的魔法防御力量 在第六日降临时宣告瓦解 在数名宫廷法师的带领下 剩余所有还能够战斗的法师 都站上了城墙 准备以近乎同归于尽的方式 对那些怪物发动最后一波魔法打击 威尔士 摩恩看着那些身穿法袍的身影 仿佛在看着王国数百年积累的底蕴 一点点走向毁灭 超凡者是一个国家的根基 而法师这种超凡者 比骑士更加经不起损失 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 法师不仅仅是擅长战斗的超凡者 更掌握着无数传承下来的知识 优秀的学者不一定是优秀的法师 但所有法师都必然是优秀的学者 这些学者 本来是应该留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去钻研知识 用智慧来推动这个国家的 在接触过很多关于塞西尔公国的情报之后 威尔士更加确认了这一点 可是现在 圣苏尼尔的防御已经近乎瓦解 这些掌握着大量知识和智慧的法师们 也不得不站上了城墙 去作为血肉盾牌 去作为消耗性的武器 廉价而迅速地死在这个地方 在之前的战斗中 大护盾至少能挡下敌人的大部分攻击 即便守城部队伤亡不断 大部分法师们也能依靠大护盾做到自保 但如今大护盾已经消失 一旦神将术的效果在结束 脆弱的法师们恐怕会立即伤亡惨重 在身后的那城区中 那个借由神将术来到人世间的光辉巨人 已经开始黯淡 围绕在王都周围的悲壮壁垒 也出现了虚幻动摇的迹象 这些现象都说明一件事 神术的力量就要结束了 百德文 法兰克林的声音从威尔士身后传来 陛下已经收集全城火油 可支持战斗两天以上 威尔士转过头 看到那位西境公爵 已经不复平日里的整洁外表 他的作战法袍多处破损 身上随处可见烟熏火燎和污渍的痕迹 疲惫的神色深深印在其脸上 但即便如此 这位公爵仍然维持着游刃有余的沉稳和儒雅中 透着威严的气度 就仿佛这些特质已经深深印在其血脉中一般 新国王轻轻呼了口气 好 有了火油 我们至少能打退一到两波攻击 那些怪物怕火 这是之前南部挤到防线上的将士们用生命换来的情报 而在正常情况下 战场上的大规模火焰都要依靠法师来制造 但如果没了法师 或者法师的力量不再足以维持整个防线的火力呢 用麻绳进满火油缠绕在石弹上 点燃之后就可以代替被魔法烈焰引燃的石球 把火油倒下城墙 照样可以在城下燃起不亚于灼热之地的熊熊火墙 在没有魔法力量支援的情况下 还是有一些替代的办法的 塞西尔军团到什么地方了 最后一次收到消息是昨夜 他们已经越过古地回廊的河道 正在加速向这边赶来 随着那支援军越来越近 传讯法术已经能够建立较为稳定的连接 百德文 法兰克林开始能够收到维多利亚发出的清晰信息 稳定通讯的建立 极大鼓舞了所有的守城部队 这也是防御能坚持到今天的原因之一 威尔士短暂思索了一下 抬头看向城墙上的法师们 让法师们撤下来 新国王严谨意该地说道 陛下 不能让王国最优秀的学者们全都死在这里 威尔士飞快地说道 在没有大护盾保护 又是这种正面集群作战的情况下 这些已经过于疲惫的法师很难起到作用 他们活下来 比在这里死掉要有价值得多 西北角的城门现在应该还畅通吧 畅通 圣苏尼尔外围了数不清的惊醋怪物 但并非整个城市已经被围死 如今王都西北方向的城门仍然可以通行 来自西境军团 数量有限的支援就是从这道门进入城内的 准备安排学者们撤离 这些法师也包括在内 威尔士的语气中透露着不容置疑 从西北角送出城 陛下 百德文忍不住开口 这恐怕会引起动摇 只要我还没撤 防线就不会动摇 威尔士打断了西境公爵 而且 我不是要这些法师逃亡 我是要他们在这场战斗中活下来 这座城市会守住的 披甲直舰者会守住它 但在守住之后 我们还需要执执笔的人来重建它 是 陛下 西境公爵离开了 去执行国王的命令 威尔士的注意力则重新放在城墙附近 放在那些随时可能熄灭的盛光壁垒上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的视线突然若有所感地投向天空 几个小小的黑点 不知何时出现在远方的云层之间 在灿烂而且愈发明亮的朝阳照耀下 那几个黑点正在急速靠近圣苏尼尔 几分钟后 当那几个黑点开始降低高度 威尔士才终于借助超凡者的视觉依稀 看出了他们到底是什么东西 视己之师就簇拥着一只巨鹰 威尔士睁大眼睛看着他们 看着他们以近乎自杀式俯冲的方式冲向王都 而随着他们的飞行高度不断降低 平原上聚集的精促军团也终于有了反应 尽管处于狂乱状态 那些怪物还是对闯入他们空中领域的不速之客 发动了本能的攻击 一道道电弧从地面蹦向天空 交叉着编织成了一张闪耀的巨网 而在这张巨网的边缘 巨鹰和师舅们如舞蹈般越过了云端 越过了圣苏尼尔的城墙 他们从高空扔下了一些东西 那些东西在半空中弹开 舒展 随风飘扬 同时有着鲜明的色彩 威尔士很快便看清了那些飘荡下来的 仿佛布料一样的东西是什么 是塞西尔的旗帜 国王慢慢张大了眼睛 随后突然笑了起来 那位开国英雄比约定的早到了一天 伴随着大量塞西尔旗帜 在高空舒展开来 并随风飘落 内城区圣光大教堂那响彻全城的钟声也渐渐微弱下去 神将术的效果结束了 漂浮在城市上空的光柱巨人 怦然破碎 化为无数散乱的圣光 溢散在空气中 保护着王都的圣光壁垒也寸寸军裂 短时间内便消失不见 整个平原上的惊醋怪物都躁动起来 塞西尔的旗帜随风飘落 在陡然提震的士气中 威尔士长剑指向天空 为了安苏 圣苏尼尔 呐喊声震慑云端 戈尔贡河畔 炮火轰鸣 三艘内核战舰沿着河岸一字排开 其余炮艇和小型炮舰罗列河上 大大小小的进防炮和轻型主炮瞄准了河道东岸 魔力闪光不断 整个摊地炮火连天 开拓者号的舰桥上 拜伦的大嗓门几乎和外面的炮火一样响 火力压制火力压制 迅速清空登陆场 后续货舰跟上 都跟上 快快快 放出跳板 放出跳板 把地面部队放下去 在炮舰的掩护下 整个东岸地区盘踞的惊醋怪物 被迅速清除着 装甲货舰则一艘接一艘地靠近了 适宜登陆的河滩 用兼顾钢铁框架和厚重钢板制成的跳板 在机械装置的作用下延伸到河岸上 早已整装待发的坦克和多功能战车 一辆接一辆驶上地面 迅速在陆地上建立起了推进式的防线 而伴随着坦克炮的轰鸣声响起 陆战部队也冲上了河岸 开拓者号舰桥上 高文眼前的魔网终端机上阵 浮现出索尼亚的影像 刚刚飞跃圣苏尼尔 已经投下信号 他们仍然在坚守 高文回头看向好不容易安静下来的拜伦 从这个位置能打到圣苏尼尔吗 超出理论射程了 但可以开一炮试试 拜伦的大嗓门再次响起 不保证精确度的话 射角合适 我就能把炮弹打到圣苏尼尔南边的平原上 但具体落哪没人知道 反正肯定打不到王都 开炮吧 高文微微点头 告诉那些怪物 我们到了 听见了吗 小伙子们 拜伦满面红光 挥舞着胳膊 转向自己的船员们 给主炮上过载 干某某的一炮 黎明之剑 作者 远同 制作 阿法尔说 第0640章 退去的危机 一种异样的尖锐呼啸声 隐隐约约传来 在片刻的延迟之后 威尔士听到南方的平原上 有雷鸣般的巨响响起 这是在此前的战斗中 从未出现过的声音 是那些精促巨人 未曾制造过的动静 他抬起头 望向巨响传来的方向 却只能隐隐约约 看到一团巨大的烟尘腾空而起 而在烟尘腾起的区域附近 精促大军似乎陷入了混乱 据说塞西尔人制造出的魔法武器 可以远在十几公里之外发动袭击 将威力强大的爆炸装置 投射到准确的位置 在天火降临之前 那种尖锐的呼啸声 便是其最显著的特征 援军正在进入战场 但他们还很远 所有的圣光壁垒已经全部破碎 空气中溢散的光芒威力 飘飘扬扬地洒落在城墙上 伴随着光丽的洒落 来自精促军团的电湖 开始扫射失去一切保护的城墙 铠甲破裂的骑士们 提着巨盾迈不向前 填补着城墙上的缺口 而浑身浴血的士兵 则操纵着所有的投石机 不管是否还有魔力相助 开始进行着最后的反击 聚日的光辉穿透云层 洒下一片灿烂光滑 云端之间 倾泻而下的朝霞 为这古老的王都 镀上了一层金芒 一切的一切 燃血的旗帜 破裂的盔甲 闪烁寒光的长枪 巨大的投石机和弩炮 以及包围王都的精促狂潮 都在这阳光下泛起了光潮 我们的援军已经开始进攻了 城墙上 一名浑身浴血的骑士 高高举起了安苏的王旗 一边奋力挥舞 一边高声吼叫 坚持住最后 一道锐利的水晶尖刺 从城墙边缘飞来 贯穿了这名骑士的胸口 墙朵上 一个猙獰而肿胀的怪物 正在继续向上攀登 威尔士常见挥过 无形的冲击波 切断了那怪物的身体 他接过那即将坠落的王旗 高高举起 坚守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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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多的呼啸声 从远方传来 南方的平原尽头 开始浮现出更多的冲击云团 可是这围城之战的战场 是如此广阔 无边无际的精促怪物 几乎覆盖了整个圣苏尼尔平原区 以至于即便援军抵达战场 也可能需要数个小时 才能推进到城墙附近 而缺乏理智的精促军团 在这个过程中 必然不会停止进攻 高文和拜伦也都很清楚这一点 装甲师就从天空掠过 带来了王都防线上最新的情报 开拓者号的剑桥 同时也是这次作战的指挥中心内 拜伦正在分析前线的情况 圣苏尼尔大护盾已经崩溃了 索尼亚观察到的那层圣光屏障也崩溃了 现在他们在依靠附魔城墙和骑士 士兵们维持防御 敌人最密集的区域 是王都的东墙壁垒附近 但他在开拓者号的主炮覆盖范围之外 高文看着眼前的作战地图 脑海中却在浮现出卫星的俯瞰图像 在圣苏尼尔正南方到戈尔共和之间轰炸出一条进攻路线 地面部队由此入场 随后在东墙壁垒南部构筑火炮阵地 舰队和地面部队的火力配合 可以把那些怪物分隔开 只要能顶住他们的反扑 战场就被控制住了 但那些怪物的反扑力度可能会非常猛烈 毕竟现在他们连最基本的止损概念都已经丧失 不到死光是不会停止的 这正是我们的目的 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 削减圣苏尼尔附近的精促军团数量 只要他们在区域范围内的数量优势丧失 他们对王都的威胁就会迅速降低 圣苏尼尔的城墙是具备自我修复能力的 只要承受的损伤低于其修复速度 它就安全了 高文不紧不慢地说道 而至于地面部队能不能在此之前顶住压力 你应该相信装甲集群的力量 当火力优势足够 数量就会毫无意义 而且我还会亲自指挥地面部队 不必担心 我明白了 我会确保这边的火力支援 保证您这一路畅通 十分钟后 高文离开剑桥 准备上岸 他走向开拓者号的传弦 琥珀的身影则在他身旁浮现出来 哎 哎 你还真帅君冲锋啊 高文头也不回 怎么 有问题 你别忘了你上辈子怎么死的 今天这场景跟故事里描述的你 战死那天的情况太像了 你就没个心理阴影吗 琥珀持续不断地避避着 还是说你之前 自称对这件事有心理阴影是假的咯 高文终于回头看了琥珀一眼 随口说道 那你跟过来的主要目的是 等我死了之后再表演一遍 当场挖粉吗 那倒不是 我这不明意上还是你的敬畏吗 那就别废话了 安静跟上 这种战场 很需要你这样敏锐又擅长保命的侦察兵 哦 那你也千万别死 你死了我回去 跟赫蒂瑞贝卡他们解释不清楚 闭嘴 当钢铁履带开始碾压大地 战车部队伴随着机械阵战驶向战场 高文的心情已经完全平复下来 琥珀没有在他身旁 但他能感知到 那个半精灵的气息 就在附近百米范围内游荡 他正穿梭在现世界和暗影界之间的夹缝中 观察着附近的环境 观察着暗影界中是否有惊醋巨人活动之后 留下的能量残响 以确认敌人可能的动向 天空 装甲师就和巨鹰骑士们正在侦察整个战场 一边引导着地面部队前进 一边为戈尔共和尚的舰队提供火力指引 戈尔共和尚 以开拓者号为首的战舰正在微调自己的主炮 即将发动下一轮火力支援 坐在指挥车中的高文微微呼了口气 琥珀说错了一件事 700年前 当他这具身体战死的时候 情况和今日怎么可能一样 炮火轰鸣声中 地面部队依照计划推进到了圣苏尼尔东南部的一处高地上 在坦克集群的优势火力面前 精促军团依靠庞大数量建立起来的优势 就如高文所言那样当然无存 精促怪物们在本能驱使下发动着持续不断的反扑 但最终都被铺天盖地的炮弹和燃烧烈焰 葬送在焦黑的战场上 而一个长城火炮阵地则被迅速建立起来 开始压制圣苏尼尔东南部的区域 从戈尔贡和延伸出来的火炮支援 再加上地面部队建立的高地火力点 塞歇尔军团就如一把炽热的军刀斑斜斜地切入战场 他撕裂了精促军团的阵地 开始给这头已经失控的毁灭怪物放血 威尔士注意到了战场上的微妙变化 比他预料得更快 精促军团对王都的进攻减弱了 奋战中的士兵们或许无暇顾及战场整体的变化 能力有限的骑士们也只能关注自己所负责的城墙 但时刻注意着整个防线所有状况的威尔士 却没有错过这局面的微小改变 来自精促军团的进攻密度正在降低 南部城墙部分区域的附魔墙垒已经不再持续崩解 甚至转入了修复和损坏相持的状态 那些怪物的数量在减少 他们的进攻重点也在渐渐转移 威尔士把目光头向南方的平原 但他还是看不到赛希尔军团具体的位置 他能看到的 还是只有连续不断的烟尘和爆炸闪光 那些爆炸闪光距离城墙已经不算太远 但发动攻击的人仍然遥不可见 唯一能确定的 就是那些爆炸的威力真的很惊人 山崩地催 毫不夸张 赛希尔人就这样利用强大的远程力量 完成了对战场的切割 而从远方那些战斗迹象判断 他们在执行这种切割的过程中 必然还进行了非常大胆的转移和推进 援军确实还很远 但他们的力量已经跨越空间的阻隔 投射到王都的防线上 天空中 赛希尔人的装甲师就和巨鹰第三次掠过了战场 而那些飞行单位的行动 显然与地面上的战斗息息相关 威尔士脑海中浮现出了很多关于南静的情报 关于他们使用的魔刀武装 关于王国军在南静采购的武器 关于那场南静统合战争中的一些细节 有很多东西是从情报里看不出来的 只有亲身接触过 哪怕是远远的接触 才能意识到这些情报背后的真相 威尔士曾经长时间地思考关于南静的一切 但其中涉及到军事领域的情报始终谜团重重 他尽己所能 利用自己在情报分析方面的天赋 勾勒出了那支军团的一部分面貌 但始终由于缺乏关键信息而未能完成最后的汇总 此时此刻 在亲眼见到一些东西之后 他脑海中的迷雾才豁然开朗 看来这就是他们的作战方式 优势的远程武器 密集进攻 快速转移 长距离穿插 而这同时还需要大军团的配合以及信息的高速传递 应该不是传讯术 传讯术要求太高 是维多利亚大公提过的魔网通讯 另外 他们肯定还建立了一个效率更高的指挥体系 来控制这分布在整个战场上的大量单位 会是什么样的 威尔士的目光望着远方 他发现自己实在有太多想不明白的东西 他想不明白塞西尔人是怎么做到维持这么大规模的远程通讯的 想不到他们的指挥体系是怎么运转 想不到他们的后勤 装备 冰原质量到底是如何打造 而在发现自己有如此多的东西连想象都难以想象之后 这位安苏新王反而笑了起来 在圣苏尼尔城中进行的工厂改革终究只是拙劣的模仿 西尽和王室直属封地市行的城镇管理方案也只学到了皮毛 去年轰轰烈烈折腾了大半年的改革活动最终无疾而终 是改革派本身的缺陷和守旧派的顽固阻挠共同导致了这一切的流产 但是最终新时代还是来了 陛下 敌人的进攻正在减弱 百德文 法兰克林公爵略有些疲惫的声音从旁边传来 这位西晋公爵眼睛里戴着血丝但语气仍然沉稳有力 塞西尔人占领了东墙壁垒南部的高地 那些惊簇怪物的进攻被阻断了 威尔士微微点头 圣苏尼尔存活下来了 是的 王都存活下来了 西晋公爵说道 我应该为迎接塞西尔公爵做好准备 百德文 法兰克林静静地看着威尔士 那双不满血丝的眼睛中没有质疑 他似乎已经从这些日子里新国王的诸多举动中猜到了些许端倪 但最终他什么也没多说 黎明之剑 作者 远同 制作 阿法尔说 第0641章 局面 当日傍晚 塞西尔军团地面部队在圣苏尼尔南部平原上建立了第二个火炮阵地 初步完成了对王都正面防线上的火力覆盖 战斗仍未结束 仍然有大量金簇巨人在南部以及东部地区活动 在毁灭本能的驱使下 这些怪物将持续对魔力反应和生命反应密集的区域发动进攻 在这一点上 这些神灵造物与刚夺废土中那些彻底变异的 即便提有着相似之处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圣苏尼尔的危机已经暂时解除 在之后的20个小时内 高文没有让地面部队盲目扩大阵地 而是在维持火力优势的情况下持续削减王都南部开阔地区的精促军团数量 同时呼叫戈尔共和上的装甲霍剑将一批工兵派到了战场上 在优势火力的掩护下 在大量工程用魔导装置的辅助下 工兵队伍连夜在战场南部设置了第一批拦截网和临时攻势 在第七日正午之前 携带单兵燃烧器的魔能战斗兵团 以七人班组为单位被派到了这些攻势里 而在一些关键位置 则由战斗力更加强大 携带重型燃烧器的白骑士进行驻守 这道防线将用来拦截从圣灵平原蔓延过来的精促巨人 交叉不设的喷火碉堡和铁丝网 拦截装饰对抗那些怪物集团冲锋的最有力武器 而在这场战役结束之前 工兵队伍还会继续工作下去 拦截攻势和火力碉堡将布满平原 直到运输舰队所携带的各类物资消耗过半 随后地面部队将转入保守作战 等待菲利普的主力部队北上会师 圣苏尼尔高耸的城墙上 终于获得喘息机会的骑士和战士们 正倚靠着墙躲抓紧时间休息 防线崩溃的危机已经暂时解除 但现在也远没有到可以放松下来的地步 仍然有相当数量的精促怪物在城墙外面游荡 在那些怪物彻底被消灭之前 没人敢离开防线 一直披着蓝底金编王室文章的施救腾空而起 在将士们纷纷抬头观望的注视中 离开了圣苏尼尔 飞向南方 城墙上的无数双视线注视着 那位勇敢挑战天空的施救骑士 一些正在靠墙休息的战士们 甚至下意识地站了起来 他们注视着那猛禽飞越西墙壁垒 飞越王都南部的墨房镇废墟和乌鸦台地 一两道从地面射向天空的奥数电湖滑破空气 落在那施救骑士身后很远的地方 最终 施救平安地飞越了战场 威尔士注视着施救离去 轻轻呼了口气 自亡都被围困以来 这是第一个成功飞出去执行侦查任务的施救骑士 在此之前 已经有几十个训练有素的施救骑士 丧命在密集的奥数电湖中 基本上都是刚一离开屏障便会被击落 如今虽然惊醋怪物的数量已经锐减 但想必那位骑士飞越城墙时 仍然付出了莫大的勇气 愿他安然返回 王都南部 塞西尔军团地面部队建立的营地内 高文遥遥注视着 已经出现在自己视线范围内的王都高墙 在营地之外的远方 在两处火力高地的方向 接连不断的尖笑声仍然在不断传来 而炮弹落地爆炸的声音 则从更加遥远的方向响起 似乎一刻都不曾停息 一阵隐隐约约的冰寒气息 从身后传来 高文转过头 看到维多利亚正向自己走来 这位女公爵 是随着第二批登陆部队 一同来到前线的 但她和她的山地兵团 在塞西尔市的战线上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用武之地 因此 她在这里的主要作用是作为顾问 高文虽然有卫星地图辅助 但卫星视角的分辨率 和细节分析能力终究有限 她本人则几乎不了解 王都周围的详细情况 维多利亚的存在 可以缓解这个问题 第二个火力高地的位置 其实就是参考了 这位女公爵提供的情报之后 选定的 正面战场上的敌方主力 已经不再构成威胁 高文对这位北境守护者点点头 淡然说道 我们下一步的目标是 封锁南部和东部的道口 阻断那些怪物的后续 维多利亚长久以来 仿佛冰封一般的面容 在此刻也难免出现松动 这位总是不苟言笑的女公爵 在高文面前似乎放下了什么包袱 她长长地呼了口气 脸上露出一丝忌惮的微笑 您拯救了这个王国 但现在说 这个还为时过早 高文随口说道 危机还远没有解除呢 她这句话有两重意思 其一是指圣灵平原上的精促军团 还远远没有被全部消灭 其二则是指万物中王会 还在圣灵平原深处 制造了一个惊天的危机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发出来 维多利亚当然只知道第一重含义 她轻轻点了点头 如您所言 我们还不能松懈 宝夏王都只是第一步 宝夏王都啊 高文轻声说道 是现在次望向北方 望向了圣苏尼尔的高墙壁垒 已经这么近了 维多利亚也顺着高文的视线转头 她的目光扫过不远处 那些寒光朔朔的加速轨道炮 扫过那些整装待发的战车和兵团 扫过营地上空 迎风飞扬的塞西尔旗帜 最后才顺着所有这些事物的延伸线 落在远处的王都城墙上 在远方两处高地火炮轰鸣的背景中 高文身边却突然安静下来 圣苏尼尔确实是守下来了 但他作为王都的机能已经名存实亡 不管是他的武装力量 还是他的统治体系 都是如此 而一个无比强大的塞西尔军团 此刻就驻扎在城外 军团的主人还刚刚完成了拯救王国的壮举 这一刻 维多利亚脑海中却想到了一百年前 那场改变了安苏命运的物约内乱 想到了维尔德家族 百年前的家主兵临王都城下的那一天 塞西尔公爵 您 高文没有让维多利亚说下去 你猜维尔士现在在想什么 我已经有些猜不到他的行动了 维多利亚微微摇了摇头 现在想来 或许从一开始我就没看透过他 派往南部的狮就返回了 狮救骑士看到了令人惊异的景象 带回了最新的情报 那位骑士穷尽了词汇来描述他所看到的东西 轰隆作响的战车 喷射火焰的士兵 难以理解的战争机器 以及他们可怕的威力 威尔士在城墙上 听完了这些情报 全城不发一言 塞西尔军团已经实质上控制整个地区 他们的力量可以推平这片战场 或许是时候面对人生最艰难的抉择了 威尔士离开了城墙 加冕七日以来 国王第一次返回了白银堡 金项目厅中的贵族会议再一次召开 援军已经抵达 危机已经解除 尽管城外仍然有小股敌人徘徊 但笼罩这座城市多日的阴霾已经渐渐消散 除了圣光大教堂仍然维持着门户紧闭的状态之外 王都的内城区几乎已经笼罩在一片轻松愉快的氛围之中 而作为上层社会的主人 王都贵族们对这气氛的反应尤为明显 很多在几日前还惶恐不可终日的面孔 如今正喜笑颜开 很多在不久前还盘算着举家逃亡的人 此刻正穿着华服 披着受戴 这些曾经的逃亡派 在国王加冕时才转换风向的投机者们 如今正言笑艳艳地聚集在金项目厅中 愉快地谈论着光明的未来 现在 他们都是捍卫圣苏尼尔的有功之臣了 当威尔氏进入金项目厅的时候 他看到的便是这样一派轻松愉悦的氛围 陛下 历史将会铭记这一天 一位戴着白色发套的男性贵族站了起来 对国王鞠躬致敬 事实证明 伟大的血脉自会彰显 威尔氏没有回应 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 慢慢走向自己的王座 发言的那位贵族 七天前便把自己值钱的家当都装了车 甚至送到了西侧的城门边 但他敏锐地注意到了白银宝内的变化 于是又把马车和仆人都紧急召了回来 坐在长桌西侧的几个人 摇摆不定的骑墙派 国王加冕之前便准备着逃亡 国王加冕的当天却都第一时间宣誓效忠 数百年来 贵族们便是如此精明地活着 精明地计较着得失 精明地维护着自己的利益 精明地选择着队伍 精明地调整着自己的阵营 以及投资的方向 王国几经动荡 社会起起伏伏 即便国王的血脉 也免不了遭遇像物约内乱那样的灭顶之灾 但唯有精明的贵族们 永远在这飘摇动荡的世间 准确把握着方向 除了少数失足坠落者之外 他们大部分都是永恒的获利者 就像今天 威尔士在王座上坐了下来 染血的铠甲 发出冷冰冰的撞击声 很多道视线随即落在他身上 塞歇尔军团已经在城南建立阵地 威尔士慢慢说道 据王都只有一日路程 大厅中想起了一些低声议论 一些人的神色显露出严肃 一些人看向威尔士的视线 则变得复杂起来 贵族腐朽 但不愚蠢 几乎每一个人都瞬间意识到了 眼下这个局面的风险 对王氏而言的风险 王都已经支离破碎 王氏势力名存实亡 骑士团在守城战中伤亡惨重 南部直属封地大半沦陷 而一支强大的公国军团 现在就驻扎在城外 军团的主人不是王氏派 又是一个力挽狂澜的护国公爵 又是一个近似物约内乱的局面 那些窃窃私语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停了下来 他们开始在内心中盘算着今后王国的势力平衡 盘算着各自下一轮投资的方式和角度 而那个坐在王座上的国王 在很多人的眼中都显得有些尴尬起来 普通贵族们能够在游戏中选择自己的位置 国王却不能 威尔士把所有人的反应都看在眼里 却什么也没说 毕竟 这些人现在是捍卫圣苏尼尔的有功之臣了 但至少 作为国王 他还有发布命令的权利 在塞西尔攻入城之前 我们需要确保南城墙附近的安全 在片刻的沉默之后 威尔士才不紧不慢地说道 先生们 这是观圣苏尼尔诸多姓氏的体面 不管局势如何 至少他这句话引起了现场所有人的共鸣 我们将组织兵力 夺回南城墙外的两处据点 以作为迎接塞西尔公爵的礼物 威尔士继续说道 一处是墨房镇 一处是更南边的乌鸦台地 短暂安静之后 大厅中响起了许多表示赞同的声音 因为这两处区域都很靠近城墙 哨兵们早已看见 这两个地区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敌人的 他们是确保体面最好的道具 黎明之剑 作者 远同 制作 阿法尔说 第0642章 礼物和选择 第八日的清晨来临了 在国王的命令下 圣苏尼尔城内尚且保存一定战斗能力的部队 被迅速组织起来 去执行守城战至今的第一次反攻 奉命出发的部队分为两支 一支是效忠于国王的王室骑士团 一支是由王都各贵族的子弟和私兵组成的混合骑士团 两支队伍在朝霞满天的时刻先后穿过城门 看上去风格却截然不同 王室骑士团的人数稀少 存活下来 尚有战力的人数 只有原本的四成 他们披挂着已经伤痕累累的甲咒 武器上的血迹 甚至还没来得及擦掉 他们就仿佛一群铁锈色的战争雕塑 沉默地越过城门 杀气内敛 却秩序井然 和他们比起来 另一支队伍则显得喧闹而张扬 五花八门的彩色旗帜飘扬 在这支队伍上空 穿着鲜亮盔甲 脸色红润饱满的贵族子弟骑士们 骑在高头大马上 他就仿佛一支盛装出行的剧团 一路吹吹打打 热闹非凡 而在一个个旗帜不同的队伍之间 还可以看到 有镶着彩色花边的文章旗 高高飘扬 那更是彰显贵族亲征的炫耀手段 他们当然要炫耀一番 因为接下来的战斗 将是几乎毫无风险的一场表演 就如每年秋冬季节的狩猎一样 身是显赫的人手持附魔好的弓箭 在骑士们的严密护卫下去 猎杀一群已经被逼到绝境的野兽 不管过程如何 只要最终箭矢插在野兽身上 拉弓射箭的人 就能赢得一个勇武的名头 而现在 他们就是要去拿取这个勇武的名头 毕竟 投机者们也知道自己的污点 尤其是那些曾经做好了转移财务的准备 最后赶着国王加冕 才宣誓效忠的人 他们迫切需要一些战果来装点他们的门面 这战果不是给国王看的 而是给高文塞西尔大公看的 那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公爵 此刻更是以武力力挽狂澜 这样一位公爵在进入王都之后 必然会关注之前那场守城战中各方的表现 因此及时为自己积累一些战功 就是在接下来的政治投资中积累资源 任何一个有眼光的人都看得出来 安苏的局势将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 彻底洗牌 东境 北境都将衰落 甚至西境也已经伤筋动骨 唯有南境 才是真正的胜利者 就和一百年前的物约内乱结束之后 以摄政之名掌控安苏的维尔德家族一样 而至于国王 可怜的国王 他的王权恐怕在高文 塞西尔公爵入城的那一刻 就会抵达终点 盛装出行的王都贵族 由瑞尔伯爵抬起头回望了一眼 看着圣苏尼尔高大的城墙上飘动的王旗 他忍不住摇着头 用富有北方上流社会特色的勇探调 感叹着 真是可怜 国王仅仅自由了八天 另一人在旁边随声附和 是啊 挣脱了维尔德 迎来了塞西尔 几年前谁能想到这一点 由瑞尔伯爵矜持地微笑了起来 我曾购买过南京大量炼金药剂和魔导武装 作为他的重要客户 想必高文 塞西尔大公对我会有一些印象 当然我的朋友 你投资的眼光一向令人钦佩 威尔士站在城墙上 注视着那只盛装出行的队伍向乌鸦抬地的方向行进 很长时间都不发一言 百德文公爵的声音在一旁响起 陛下 你看 多光鲜的一支队伍啊 威尔士抬了抬头 用下巴指着那只正在前进的队伍 铠甲是全新的 站满没有丝毫伤痕 旗帜都好像刚从仓库里拿出来一样 百德文清 你说他们之前都藏在什么地方 藏在那些人肮脏的渡场里 威尔士惊讶地转头看了一眼 你竟然是会骂人的 仅在必要的时候 百德文大公淡淡地说道 比起这个 陛下 您确认您的选择是有必要的吗 我亲眼见到了你和维多利亚大公的努力 亲眼见到了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对立和分裂 我见过领主如何增加财富 蚕食自由民的耕地 也见过所谓的工厂改革 是怎样变成圈地占地的新借口 并让平民更加流离失所 我熟知这个王国的上层社会运转的一切规则 而在这个规则中 我发现了一个真相 百德文静静地看着眼前的国王 我们的改革没有成功 是因为我们豁出去的还不够多 安苏想要的繁荣富强 不在谈判桌上 说完这句话 威尔士突然笑了起来 而且我真的特别好奇 那位开国英雄在这样的难题面前到底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我布置了这样一个舞台 到底能不能让他也手足无措一次 来自二号高地的炮火声渐渐平息 指挥所中 关于前线战况的情报不断被汇总到高文面前 总体而言 战局在按照预定计划发展 当那些惊醋巨人变成狂乱的怪物之后 塞西尔军团要考虑的事情反而变得简单了一些 缺乏指挥和战术的怪物自然也缺乏变化 制定好的战术只要不出现大的纰漏 就基本上能符合推演 而随着各级指挥官以及士兵们越来越适应这片战场 局势已经可以说不会再有大的变化 地图桌旁边的魔王终端上空 菲利普的半身像正浮现在全膝头影上 已经靠近古地回廊 我们最快明天就可以抵达圣苏尼尔地区 很好 高文颇为满意地点了点头 语气中不无赞许 原定的会合时间其实是在三天后 但菲利普带领的地面主力部队 却硬生生提前了两天 这进一步确保了战局的天平向几方倾斜 不过你们怎么会这么快 敌人的反击力度比预想的小 似乎大量原本在平原中部地区 游荡的怪物都已经被吸引到圣苏尼尔地区了 菲利普解释道 不过我们仍然沿途不设了足够的火力封锁点 这一点您可以放心 高文点点头 随后又和菲利普交流了几句关于战局的情报 接着结束了通讯 南北封锁线终于就要合拢了 他微微呼了口气 心中感到些许放松 接着转过头 想要和身旁的维多利亚讨论一下接下来进入王都的安排 但还没开口 他便听到了琥珀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 你说你是送信的你就是送信的呀 送信你还引个身 就你这点本事你还引个身 高文有些好奇地抬起头 便看到琥珀正拖着一个人向这边走来 而那个被他拽着胳膊满脸尴尬的 是一个身穿黑色轻质皮甲 面容有些熟悉的年轻男子 站在旁边的维多利亚 第一眼认出了那男子的身份 按压 高文这才恍然间记起对方的身份 这可是老朋友了 一个不会双手大剑旋风斩的皇家影卫 我在营地外面抓到他的 他鬼鬼祟祟的前行过来 被我一脚踹出暗影界了 琥珀把按压往高文面前一推 插着腰仰着头说道 他说他是来送信的 按压 你来送什么信 维多利亚立刻皱起眉 问着眼前的皇家影卫 按压先是看了维多利亚一眼 又无奈地看了旁边的琥珀一眼 最后在高文面前低下头 恭敬地说道 我有一封来自国王的亲笔信 交给高文 塞西尔公爵 一边说着 这位皇家影卫 一边从贴身处摸出了一封信函 交到眼前的高文手上 高文接过了那封带有 安苏王室火旗印章的信函 好奇着里面是怎样的内容 虽然此刻 圣苏尼尔南部战场 基本上已经肃清 但一名皇家影卫 孤身跨越战区 来到塞西尔人的营地 仍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到底是什么样的紧急情况 竟需要安苏的新国王 用这种方式联系自己 他拆开了信函 看到上面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乌鸦台帝已被腐化污染 请塞西尔公爵协助清脚 威尔士 摩恩 高文的目光凝滞下来 在长达数秒钟的沉默之后 他慢慢把信纸放下 看向眼前的皇家影卫 除此之外 你的国王还跟你说了什么 他有一句话转告您 按压复述着威尔士 摩恩的话语 他说 他把一个线团放在了那里 维多利亚看到了那信函中的内容 听到了按压的话 他并不知道 所谓的线团是什么意思 然而仅凭猜测和直觉 他已然隐隐约约 意识到了威尔士在做什么 他猛然看向高文 塞西尔公爵 你们的国王 给我出了个难题啊 高文轻声感叹着 再次看了手上的信函一眼 这封信可没有什么 越后几坟的封印 他仍然完完整整地 躺在高文手上 上面的每一个字 都清晰锐利 这是一个难题 或许同时也是一次观察 在这张薄薄的信纸背后 高文仿佛看到了威尔士 摩恩的眼睛 那双眼睛满是审视 琥珀也看到了那信函的内容 片刻的反应之后 这鹅发出一声惊呼 妈呀 紧接着他便说道 你小心啊 这说不定是个阴谋 他骗你呢 你管这叫什么来着 借刀什么什么的 事实上 我并不介意 这是不是个阴谋 高文看向琥珀 但我也确实需要确定一下乌鸦台地的情况 去通知金纳 让他升空一趟 接着他又看向神色复杂的维多利亚 我们在这里等一下 他们并没有等多久 来自施救骑士的空中侦察画面 很快便被传到了指挥所 庄甲师就在乌鸦台地上空掠过 一片色彩鲜明的旗帜和灰迹 在画面中迎风舞动 高文和维多利亚站在魔网终端前 看着那上面呈现出的全息影像 高文轻声问道 认识吗 恍惚间 维多利亚仿佛又一次回到了少女时代 又一次感受到了那种站在父亲身旁时 才有的紧张和畏惧 高文一个简短的小问题 都让他感受到沉重的压力 他忍不住轻轻吸了口气 才回答道 认识 你的评价是什么 塞西尔公爵 您再做一个可怕的决定 他会 高文只是平静地重复了一遍自己的问题 你的评价是什么 维多利亚脑海中突然再度浮现出了不久前曾回忆起的那一幕 回忆起了父亲曾经问过自己的那个问题 如果修剪 施肥 浇水 施药都不管用 你该怎么做 他微微闭上了眼睛 等到再次张开的时候 那个冰冷的冰雪大宫仿佛又回来了 应该全部铲掉 很好 高文点了点头 转向附近的指令员 乌鸦台地被污染了 净化他 黎明之剑 作者 远同 制作 阿法尔说 第0643章 国王的代价 当塞西尔人的装甲师就从天空掠过时 由瑞尔伯爵上有闲情意志 观赏乌鸦台地的景色 这座曾经设有数座哨塔 和一个小型堡垒的高地 是圣苏尼尔的位数据点之一 但此刻已经被战火所毁 凌落的残垣断壁间 只能看到守军仓皇撤退之后 留下的旗帜装备 以及惊醋巨人 四分五裂的尸体 崭新的旗帜 此刻正飘扬在这些残破的废墟之间 带着一种奇妙的对比之美 清凉的风吹了过来 风中有一些战场上的怪味 由瑞尔伯爵深深吸了一口气 笑着说道 之前几天真是艰难 但好在那艰难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我们没遇上什么抵抗 这地方只有几个重伤垂死的怪物而已 一位子掘在旁边说道 这些成果恐怕不太够吧 没关系 我们可以把这些现成的残骸收拢收拢 由瑞尔伯爵随口说道 我们的国王接下来应该会很忙 想必不会有时间分辨这些小事 我们的新国王啊 旁边的子爵轻笑着说道 然后好奇地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奇怪 那几只狮救怎么一直在这附近徘徊 那应该是塞西尔人的狮救 由瑞尔伯爵抬头看向天空 他们是来和我们打招呼的吗 装甲狮就又在乌鸦台地上空盘旋了一会 随后突然一抖翅膀 斜斜地向着远方飞去 由瑞尔伯爵眯起眼睛 片刻之后一种不安终于从他心底浮现出来 他想到了被国王处死的陆克雷伯爵 这是个陷阱 由瑞尔伯爵惊声怒吼 然而一种尖锐的笑叫声已经从远方传来 乌鸦台地笼罩在一片天崩地裂般的爆炸中 闪光不断 云雾腾空而起 威尔伯爵站在圣苏尼尔的城墙上 平静地看着这一切 良久才轻声说道 他真果断 而除他之外的人 那些站在城墙上 知道乌鸦台地上有什么的人 那些支持国王的贵族子弟 守城的将士 还有其他因为种种原因被威尔伯爵留下来的人 他们全都带着震惊和恐惧 注视着远方那恐怖的一幕 人群惊呼起来 城墙上一片混乱 有人飞奔向国王的方向 想要请求进一步的命令 威尔伯爵扬起手中长剑 加持着魔力的声音响彻城墙 安静 内庭贵族 留守卫队 随我出城 去迎接塞西尔公爵 陛下 一名内庭贵族惊呼出声 绝对不可 他们刚刚轰击了乌鸦台地 他们刚刚杀死了 他们知道乌鸦台地上有贵族骑士团吗 威尔伯平静地问道 他们知道我在白银宝里下的命令吗 陛下 这 这或许是个可怕的误会 因此更需要当面澄清 威尔伯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 不管怎么说 塞西尔人拯救了王都 扫清了平原上的怪物 他们的军团就在城外 我们必须去见 国王的最后一句话侧面点醒了在场的所有人 那些陷入惊恶恐惧中的内庭贵族 意识到了真正的主动权到底在谁手里 而那些更聪明的 则突然从威尔士反常的态度中隐隐察觉了些许事实 嗅到了一个可怕的发生在阳光下的血腥真相 在短暂的茫然之后 他们发现自己没有更多选择 不管发生在乌鸦台地上的炮击背后到底真相如何 他们现在都必须按照国王的命令出城迎接塞西尔军团了 会面的地点在墨房镇 那里已经是一片废墟 维多利亚结束了和百德文公爵的魔法传讯 转头看向高文说道 威尔士和内庭贵族们已经出发了 高文点点头 我们也出发 他这平静的态度 甚至让维多利亚都感到了一种难言的恐惧 后者忍不住说道 您不担心那是个陷阱吗 担心 所以我会带一个坦克营去 但我觉得多半用不上 威尔士是个聪明人 百德文 法兰克林 更是如此 维多利亚错愕了一下 随后视线扫过了站在不远处的暗压 这场发生在阳光下的可怕事件 便是依靠这位皇家隐位传递的一纸信函完成的 起初维多利亚曾想过 为什么 百德文没有直接通过魔法传讯联系自己 毕竟自己已经到了圣苏尼尔地区 到了魔法传讯能够联络的范围 但很快他便想明白了 那位西境守护很了解他 百德文知道 他断然不会同意这个大胆而极端的阴谋 提前联系 只能让他出手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执掌安苏商业的百德文公爵 行事准则或许也如一个商人吧 精确计算了对这个国家而言最大的利益 然后为了实现他无所不用其极 这一点 始终困于安苏臣府的贵族翻例中的维多利亚 大概是永远无法模仿的 高文已经迈步向着指挥所外走去 维多利亚也很快重整精神 迈步跟了上去 但在上车之前 这位北京女公爵突然发现现场少了个人 那位琥珀小姐去哪了 高文走向停在营地内的魔导车 随口说道 他去调查一些东西 营地深处 一座被士兵严密把守的营房内 一台魔网终端机正嗡嗡运行着 与终端机相连的打印装置 正不断吐出一张又一张的白纸 纸张上印着大量文字 以及一幅幅黑白的画面和细致的手绘灰迹 琥珀坐在魔网终端机旁 一边翻动着打印出来的纸张 一边浮现出古怪的笑意 那笑意中带着三分满意和七分嘲讽 还真多啊 也真亏那个威尔士 能在被这么一群人拖后腿的情况下 把承手到今天 塞西尔军团奋出了一支卫队 按照约定的时间地点 前往圣苏尼尔城外的墨房镇废墟 而在他们抵达之前 威尔士已经抵达此地 这座几乎仅剩下残垣断壁的废墟 已经没有任何占领和修缮的必要 惊醋巨人的军团踏平了他 拆毁了他几乎所有的建筑和围墙 看上去似乎唯有彻底推平重建 才是处理他最好的手段 被派到这里的王室骑士团 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便清除掉了废墟附近游荡的灵星怪物 然后把安苏旗帜插在了一片残砖碎瓦上 当乌鸦台地的方向传来隆隆炮响的时候 骑士团便沉默地驻扎在这里 他们已经接到命令 不论发生何事都不可善离此地 而如果乌鸦台地无事发生 他们的任务就是在这里截杀返回的贵族 安苏的旗帜飘扬在化为废墟的小镇边上 破碎的砖瓦和坍塌的围墙在阳光下泛着凄凉的气息 一支沉默的骑士团守卫着这片破砖烂瓦 威尔士 摩恩带领着效忠于自己的 存活下来的贵族和士兵们站在阵外 注视着那些争名怪异的钢铁战争机器 使尽了这片开阔地 在看到那些转动的履带 浮动着护盾光辉的钢铁装甲 在阳光下闪烁寒光的轨道泡口时 威尔士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周围所有人都紧张起来 并听到了好几声猴头鼓动的声音 事实上就连他自己 在看到那些战车的时候也难免情绪震荡 被战车护卫在中间的那辆魔导车打开了车门 高文从里面走了出来 紧接着出现的 还有身穿一袭白色长裙 面容冷漠疏离的北京女公爵维多利亚 威尔士身旁的贵族和骑士们略略骚动起来 但没有人产生更大的动静 维多利亚则只是静静地站在高文侧后方 即便她很清楚 在高文炮击乌鸦抬地之后 自己还站在对方身边意味着什么 她是在用这种方式兑现自己当初对高文的承诺 现场的气氛微妙而紧张 一种难言的尴尬沉默笼罩着所有人 高文当然能感到这股特殊的气氛 但她只是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 坦然走向眼前的安苏新王 我们总算平安见面了 国王陛下 但这里的气氛似乎不是很好 因为我们可能需要澄清一个可怕的误会 威尔士迎着高文的视线 并在对方开口之前 在旁边有别的贵族开口之前 抢先说道 我们需要谈谈 塞西尔公爵 高文注视威尔士片刻 点了点头 当然 小镇已经被摧毁 但要找到一个能够给国王和公爵商谈事物的房间 并不困难 一座坚固的小教堂 是这里唯一一座还没有坍塌的建筑物 在简单地清理之后 小教堂变成了两人交谈的场所 除了高文和威尔士两人之外 所有人都被挡在了教堂外面 包括跟随国王而来的贵族与护卫们 也包括塞西尔军团的指挥官以及跟着高文一同过来的维多利亚 伤痕累累的教堂木门之嘎河龙 一道阳光透过破裂的彩色水晶窗照进了教堂内 在崩塌破碎的神像和步道台前 高文与威尔士相对而立 高文看了看周围环境 没有想到我们第一次认真交谈会是在这种地方 这里比白银宝干净一些 威尔士笑着说道 至少这里没有那么多双眼睛看着 但外面的眼睛可不少 高文说道 我很好奇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您呢 您有考虑过假如这是一个陷阱 假如我只是想置您于不意境的 而蛊惑您炮轰乌鸦台地 假如我只是想以此清除一己 守住王位的话 您考虑过在这种情况下要怎么办吗 没什么可考虑的 高文注视着威尔士 因为刀枪出政权 威尔士略有些愕然地看了高文一会 他挣了两秒钟 然后突然间大笑起来 这位新国王在废弃的小教堂中放声大笑 笑得毫无贵族风度 毫无遮掩拘束 甚至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仿佛他前半辈子都从未开怀地大笑一次 全都积攒到今天一起笑了初来似的 直到几分钟后 这笑声才渐渐止息下来 他慢慢直起腰 用力深吸了一口气 脸上仍然残留着笑容 对啊 对啊 您果然是这样的人 我们那一代 都是这样的人 高文不自觉带入了高文 塞西尔的记忆 感叹着说道 那么你呢 你又有什么决定 您知道吗 在过去的将近一年里 圣灵平原和北境 西境地区一直在推行各种各样的改革 我们尝试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威尔士已经平静下来 慢慢说道 新式的工厂 城镇管理 新的军队操点 甚至是新式学校 新的自由民制度 这一切都在挑战旧的秩序 但维多利亚和百德文两位公爵 却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推行他们 因为我们都相信 这些事物可以让安苏重新强大 一阵隐隐约约的吵杂声 从教堂外传来 听上去还很远 但好像越来越近 威尔士转头看了教堂紧闭的大门一眼 回过头继续说道 但最后 几乎所有的改革都失败了 工厂变成了聚连土地的新手段 军队操点几乎没有成效 新制度得不到推广 学校 学校压根就没建起来 唯一的变化是王都贵族分成了针锋相对的改革派和保守派 争吵不断 内耗不断 但是您知道吗 这并不是安苏唯一一次为变革而努力 在您复活之前 早在十几年间 甚至几十年间 我们就努力了很多次 当然 那时候我远离白银宝 严格来讲 是我的父王和几位护国公爵努力了很多次 塞拉斯 罗伦公爵带来过参考自提封的改制方案 我的父王曾考虑过建立议会 前任北境公爵推行过王国宪法 百德文大公推行过新的商业政策 全部失败了 教堂外的吵杂声变得愈发明显 但这并未能影响高文和威尔士的交谈 高文微微点了点头 我知道其中一部分 我离开了白银宝 但我关注着这一切 威尔士继续说道 从很早以前 我就一直在思考 思考到底是什么阻碍了王国向着更好的方向转变 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智慧之人吗 但提封施行新政之前 他们的学者和顾问并不比安苏多 是我们缺乏开明的贵族 但国王和每一个护国公爵都是改革派 贵族体系中支持改革的人也一直存在 我们缺钱 缺粮 缺时间 但事实上 安苏起步时和提封开始改革时 并没有相差太多 那我们究竟缺了什么 在和提封进行比对的过程中 我隐隐约约找到了一些关键 而在南静崛起之后 在我们效仿 民的新秩序 进行了更加激烈的改革 遇上了更加激烈的反弹和矛盾之后 我想我搞明白了 问题出在以国王为首 以分封领主制度为骨架 以土地和农奴为血肉的整个安苏体系上 我不认同埃德蒙和罗伦公爵的做法 但现在我不得不说 他们帮了我一个忙 塞西尔公爵 您知道如果想让变革从上而下地进行 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吗 威尔士面带微笑 静静地注视着高文 但在高文开口之前 他已经自己说出了答案 那就是推翻自己 威尔士大踏步地走向教堂大门 在外面的吵杂声 已经演变成一片怒吼和呼喊的时候 他将大门一把推开 黎明之剑 作者 远同 制作 阿法尔说 第0644章 人心 小教堂外 人群已经聚集起来 一个突然传扬开的消息 动摇了所有人 贵族与士兵们无不感到惊愕 即便是那些 已经提前隐隐约约意识到一些真相的人 也在得知事情的细节之后 错愕万分 国王为了铲除曾经反对过自己的那些贵族 为了栽赃嫁祸给高文 塞西尔公爵 为了确保自己的王权 为了避免塞西尔家族回归王国权力中心 竟一手导演了乌鸦台地上那场耸人听闻的杀戮 这不是传言 而是有着切实的证据和证人 一封本应被销毁的密信被人搜了出来 几个不甘沉默的内庭禁士 也站出来指证国王的罪过 小教堂外 身材发福的巴林伯爵 愤怒地挥舞着手中的一纸信函 这是一场阴谋 国王用假消息欺骗塞西尔公爵 让公爵误以为乌鸦台地被怪物攻占 国王杀了上百个贵族和他们的骑士 只因为这些人曾经反对过他 教堂周围的骑士们骚动起来 骚动又渐渐演化为越来越大声的叫嚷 一部分处于震惊和后怕中的内庭贵族 也很快加入到了声讨的浪潮里 人群中只有寥寥几人保持着诡异的沉默 另有一小部分贵族则满脸茫然错愕 仿佛一下子失去了自己的立场 仿佛突然搞不明白 这个世界到底哪里出了差错 更多的人被鼓动起来 一种被背叛的愤怒开始在人群中蔓延 我们支持的国王原来竟是个暴君 他今天能杀一百个反对他的贵族 明天就能杀了我们 他本身就是踩着鲜血加冕的 我们从一开始就应该知道 人群中有人在生死历劫地呼喊 一开始呼喊的人只是一小部分 但不知怎么就迅速感染了几乎整个人群 有人高叫着要国王从教堂里出来 还有些感到被背叛的人则愤怒地注视着那扇门 如果不是还有最后一支位对手在教堂门口 这些人甚至可能会冲进教堂里去 然后教堂的门就被人推开了 威尔士摩恩出现在这些人面前 国王出来了 他出来了 人群在骚动中忍不住后退了半步 但紧接着又涌上前来 一片吵吵杂杂的声音在四面八方响起 叫嚷着要让国王解释那封信上的内容 巴林伯爵站在最前面 挥舞着手中的信指 大声说道 陛下 请您解释一下这一切 为什么您要写信告诉塞西尔公爵 说乌鸦台地被怪物攻占了 这位身材胖胖的伯爵脸膀胀的通红 似乎每说一个字都在榨干全身的力气 威尔士默默地看了巴林伯爵几秒钟 在周围人群安静下来之后才清晰地说道 我只是清除了王国的蛀虫而已 这是一种变相地承认 人群顿时哗然 而在哗然声几乎到达顶峰的时候 人群突然再次安静下来 一个高大的身影从教堂内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高文走出大门 面无表情地站到了威尔士身旁 坦白来讲 从走出坟墓那天算起 我在这个时代遇到了不少人 有人尝试做我的对手 有人自认为是我的对手 有人是我的盟友 还有人以为自己是我的盟友 高文看了身旁的国王一眼 但只有你 既非对手也非盟友的人 是目前为止第一个真正让我感到惊恶 甚至有些猝不及防的 那这可是我最大的荣幸 威尔士微微一笑 轻声说道 接下来您要做的就只有一件事了 谴责我吧 没有人听清高文和威尔士之间的低声交谈 但所有人都能看到两个人有所交流 一名身披宝蓝色外套的贵族高声叫道 塞西尔公爵 您被这个国王蒙骗了 他想置您于不义之境 高文看了高声喊叫的那位贵族一眼 很小声地对威尔士说道 这个人对你很忠诚 然后在威尔士开口回应之前 他又说道 可惜你安排的这个舞台不太符合我的风格 威尔士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惊讶 但在他想要说些什么之前 高文已经上前一步 对那些聚集起来的贵族和士兵们说道 不用怀疑了 我知道乌鸦台地上有什么 小教堂前的广场上顿时一片安静 所有人都惊愕地忘记了出声 一些人在片刻后忍不住吸了口凉气 而另一些人却下意识地把视线投向了四周 塞歇尔军团的士兵和战车们就聚集在空地周围 那些冰冷的战争机器们正冷漠地关注着这一切 无悲无喜 纪律井然 那封信是真的 我对乌鸦台地的轰炸也是真的 但在我们讨论这件事正义与否之前 我有些东西想让诸位看看 高文一边说着 一边向旁边伸出手 人们这才注意到 有一个身穿黑色贴身皮甲的矮个子 半精灵不知何时已经站在那里 这令人惊叹的隐匿技巧 先是让在场的超凡者们惊讶了一下 紧接着他们便 看到这个半精灵将一叠印有字迹和图案的纸 递到了高文手上 高文接过琥珀递来的打印键 先是随手翻了翻 随后念叨 尤瑞尔伯爵 王室直封贵族 封地位于圣苏尼尔西部 于上月58日策划叛逃 一度打包了12辆马车的财物 其中包括利用植物质便窃取的 本应作为呈房物资的三辆马车和树皮战马 后因察觉到王室骑士团的异常调动 紧急取消逃亡 霍迪科尔子爵 内庭贵族 同样策划叛逃 且通过贿赂首位的方式 转移了大量属于王室的财物 同样因为消息灵通 紧急取消逃亡 之后又积极效忠新王 以此来掩饰曾犯的罪 巴尔格自觉及其兄弟尝试从北城门叛逃 为此不惜杀死了一名反对叛逃的 试图向白银宝报信的正直歧视 并将其伪装成失足坠落 这一份更加厉害 尝试叛逃的霍普金纳女伯爵 我这里甚至有他乘车匆匆驶向北城门的魔法流影 高文扬起一页纸 上面清晰地呈现出了一辆抹去灰迹的贵族马车 驶向城门的图像 图像上一个脸型瘦长的女人 正探出头 紧张地看着街道 而马车后面的背景 则是圣苏尼尔人人熟知的北部城墙 我这里还有很多资料 很多很多 高文的声音 把广场上很多陷入呆滞的人惊醒过来 而在惊醒之后 几乎每一个人都突然感到了一股彻头彻尾的寒气 正在从心底蔓延 公爵注视着所有人 即便他远在南静 他的视线也早已覆盖了北方的王都 这些资料 这些文字和图片 他们呈现的视角令人不安 他们拥有的细节令人恐惧 一时之间 广场上的贵族们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 仿佛他们完全是无拙无挡的在塞西尔的眼皮子底下生活着 每一场宴会上的宾客 每一个门廊下的守卫 每一个从路边经过的行人 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瞬间 都有一双属于塞西尔的眼睛在盯着自己 但高文自己知道 他远没有做到这一点 尽管经过两年以上的经营 军情局确实是在圣苏尼尔城内设置了许多站点和密探 但他对王都的监控仍然是相当有限的 只不过那些试图叛逃的贵族们实在是不够走运 亦或者是只在意白银宝的关注 而忽略了那些路边随处可见的平民和街角小巷窗口后面的视线 结果很多都露出了马脚 另一方面 他手中的资料也是半真半假 但这种时候又有谁在意呢 国难之时 尝试叛逃 且卷走军需物资 破坏城防布置 甚至谋杀守城将士 这是严重的叛国行为 高文放下手中资料 语气平静地说道 发生在乌鸦台地上的事情 只是一次执法 这就是高文的风格 下令炮轰乌鸦台地的是他 没什么不好承认的 他就是要铲除那些贵族 同样没什么不好承认的 就如他在南京做的事情 在关于传统贵族的事物上 他既不迂回 也不伪装 毕竟 他所推行的秩序 和就有的贵族秩序之间存在的不是偏差 而是针锋相对的对抗 既然从一开始就注定无法相容 倒不如做得直接一点 毕竟 他并不需要在就贵族的群体中 为自己留下退路 反而要小心 如果今天配合了这场骗局 未来的某一天 这份虚伪就会变成人民眼中的污点 我说完了 他淡然说道 谁要发言 教堂广场上一片安静 但这安静 却不仅仅是紧张畏惧导致的 更有一种矛盾和纠结的心态 困扰着每一个人 除去那些立场 可能比较简单的士兵 和低级骑士之外 在场那些稍有爵位的贵族 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艰难 叛国者可恶至极 这一点没有疑问 此刻站在这里的基本上都是 真正捍卫国王度 对那些逃亡派感到不迟的主战派 在看到那些证据之后 他们当然对乌鸦台地上发生的事情 感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 但高文 塞西尔的手段又令他们感到不安 那一阵炮响让所有人都深深忌惮 国王确实是清除了王国的蛀虫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国王也确实是用了这种手段来铲除一击 不管塞西尔公爵是不是知道乌鸦台地上的真相 国王的那封信都是真的 动机也是真的 巨大的矛盾感和近乎荒谬的分裂感 让所有人都一时间不知该说些什么 似乎哪一个都不应该支持 但他们总得支持一个 这样令人难以忍受的安静 持续了整整数分钟 才突然被人打破 巨拢在小教堂前的人突然从两边散开 身披公爵大场 气质儒雅的百德文 法兰克林公爵站了出来 这位公爵手中拖着一样 在旁人看来莫名其妙的事物 那是一块秘银制成的金属板 看到那块金属板之后 高文脸上没有丝毫意外之色 他只是微微偏头 看了旁边的维多利亚一眼 在那位北京女公爵复杂的视线中 他看到了一丝凝重 紧接着那丝凝重又变成了释然 百德文 法兰克林拖着秘银板 来到高文和威尔士面前 在与威尔士交换了一个深沉的眼神之后 他转过身 看向广场上的人群 无论如何 国王借助塞西尔公爵之手 铲除异己的行为是确凿无疑的 他的动机中 蕴藏着极大的私心和对权力的可怕滥用 这毋庸置疑的事实证明了一件事 威尔士 摩恩已经不适合再继续当我们的国王 他应下台 退位让衔 塞西尔公爵对乌鸦台帝的轰击式 铲除叛国者的雷霆手段 他远离王都权力中心 不存在铲除政见不合者的动机 这决定虽然有过于冷酷之嫌 但却是在国难危急状态下的正常决断 这是我的判断 在高文身后 身影隐藏在众人视线之外的琥珀 轻声嘀咕了一句 真是荒谬啊 高文轻声回应 没错 就是很荒谬 百德文的话存在太多可公争论的点 仿佛是刻意放大了一方的过错 又故意忽略了另一方的可怕行为本身 明明真正开炮的是高文 最终却要让所有人都无视这一点 但最荒谬的是 百德文的话音落下之后 广场上却没有一个人出声反驳 人们短暂沉默了一下 然后互相交换着视线 在某种无言的默契之下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点起头来 百德文回过身 看着威尔士的眼睛 陛下 对这个结论 您有意见吗 威尔士露出了放松的笑容 事情终于又回到了他计划中的方向上 我没有意见 那么 请您让出王位 陛下 黎明之剑 作者 远童 制作 阿法尔说 第0645章 王岐的终结 高文曾经猜到了 威尔士并不贪恋那个王位 但说实话 他并没有想到 对方会做得如此彻底 会走得如此极端 他不仅仅推翻了自己 更破坏了 安苏传承700年的贵族规则 国王是领主的领主 领主是国王的延伸 作为破坏这个规则的人 他引导着满心怒火的贵族 将自己推翻下台 而当他下台之后 安苏的国王贵族结构 也将裂开一道无法弥合的裂痕 这个体系将变得易于摧毁 且难以复原 有人看出了这一点 但他们选择沉默 有人没看出这一点 他们正沉浸在推翻了一个国王 所带来的异样激情中 还有一些更机敏的人 他们注意到了现场涌动的暗潮 和不远处塞西尔人的钢铁战车 新时代来了 守旧派曾拒绝过这个新时代 但新时代还是来了 撵过来的 在众目睽睽之下 威尔士坦然地摘下了自己的王冠 而直到他将王冠 交到身旁的侍从手中 现场的贵族和士兵们才反应过来 并产生了一点点骚动 人们似乎此刻才产生了一点真实感 真真切切地确认 这位仅仅在王位上待了八天的国王 解除了自己的王权 而再确认这件事之后 有人不知所措起来 国王下台了 那新王呢 百德文 法兰克林没有沉默太久 在骚动蔓延之前 他上前一步 抬起了手中那块秘银板 既然时机已经成熟 我将向诸位公布一条 仅在护国公爵和王室之间 传承的特殊法律 这条法律由开国先军查理一事 及最初的护国公爵 共同制定 并以秘银契约的形式 分为数分 封存在四井 我和维多利亚 维尔德女大公 皆可证明 此法律的真实有效 此为紧急继承法案 内容如下 随着这条被尘封了700年的秘密条例 被公布出来 现场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这超出了几乎所有人的预料 一双双惊恶的眼睛在空气中交换着视线 边缘的人群难以抑制地窃窃私语起来 位于中心的贵族们 则反而陷入了诡异的沉默 有人露出沉思的表情 有人却是若有所悟 但竟没有一个人出声质疑 因为石石物一向是贵族的美德之一 以他们的敏锐 早已意识到今天注定会变天 今日摩恩血脉已无直系可用继承人 朱旁系分支艰难成王冠之众 安苏王权空选 而第一开国公爵仍在人世 依照此紧急继承法案 高文塞西尔大公将自动成为新王 塞西尔公爵 您可以接过这份誓约了 百德文将手中托举的密银板送到高文面前 双眼静静地注视着眼前的开国公爵 广场上的一双双眼睛也抬了起来 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一幕的忠心 高文笑了笑 将手伸向那份密银誓约 确实 这个国家现在需要一个保护者和统治者 否则它大概挺不过今年冬天 听着这句话 广场上的贵族们露出了意义复杂的笑容 随后 他们一个个地微微低下头颅 掩饰住眼神中的所有变化 做好了为新王喝彩的准备 高文的手在密银誓约上轻轻拂过 但我并不打算接过查理传承下来的王冠 坚固的密银金属板悄无声息地化为细灰 随风飘散 百德文公爵脸上的平静被打破 他惊愕而意外地看着这一切 甚至就连旁边的维多利亚脸上 也忍不住露出了一丝震惊之色 只有站在高文侧后方的威尔士 表情仍旧淡然 嘴角则隐藏着难以察觉的微笑 广场上的贵族们低着头等了半天 没有等到百德文公爵下令欢呼的信号 他们困惑地抬起头来 才终于看到了那些粉末随风飘散的最后一幕 于是低声地惊呼不断 高文搓了搓手 清除掉指尖最后一点密银粉末 转过头看向广场 安苏的王权终结了 以摩恩开始 以摩恩结束 他会体面地落幕 而不是尴尬地强行延续下去 安苏的最后一任国王守住了这个国家 我希望你们能记住这一点 这片土地将会延续下去 这场灾难会结束 焚毁的土地上会长出新芽来 但安苏已经成为一个历史 一个崭新的国家会在此建立 以保护这片土地 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我希望你们能明白这一点 我承诺这个过程将是平稳且安定的 这片土地最终将繁荣且富强 绝不至于陷入混乱和衰退 我也承诺 一切破坏秩序的行为都将得到严惩 此举是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安全和权益 这不是一个建议 而是一个通知 我已经明确告知现场所有人 接下来反对者出列 向前一步 整个广场上落真可闻 唯有塞西尔军团的战车和魔能战斗兵 在旁边沉默地注视着这一切 无悲无喜 纪律井然 在令人难以忍受的 仿佛一个世纪那般漫长的死寂之后 维多利亚突然轻声说道 我支持 百德文公爵看了北境女公爵一眼 南境是塞西尔的领土 东境已经名存实亡 北境已经表态效忠 圣灵平原大半土地已处于塞西尔军团实际控制下 而王都就在那些战争机器的射程内 支不支持其实都没什么区别了 更何况高文 塞西尔原本就已经具备了继承王权的资格 如今他所做的 只是在这个资格上更进一步而已 我支持 西尽大公上前半步 陈生说道 高文对两位守护公爵点点头 视线扫过广场上的人群 露出一丝微笑 很好 无人反对 那我也必将兑现我的承诺 接着他又说道 既然我们将展开一段新的历史 那么我们要做的事情就多多了 请尽快整理行装 返回王都 我将和两位守护公爵一同探讨 如何尽快恢复秩序 如何尽快制定国家的框架 如何尽快恢复生产 另外 这场危机还远没有结束 这一点相信 作为主战派的诸位也能明白 我们还没有到可以放松的时候 高文在最后用近在眼前的危机 稍稍提醒了一下 那些正陷入茫然失措状态的王都贵族们 他确信 这样可以让这些人暂时振奋起精神 以减少接下来可能会出现的混乱 这场戏剧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展开 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结束 浩浩荡荡的队伍重新整顿起来 在渐渐下沉的夕阳中 前往王都 赛西尔军团入城了 威武而令人敬畏的战车履带 碾压着圣苏尼尔古老的石板路面 全副武装的魔能战斗兵踏着整齐的步伐列队行进 又有肩扛战锤的白骑士走在队列前方 盛光浮动 旗帜飘扬 刚刚从生死危机中 幸存下来的市民们走到了街道两旁 他们簇拥着入城的队伍 带着好奇和敬畏行礼致敬 有人被那些发出怪想的坦克吓到 脸色苍白的匍匐在地 更有面黄鸡兽的平民和农奴跪在路旁 仿佛随时准备亲吻魔能战斗兵的靴子和踩过的脚印 他们麻木而热情 喜悦又恐惧 琥珀和高文一同站在战车内 半个身子探出车外 琥珀踩了凳子 看着道路两旁的场面 看到那些匍匐在地的人 半精灵小姐忍不住皱起眉 你将来会让这些人都站起来的 是吧 当然 就像我在南京坐的那样 我知道 我只是再确认一遍 琥珀轻声说道 我就是觉得有点慌 你竟然真的走这一步了 虽然此前政务厅那边也确实做了预案 各部门也做了准备 但恐怕谁都没想到会这么快 高文看了略有点蒙圈的半精灵一眼 忍不住笑了笑 我说过 我会打到王都的 队伍后方 威尔士 摩恩回过头 回望了圣苏尼尔威俄的城墙一眼 在那座浸染了无数鲜血 经历了无数次攻击 骑士和战士们 以生命捍卫过的城墙上 一面蓝底金边的安苏王旗 正在缓缓降下 在那里执行降旗的人士 王室骑士团团长科恩 罗伦 这是塞西尔公爵 留给摩恩王室的体面 在威尔士身边 身材壮硕 须发灰白的克伦威尔 白山伯爵 同样回望着正在降下的王旗 看着那面旗帜 在夕阳中被染上一层朦胧的灰光 看着他彻底消失在城墙上 白山伯爵 终于忍不住哽咽起来 陛下啊 王旗降下去了 我 我已经不是国王了 威尔士出生纠正道 一面新的旗帜会生起来的 白山伯爵 挺起胸膛吧 你和你的家族 效忠的是这个国家 而这个国家并没有倒下 拥有矮人血统 在安苏诸多贵族中 极为特殊的克伦威尔 白山伯爵 轻轻吸了口气 向您致敬 安苏的王旗降下了 代表塞西尔的旗帜 开始飘扬在圣苏尼尔的城墙上 尽管新国家的框架还未建立 权力交割等诸多事物 还未真正开始 但仅仅旗帜的变换 便足以传达出很多信息 白银宝最高的一座尖塔上 一个身穿淡紫色纱裙 脸上罩着半透明面纱的身影 正静静地俯视着这座 古老的人类王城 俯视着远方旗帜的变更 片刻之后 梅丽塔 破尼亚按了按耳边 但金色的通讯界面 随即浮现在他眼前 安苏王权更替了 高文 塞西尔将成为这个国家的新主人 但他似乎并未选择 继承安苏国王的头衔 而是更激进地 想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通讯界面上的线条抖动着 略带干扰音的沙沙声 从中传来 王权更替在预期内 只不过他没有继承王位 而是选择终结安苏王权 倒是令人意外 但也能理解 这个人类王国已经彻底洗牌 在一张白纸上作画 总比在一张陈旧的油画上 修修改改要容易地多 梅丽塔眨眨眼 我上次的报告 怎么样了 通讯界面对面的声音 安静了两秒 才带着一丝叹息说道 平一团最终决定 接受你的说法 不追究你的擅自行动 但平一长 有句话让我私下里提醒你 梅丽塔顿时紧张起来 不会要扣我工钱吧 平一长 希望你下次钻漏洞的时候 不要这么明目张胆 起码把理由描述得圆润一点 承接货运业务不算插手战争 因为收了运费这种话 直接写在报告里 让大家都很难办 你还是个蛋的时候 真的没被人摔地上过 最后一句话 也是平一长说的 是我说的 梅丽塔呼了口气 拍拍胸口 哦那还好 通讯器对面 似乎立刻就传来了 一大串塔尔隆德粗口 但梅丽塔 破尼亚已经屏蔽了这些 对自己不利的话 她抬起头 看了 正在渐渐靠近白银宝的队伍一眼 又看了不远处 仍然被圣光笼罩 看上去一切如常的大教堂一眼 忍不住轻轻叹了口气 这一届的人类 变数真是太多了 但若是你们能借助 这些变数挣脱桎 倒也不错 黎明之见 作者 远同 制作 阿法尔说 第0646章 交谈 王岐已落 但这只是个开始 新秩序的建立并不容易 在一切稳定下来之前 有无数的事情需要人去处理 对高文而言 唯一的好消息 是他所要面对的阻力 已经因各种各样的原因瓦解 安苏在这场灾难中 遭遇了一次彻底的清洗 他面对的是一片殆剑的废墟 也只是一片殆剑的废墟 而且他还得到了 两位守护公爵的支持 以及王都残余家族的支持 至少是明面上的支持 圣苏尼尔南部和东部区域的战斗 还没有彻底结束 机械部队和野战碉堡 已经将那些区域切割成 大量死线进去 从圣灵平原游荡过来的 惊醋怪物 就像走入粉碎机 一般不断在那些封锁线上化为灰烬 停靠在戈尔共河畔的舰队 已经完成火力支援任务 除开拓者号 以及数艘小型炮舰 停留在圣苏尼尔附近待命之外 另外 两艘主力战舰 此时已带领着剩下的战舰撤离 他们将回到戈尔共河道上 继续执行对河道的封锁任务 以防止惊醋怪物中的漏网之鱼 进入平原西部 那些装甲货舰也跟着离开了 但并不是一去不回 他们将在接下来一段时间 维持圣苏尼尔和平原南部之间的运输线 以确保王都这边的物资供应 大战之后的圣苏尼尔物资匮乏 尤其急缺各类医疗物资 如果不能及时恢复王都各类必需品的供给 那这座城市很可能在胜利之后反而陷入自毁 这在历史上是有不止一次教训的 进城之后 高文首先下令打开了白银宝的粮仓 进行了全城的开仓放粮 同时派出了大量传令兵 在城内各处宣读安民告示 又让白骑士走上街头 让他们免费为市民治愈疾病 以初步安定民心 他并没有急于对那些已经失事的贵族 进行封锁和抄家 因为这会导致不必要的恐慌和高压 但他第一时间替换了城市所有的卫队 让士兵驻扎进了所有城区 在这个过程中 琥珀也及时调动了城内的军情局干员们 这些从很久以前 便在这座城市扎根的特工在暗中行动 挖出了一大批打算趁乱获利的萧小之徒 并不断向军方提供城内基层的情报 让负责维持秩序的军官们迅速控制住了局面 在这些卓有成效的手段下 圣苏尼尔的气氛在短时间内便初步平稳下来 居民的紧张情绪仍在 但至少还维持着正常的生活秩序 城市机能也初步得到回复 毕竟这个时代传统城市的管理机构 也没多少复杂机能 塞西尔军团驾轻就熟的战时军管流程 用来平复这座城市的秩序已经绰绰有余 白银宝内 一间铺着暗蓝色地毯 陈设着华柜书架和精致银烛台的书房内 高文正站在水晶窗后 注视着城堡前那片有着喷泉和大片草坪的开阔地 两辆战锤 I型主战坦克和两辆钢铁大使多功能战车停在典雅的花坛旁 一对全副武装的魔能战斗兵正迈着整齐的步伐 从喷泉前走过 四名身披重凯 手持机械动力战锤的白骑士站在远处 看上去充满警惕 古典的王家城堡和现代化魔岛机械部队 以一种诡异的方式出现在同一幅画面中 带着某种幻想般的割裂感 却又奇妙地融合在一起 我没想到你们可以如此游刃有余地接收一座王都 并在短时间内控制住它的秩序 中年人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看上去你们非常熟练 甚至提前演练过 高文转过身 看着威尔士 摩恩走到书桌旁 并未演练过 但塞歇尔军团对大部分情况都有预案 照张行事就足以应对这座城市 至于熟练 我们在南京确实接收了不少城市 这座城市是一个更大的泥潭 虽然我的提醒可能有些多余 但还是希望您能小心应对 威尔士笑了笑 随手拿起桌上的茶壶 您可以试试这里的红茶 这是白银宝里为数不多的好东西 高文坦然接受了威尔士的好意 并随口说道 听上去你对白银宝没什么好印象 我不喜欢发霉的地方 而这里是整个王国发霉最严重的房子 我曾经离开这里二十年 回来之后却发现这里没有一点变化 威尔士笑了笑 幸好我不用继续在这里住着了 后悔这个决定吗 高文看了他一眼 其实你选了一条对自己最不利的路线 你没必要用身败名裂的方式离开王位 我自会清算那些贵族 而你可以平稳地交接权利 甚至还有可能留下个英雄国王的称号 现在这个局面 即便我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保全你的名誉 你也仍然是因污点而被人推翻的国王 还是那种难以洗刷的污点 威尔士语气平淡 这正是我想要的局面 和平交权的国王会给人留下太多值得怀念的地方 将来就会有人打着我的旗号 试图让安苏王权复位 而将国王推翻 却可以浇灭未来的大部分火星 尤其被推翻的还是一个阴谋血腥的暴君 没有人会希望暴君复辟 说到这里 这位加冕八日的国王突然笑了笑 脸上有一丝自嘲 其实我甚至为自己准备好了绞刑架 这才是最彻底地推翻自己 但我没想到 您会以那么直接而强势的方式表达态度 镇住了贵族们即将失控的怒火 我的绞刑架就没用上 高文忍不住注视着威尔士 摩恩 但后者只是维持着淡然的笑意 仿佛再说一件与己无关的小事 事实上即便你死了 只要有人还在怀念旧时代 复辟者该出现还是会出现 他们或许不会打着你的名义 但他们会找出你的子嗣 找出其他摩恩血脉 找出旁支的继承人 甚至会制造一个子嗣出来 高文摇了摇头 杜绝复辟需要的不是对血脉的封杀 而是时间的洗刷 以及新时代本身的吸引力 只要保证新的秩序优于旧的 保证绝大部分人民的利益 那么复辟者自然不会有存在的空间 威尔士轻轻呼了口气 那这就是您的任务了 没错 这是我的任务 高文侧过身 看了窗外的广场一眼 一些描绘着家族文章的马车 正驶过广场前的路面 威尔士也走上前来 和高文一同注视着窗外 柯林帕斯家族 应该是来找百德文公爵 商议重开市场方面事务的 这些家族现在都在你的对立面了 而且即将接受塞希尔法律的管理和改造 高文说道 他们很多都曾经是真心效忠于你的 甚至直到现在也是 塞希尔的新秩序对他们而言 将是一场艰难的考验 他们会失去长久以来的生活方式 会被没收大量财产 会失去土地 失去军队 失去几乎所有特权 以他们曾经的地位而言 这近乎一场难以忍受的苦难 而其中一部分未能通过考验的 未能适应新秩序的 甚至会失去生命 就像南京那些被处死的旧贵族一样 他们中有不少都是好人 大众道德观念上的好人 但安苏 这个国家需要重生 威尔士平静地说道 出问题的是整个贵族体系 因此我们也必须摧毁整个贵族体系 这与他们个人是不是好人无关 另一方面 即便是这些好人 这些没有被我送到乌鸦台地的 曾经勇敢守卫王都的好人 也是阻碍和妨害国家的一环 坚守城墙的骑士 平日里也在压榨农奴 死战不退的伯爵子爵们 也从农民手里扣走了最后一点粮食和田产 那些把家当都捐出来支援前线的人 把自己所有的子女送上城墙的人 由浸灯枯死在护盾节点的人 他们同时也是土地的主人 农奴的主人 财富的主人 他们既有改革派也有保守派 但不管是哪一派 他们都必须成为历史 就像我这个国王一样 高文认真注视着威尔士 两久才轻轻点头 你看得很透彻 也仅仅是看得透彻 我自己却很难做到 我知道自己的能力局限在哪 我能看透 但却打造不出你那样的一支军队 我懂人心 却缺乏你那样规划出一整套新秩序的智慧 我或许有一些魄力 但还不足以像你那样 可以直接无视所有传统势力 始终坚持自己的方向 威尔士自嘲地摇了摇头 乌鸦台地是我送给您的一份礼物 但其实也是对您的一次试探 只有台地上的天火坠下 才能证明您和现行贵族体系的彻底对立 只要那里的炮声响起 您和贵族们就再也没有缓和的余地 他们会臣服于您 但绝不会再尝试拉拢您 您会改造他们 但绝不会再融入他们 哪怕多年以后 哪怕我死了 哪怕您也死了 假如您还会再去试一次的话 乌鸦台地上的天火 也会永远印在目击者 及其第一代 第二代子嗣的记忆中 不会消散 这试探多有冒犯 希望您不要介意 如果我介意的话 我就不会站在这里了 高文看了威尔士一眼 不过我很好奇 如果我当时没有下令开炮 你会怎么做 我在墨房镇安排了大约半个骑士团 威尔士微微一笑 与真正的骑士团比起来 乌鸦台地那些喧闹的小丑 根本不堪一击 但这是最差的局面 一旦我这么做了 王都仅有的秩序 立刻就会崩溃 死的人会多上几倍 其中不乏原本可用于重建亡国人才 但我也相信 如果局面真的变成那样 您还是会出手 来接这个更烂的烂摊子 高文正了正 不免失效 那看来幸好我当时开了炮 威尔士 在算计人这方面 你真是和当年的查理一模一样 这是我听过的最高的赞誉 威尔士坦然说道 并紧接着话锋一转 但现在我还有最后的一份担心 您知道是什么吗 是什么 塞西尔公国的秩序 在今天看来是有益的 但安苏的贵族体系 在当年初见时也是有益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由人建立的秩序 终究还会被人腐蚀 尤其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 更没有人能提前证明 它就一定是正确的 有朝一日 或者说 如果就在不久的将来 您的塞西尔王国 或者帝国 走入了歧途 您制定的规则 被证明是错误的 到了那一天 威尔士说到这里顿了顿 他抬起头来 注视着高文的眼睛 您会推翻自己吗 或者说 有人能推翻你 以及您的后裔吗 高文沉默了两秒 认真说道 会的 我保证 他没有罗列一大堆 社会发展的规律 或者魔导技术的特殊属性 来佐证自己的话 威尔士同样没有寻求什么证据 两个人只是笑了笑 便仿佛达成了某种默契 那我就没有更多的疑问了 威尔士放下手中茶杯 稍微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外套 随后后退半步 该是我离开的时候了 被推翻下台的国王 不应该在王都滞留太久 这个舞台就留给您了 不考虑留下来帮忙吗 高文看着准备转身离开的威尔士 你是个人才 极为宝贵的人才 新生的国家需要你这样的人 我有很多职位 都可以不考虑你的前国王身份 您果然如传闻中一样 喜欢招懒人才 但可惜我是个懒汉 威尔士摇了摇头 我已经在这八天 国王生涯中用掉了一生的勤勉 现在我要回到自己原本的生活里去了 看在我多少有点守成之功的份上 就允许我偷个懒吧 高文没有放弃努力 就当是见证我的新秩序是否正确 你也可以亲眼看看 我是不是能履行自己的承诺到最后 威尔士想了想 摊开手 还是算了 我怕我活不过您 高文 前国王离开了书房 高文叹了口气 身旁的空气中 则慢慢浮现出琥珀的身影 后者眨巴着眼睛 戳了戳高文的胳膊 没挖走哀 也只是尝试一下 没抱太大希望 但你看上去失望得不得了 你冒头就未说这个 那倒不是 琥珀完全从隐身状态跳出来 大大咧咧的伸了个懒腰 主要是我头一次看见一个跟你一样能扯这么多的 而且这个威尔士的很多观点竟然跟你很相近爱 要不是提前知道不可能 我都怀疑他是你交出来的 世界上不止一个聪明人罢了 可惜并不是所有的聪明人都能被我挖到手里 高文摇了摇头 把无关紧要的感叹暂时放到一遍 总之 你派人关注着吧 或许有朝一日 他还愿意站出来为这个国家做一些事 放心吧 就知道你会这么安排 百德文公爵和维多利亚女公爵在哪 在一楼会客厅接见贵族和商人代表 现阶段有很多人心需要安抚 不过他们这时候应该已经忙完了 要让他们来见你吗 让他们上来吧 高文点点头 顺便送一台魔网终端机上来 我要开个内部会议 黎明之剑 作者 远童 制作 阿法尔说 第0647章 帝国 走进这间铺着暗蓝色天鹅绒地毯的书房时 维多利亚恍惚间竟有肿斗转型遗物是人非的感觉 他第一次走进这里 是和自己的父亲一起 在前代北境公爵的带领下 他在这里见到了还在壮年的弗朗西斯二世 也见到了少年时的威尔士摩恩 那时候的他还是个尚存一丝天真的少女 而这个国家则如过去数百年一样 平稳又沉闷地运转着 仿佛永远不会有变化 他上一次来到这里 是在出发前往郡牧道口前夕 坐在书桌后的 是重新回到白银堡的威尔士 摩恩 王国正在分裂 而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 可怕危机正在圣灵平原酝酿 现在 他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危局 正在直面这个国家命运的转折点 这里的主人 变成了那位死而复生的公爵 他隐隐有一种感觉 感觉仿佛历史正逐渐聚焦在这间房间内 而自己正在亲历这一切 坐吧 随意就好 高文站在书桌旁 看着两位护国公爵走进房间 看着侍从关上门离开 语气随和地说道 我们要谈一谈有关这个国家未来的问题 是 公爵 百德文点点头 自己找了个位置坐下 他对高文的称呼仍然是公爵 因为高文现在既没有加冕 也没有敲定公布国家将来的框架 暂时他只能继续用公爵来称呼对方 稍等一下 还有一位预会者 高文右手虚压了一下 让两位守护公爵稍后 视线则落在书桌上 那个刚刚安放上去的魔网终端上 他正在建立连线 这里的魔网运行不是很稳定 正在调试 两位守护公爵 同时把视线转向了那台正闪烁微光的 拥有三角形金属底座和水晶核心的魔导机器 维多利亚已经不是第一次见到魔网终端 但百德文公爵 此前却未见过他的实物 而只是从一些报告和手绘稿中 见过关于他的描述 这位西境公爵目不转睛 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好奇 这就是那个能够把传讯术廉价化的魔法装置 高文点了点头 可以这么认为 但实际上 他比传讯术要好用得多 虽然要依靠一套复杂的基础设施才能运作 但他的规模上限和单位成本都远非传讯术可比 我曾经设想过如何扩大传讯术的范围 降低他的施法要求 这对经济和军事都有很大好处 但研究一直没什么进展 百德文忍不住凑近那台装置 仿佛是想要仔细搞明白他的原理 完全是不同的路线 嗡嗡 说话间 魔网终端突然发出了一阵嗡嗡声 紧接着作为核心的投影水晶便一瞬间明亮起来 百德文公爵略有些惊讶地后退了半步 看到水晶上空的全息投影中浮现出了一位身穿典雅衣裙 气质沉静优雅的美丽女士 先祖 武安 赫帝首先对高文打了招呼 随后视线转向两位公爵 法兰克林大公 维尔德女大公 武安 他并没见过百德文公爵 但王国差不多所有高层贵族的资料 他都看过 关于安苏王国的很多基础知识 更是塞西尔学院里的教材内容 南京人对这个国家的顶层贵族们并不陌生 武安 百德文回忆致意 并在迟疑了一下之后 将对方和脑海中的情报对上了号 贺帝 塞西尔女士 您和传闻中一样美丽 感谢您的赞誉 我们已经进入白银宝 高文在旁边说道 详细情报你那边应该已经收到了 是的 政务厅和前线通讯畅通 贺帝点点头 神色间带着没有掩饰的放松微笑 很高兴知道您战事顺利 送往北方的额外物资和文职人员 已经从旁贝城登船出发 用的是快速机械船 高文微微呼了口气 有一个像贺帝这样可靠能干的恩层增孙女 实在让人省心 她基本上不用担心 后勤和本土秩序的问题 基本上除了嫁不出去 施法描编和画黑眼圈片并嫁之外 贺帝在她这儿就算是没有缺点了 她在书桌后坐下 两位守护公爵则坐在旁边两把高倍以上 再加上贺帝的全息投影 一场在这个时代很不常见的远程会议就此开启 安苏的历史已经结束 关于这个王国的评价 关于国王们的功过 关于他的终结 这些自有历史学家们去讨论 现在我们要考虑的 是如何保证社会秩序稳定 保证人民在这场灾难过后的生存 以及尽快结束这个国家的无序状态 高文看向百德文和维多利亚 分封领主制度虽然落后 但这时候至少体现了一个好处 分封领地各自运行 某种程度上仿佛无数个自己自足 自我维持的小王国 安苏王权的终结并不会立刻导致这些领地的秩序崩盘 我们也就有了一些操作的时间 是的 我和维多利亚讨论过这点 百德文点点头 我们两个人在救国贵族中的影响力还是有的 我们会在这个过程中竭尽全力地配合您 尽可能减少各地反弹 确保国家重组过程的稳定 赫地也点点头 南京这边已经做好准备 由执政官和政务厅各级官员组成的工作组和治安部队 已经在磐石要塞待命 随时可以前往北方重建秩序 重建北方秩序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当地势力配合 这方面军情局经验丰富 我会让琥珀从旁辅助的 高文说道 另外两位守护公爵也会在这个过程中予以协助 顿了顿 他又补充道 目前南京人手有限 政务体系的消化 掌控力也有限 不可能一口气吃下整个安苏 优先重组 重建圣灵平原地区 首先恢复国家腹地的生产机能 西境和北境 交给百德文和维多利亚 我会派出政务官员协助你们 没有问题吧 两位守护公爵短暂思索之后做出回应 没有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 所有旧贵族必须签字服从新法律 包括你们两位 同时两境兵权将收归最高政务厅军事部 原本的山地军团和西境军团需接受重组 两境还需接受最高政务厅的驻军 高文一条一条地说着 经济 军事 政治 皆需统一 分封制度将被终结 取而代之的是塞西尔的法律和秩序 阻碍是必然会出现的 甚至会出现地区性 阶段性的反复 但我希望所有人都至少明确一点 新时代已经来临 他的推进是一种必然 可以出现阻碍 但阻碍最终必须消除 他的视线扫过维多利亚和百德文 两位守护公爵 却一个维持着淡然的表情 一个则是满脸洒脱 摩恩王室的时代已经结束 圣灵平原的贵族体系已经瓦解 这个国家如果还有什么因素 有资格作为阻碍 那就是我们两个百德文微笑着说道 我们选择支持您 那么剩下的那些贵族就没有作为阻碍的资格 在这方面 我还是有些自信的 山地兵团元气大伤 但维尔德家族对北境群山的威慑仍在 维多利亚也简短地说道 很好 之后我将以塞西尔公国的制度为基础模板 将其做一定适应改良之后 推广至全国 我计划以首都的最高政务厅为中心 向下将安苏划分为若干行省 行省设行省执政官 再向下以大城市为中心设立城市政务厅 设置城市执政官 我本人为国家最高统治者 但我本人亦将服从法律制约 同时 我对国家的统治将通过政务厅系统进行 在我之下 设置大执政官作为最高政务厅负责人 目前的大执政官为贺地一人 但我你增加两人 有两位守护公爵担任 之后 三名大执政官的组合将作为常态 直至该制度不合时宜 或出现了不得不做出改变的情况 大执政官执行我的意志 进行最高政务厅具体的管理工作 但也应根据自身判断 及时对我提出建议 具体的执行办法 塞西尔公国的最高政务厅 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 参考之余 还可与南京的官员们讨论 高文一条条说着自己的构想 贺地则在旁边不断做出补充 渐渐地 百德文和维多利亚也适应了节奏 从单方面的聆听变成了卓有成效的交流 在这间曾属于弗朗西斯二世 属于威尔士摩恩的书房中 他们讨论着应该如何恢复这个国家的秩序 应该如何重建灾难中受损的生产活动 应该如何建立起新的国家框架 讨讨的过程中 高文做出的构想也在一点点地完善 他所提出的很多想法 在很多时候其实都只是个笼统的框架 甚至是存在诸多缺陋和错误的 过于理想化的框架 但他这些想法最大的意义 却是其启发性的着眼点 在他的启发下 百德文和维多利亚提出了一系列 很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渐渐填补着高文做出的框架 即便如此 他们今天所进行的讨论 仍然注定是前期性的 框架性的 肯定还存在诸多需要改进 需要贴合实际进行改变的部分 而且即便框架做得再好 后期实施的时候 也需要大量的试错 磨合 调整 还要面临大量的反复和挫折 安苏的最后一位国王尽最大努力 扫除了变革的阻碍 但阻碍永远不会完全消失 他终究需要时间 人力 物理这三大成本去慢慢解决 高文很清楚这一点 也为此做好了心理准备 他们的讨论持续了很久 久到所有人都仿佛忘记了时间流逝 直到窗外夕阳西下 城堡区亮起灯火 讨论才告一段落 而百德文 法兰克林公爵 则长长地输了口气 问道 那么 我们应该为这个即将诞生的王国 起个名字了 国王和领主的时代已经结束 他不是王国 高文慢慢说道 他是帝国 停顿两三秒之后 他一字一顿地说道 塞西尔帝国 他选择了以自己当前的姓氏 为新生的帝国命名 和曾经的安苏王国做彻底区分 他将埋葬曾经的安苏 那个古老而且曾经辉煌过的王国会成为历史 和他的名字一起成为历史 不管从象征意义上 还是从实际意义上 新生的帝国都必须和安苏这个词做出分隔 这也是减弱旧势力影响的措施之一 他也将在新帝国的名字中体现自己的权威 从侧面确保权力的集中和高效运转 为了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面对那些即将爆发的危机 他必须选择用权力集中的方式来提高社会的运转效率 以尽快做好应对危机的准备 说防疫时间被肃穆笼罩 良久 维多利亚才轻声说道 从今往后 无论功过 民都要抗 当我选择绿军北上的时候 就做好了准备 那么 百德文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向塞西尔帝国致敬 接着站起来的是维多利亚 向塞西尔帝国致敬 向塞西尔帝国致敬 赫帝同样说道 高文看了三人一眼 轻轻呼出口气 他会配得上你们的致敬 黎明之剑 作者 远同 制作 阿法尔说 第0648章 危机动荡与局势安排 夜幕渐渐降临 圣苏尼尔城内的灯火 在夜色中次第亮起 这座经历了覆灭危机的古老城市 在夜色中显得格外安静 多日以来 它终于迎来了一个没有喊杀声和爆炸声的夜晚 圣苏尼尔就如一头伤痕累累的巨手 在这难得的安静夜色中 静静舔势着自己的伤口 这座城市的灯火比塞西尔城要少很多 而且明亮的魔晶石灯光 基本上只维持在城堡区和内城区域 在这之外的地方 照亮街巷的 是不那么明亮的烛火和灰暗摇曳的火盆 但就是这样不够明亮的光辉 却在夜色中营造出了一丝安宁祥和的氛围 维多利亚站在窗前 眺望着远方的景色 两久才回过头来 您打算什么时候举行加冕仪式 或者说 别的什么用来宣告帝国成立的仪式 明日就将帝国建立的消息发往全境 以安定各地局势 至于所谓的加冕 高文摇了摇头 先不着急 等我们解决了最大的危机再说吧 您是指圣灵平原东南部残存的惊醋怪物吗 维多利亚眨眨眼 他们的大量主力已经遭到沉重打击 而且看上去也没了再发动一次总攻的能力 您指的威胁是别的什么东西 高文点点头 在这里 在这个时刻 他觉得可以让两位守护公爵知道那个定时炸弹的存在了 我怀疑万物中王会激活了一个远古神明遗产 那些惊醋怪物陷入狂乱 就是这个远古遗产突然失控导致的 我已经掌握相对确切的证据 确认这个神明遗产具备活性 而且就在圣灵平原东部深处 靠近东径的方位 现在我的军团正在想办法收集相关地区的情报 但至今未能找到线索 他的能量反应在与日俱增 爆发只是个时间问题 而且不会太久 维多利亚和百德文下意识地对望了一眼 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惊恶 这场灾难 这场已经摧毁了安苏的灾难 竟然还有着更深一层的危机 我知道你们想说什么 将士们在灾难中 保下圣苏尼尔就已经拼尽全力 牺牲巨大 却只挡住了这场灾难的第一波 现在突然知道 太远未结束 甚至还有更大的危机 这肯定不好接受 但命运从来不会迎合我们的接受能力 高文在两位守护公爵开口之前便说到 我们将要面临的 是可能会影响人类命运的挑战 这不仅仅指望物中王会制造的这次危机 也包括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局面 刚夺废土上的阴影在蠢蠢欲动 魔巢的仙照已经隐约浮现 巨龙的身影出现在世间 三大黑暗教派仍有两个还在阴影中活动着 我们的邻居 堤峰已经崛起 它也是个巨大的威胁 在未来 为了生存下去 为了在灾难中生存下去 在竞争中生存下去 我们也必须崛起 而且必须成为最强大的一个 我在这里可以向你们坦白 建立一个帝国并不是进行改革的最佳方案 它会让改革留下诸多隐患 留下诸多残余 我还能想到更加彻底的变革方式 和更先进的社会制度 但是 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来不及选择最好的 只能先选择暂时最合适的 我们必须生存下来 我已经做好准备 也希望你们能做好准备 面对高文突然说出的这一大段话 两位守护公爵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 从高文这里听到类似的话语了 最早最早的时候 在这位开国英雄刚刚复活的时候 他便曾带来关于魔潮的警告 在这之后 他也曾从各种角度提醒人们注意眼前的危机 但在那时 并没有人把这些警告当真 今日 再也不会有人认为 这些事情都是危言耸听了 我们应当重启关于魔潮和废土的研究 重启那些古老的图书馆和档案室 百德文说道 是时候从麻木中惊醒过来了 和这个世界比起来 我们实在睡了太久 万物中王会的危机是当务之急 维多利亚也说道 但现在 王国军和北境 西境军团已几乎没有可战之力 依靠塞歇尔军团的话 可以解决您提到的那个危机吗 我已经有所安排 不会有太大意外 高文说道 我需要你们做的 就是保持稳定 不管用什么方法 在尘埃落定之前 平原西部和圣苏尼尔都绝对不能乱 今年就要过半了 接下来的丰收之月 将是决定我们能否 安然度过今年冬天的关键 我们已经失去了一半产粮地 损失了大量储备粮食 如果平原西部再出现盗匪和大规模流民 那即便塞西尔军团解决了邪教危机 我们也要面临冬日危机 两位守护公爵 郑重骑士地点了点头 高文接着又看向维多利亚 北京还有多少预备兵力 山地军团受创严重 即便算上之前留在北京 没有投入战斗的预备兵 也仅剩四五千人 如果再加上各地的征兆兵 私兵雇佣兵 大概能有一万到一万五千人 刨除掉镇守边境的军队了吗 刨除掉了 防备北方诸国的兵团 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调离北境的 一万多人 不够 但不能要求太多 高文叹了口气 你派可靠的人 带兵前往东境 从索林堡北方的丘陵地走 塞西尔军团已经在那里打造了安全通道 在夏季结束之前 接管东境长风要塞 防备提风 另外 我也会把我的第二军团 派往边境附近 共同防备 对山地军团的重组和现代化改造 就在东境进行吧 我们时间有限 必须分秒必争 唯多利亚轻轻点头 我明白 西境军团就留在圣灵平原 休养生息 同时维持产良地的秩序 高文又看向百德文公爵 西境军团的重组和现代化改造 也同样在平原进行 百德文低下头 如此安排很妥当 高文看了看两人 在谈及部队重组和现代化改造的时候 两位守护公爵脸上的表情都是一片淡然 希望你们明白 北境和西境军团重组 改造的过程 就是对你们兵权回收的过程 高文说道 我会替换他们的指挥系统 重建他们的纪律秩序 他们会从忠于你们 变为忠于塞西尔帝国 当然 考虑到军心稳定 以及你们具备的个人能力 重组之后的军团 还会有你们指挥 但那时候他就不再是私兵了 有些话 他必须说得更明白一些 哪怕之前商讨的时候 已经明确了军制改革的内容 现在具体到两位守护公爵头上 他也必须再强调一遍 因为这个问题既敏感又重要 而且受限于实际情况 他还不能彻底剥夺 两位守护公爵指挥其原有兵团的权力 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实在找不到有能力的人 来取代这两位公爵 另一方面则是要考虑到 原有两支兵团的军心稳定 如果是在和平时期 他当然会选择更不留隐患的改制方案 但现在内忧外患 帝国可用兵力本就不多 他必须尽量避免现有军团的战斗力下降 哪怕是暂时下降 毕竟一个国家最虚弱的阶段不是变革前 而是变革中 而在保留这个巨大隐患的前提下 他必须确保维多利亚和百德文的可靠与配合 至少是在规则约束内的可靠 毕竟 他可不希望看到新生的帝国内部出现军阀这种东西 我们当然明白 百德文公爵笑了起来 而且我们也会确保北境和西境的每一个家族都明白这点 高文微微点头 随后在今天的长谈结束之前 他提起了最后一件事 最后 关于帝国的首都 当尘埃落定之后 这个国家的统治中心将迁移至塞西尔城 维多利亚和百德文相互看了一眼 但他们都没有太多意外 要更加彻底地切断救世力的根基 是吗 维多利亚表情淡然 声音清冷地说道 不仅仅是这样 此外还有几个因素 高文说道 圣苏尼尔已严重受损 他作为首都的统治机能 其实现在已经停摆 就有的贵族体系解体 军事力量几乎消亡 大量交通要到被污染区覆盖 短时间内都无法恢复 继续将其当作首都的意义已经不大 这是其一 其次 帝国的新秩序建立在魔岛工业基础上 魔岛工业所提供的高产能是 确保社会运转迅速恢复的关键 也是我们崛起的根基 而圣苏尼尔的工业基础 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尽管有一些新式工厂 但都已经停摆 有几处魔网 但都不成系统 而塞西尔城已经是个较为成熟的工业中心 同时也是个发达的商业 文化中心 它周围还有大量机能完备的新式城市 比起圣苏尼尔 塞西尔城更适合作为新帝国的首都 最后也就是维多利亚尼刚才提到的 要彻底切断旧事力的根基 圣苏尼尔的各个家族已经经营多年 其普系盘根错节 视力网甚至深入到街头巷尾的混混和无赖力 而这盘根错节的一团乱麻 在短时间内还不会消散 高文没时间守着一座残破的古城 和这团乱麻斗智斗勇 直接迁移首都显然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案 但如果首都定在南境的话 从地理位置上会不会过于靠南了 百德文想了想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一方面是远离北方的人口中心 一方面则过于靠近废土 靠近废土并不是问题 因为我已经在向着更南端扩展开拓地 构筑多层渐进的防线 总有一天我们是要夺回黑暗山脉南路的土地的 而且说句实话 南部地区本身就比北方更适合生存 土地肥沃 气候相对温和 如果不是荒废 它本应成为比圣林平原更好的产粮地 而北方实在太冷了 至于另一点 如果你了解南境的新式交通工具 就不会有这方面的顾虑 从地图上看 圣苏尼尔位于安苏的十字交叉中心 这是当年的局势 以及之后的技术衰退所限 没有便利的交通 首都当然只能定在领地中间 但如果解决了交通问题 地理位置也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百德文公爵略一思索 微微点头 如果确实如此 那我就没有顾虑了 夜幕渐深 微凉的风吹过书房 高文柔了柔眉心 随后长长地输了口气 我们今天商谈的事情 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 而且除了大框架之外 细节方面也还有带商榷 今天就到这里吧 多早些休息 当当当 一阵悠扬而带着一丝圣洁意味的钟声 突然从远处传来 打断了高文的后半句话 是圣光大教堂方向传来的钟声 房间中的三人 贺地已经挂断通讯 同时抬起头来 看向了钟声传来的方向 圣光大教堂的封锁解除了 百德文说道 看样子我们还得过一会才能休息 一起去看看吧 高文看着窗外说道 同时忍不住思维有些发散 不知道大教堂里的人 在得知外界的变化之后会作何感想 在神祥术结束之后 大概是为了平复动荡的圣光能量 也可能是损耗严重的神官团需要修养 圣光大教堂一直维持着封锁状态 直到现在封锁状态才解除 这情况让高文忍不住会做些有趣的联想 关门之前 安苏的国王还在指挥守城 开门之后 别说国王了 安苏都没了 大教堂里的人恐怕会大吃一惊 黎明之剑 作者 远同 制作 阿法尔说 第0649章 忤逆计划的延续 笼罩在圣光大教堂周围 长达数日的光辉壁垒 开始渐渐分解 无数但金色的威力 从那层不断消融的能量屏障上一散出来 飘飘洋洋地消散在夜色深处 而在逐渐消解的屏障内 悠扬的钟声仍然在持续响起 钟声悠扬 仿佛一个邀请 高文与两位守护公爵 站在教堂区前的广场上 看着教堂方向的情景 百德文公爵眉头微微皱起 奇怪 神官团这时候 应该从大教堂内走出来 与信众见面了 教堂区怎么这么安静 高文抬头看去 看到在飘散的圣光微尘中 教堂区维持着一种怪异的静谜肃目 他看不到主教与高阶神官们露面 只看到有一些形色匆匆的普通神官和侍从 在建筑物之间跑来跑去 大教堂上层的走廊间 还可看到一些惊慌失措的身影 情况属实反常 就在三人猜测着教堂内出了什么状况的时候 那扇描绘着诸多神迹和符文 庄严沉重的大门终于被人打开了 然而从里面走出来的 却不是主教与高阶神官们组成的神官团 也不是教皇圣 伊凡三世 而是穿着一身素白裙袍的维罗尼卡 摩恩 他缓缓走出教堂 走向高文等人 手中握着本属于教皇的白金拳杖 不知是不是错觉 在看到那位圣女公主的一瞬间 高文便感觉到一丝隐隐的违和 尽管维罗尼卡看上去还是跟上次见面一样 但 他总觉得对方哪里有一丝不协调 这感觉说不清到不明 并且很快便被一个惊人的消息冲击得一干二净 教皇缅下以盟主召唤 主教团在神将术仪式中已深殉教了 维罗尼卡带着一如既往的温和表情 语气沉静平缓地说道 高文等人一时愕然 确实有人大吃一惊 但吃惊的是教堂外的人 大门一开 教皇没了 全殉教了 百德文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上前一步问道 是神将术当场 出了意外 神将之力非凡人可以承受 教皇缅下年事过高 未能坚持到仪式结束 主教团未避免仪式失控 献祭自身作为容器 维罗尼卡一边说着 一边微微侧开身子 大教堂已经开放 大光明听还维持着当时的现场 这是邀请三人入内参观的意思 百德文和维多利亚面面相去 片刻迟疑之后 迈步走向教堂正门 高文则从短暂的愕然和思索中醒来 他脑海中一瞬间冒出了无数的猜测和想法 但最终都汇聚成了望向维罗尼卡的一个深邃眼神 那位圣女公主只是保持着淡然的表情 坦然回应 而在转身走回教堂之前 维罗尼卡注意到了教堂区外的一些变化 街道上到处都是塞西尔军团的士兵 远处白银堡上空的安苏王旗已经消失不见 原本只允许悬挂王家旗帜的主塔上空 塞西尔见雨离的旗帜被一束灯光照亮 正在夜色中随风飘扬 联想到出现在这里的高文 塞西尔本人 这位圣女公主的表情终于有了些许变化 她美貌倾台 出声询问 城内发生了什么事 变化很大 安苏王权终结了 但属于和平演变 维多利亚声音清冷地说道 这里现在的主人是高文 塞西尔陛下 我会和你详细解释的 高文对维罗尼卡说道 实在发生了很多事 我们都需要慢慢疏离 维罗尼卡低下头 在胸前绘制了圣光的灰迹 轻声说道 我已皈依圣光 不再是安苏的公主 王权交替与我无关 制作成幸存了下来 这件事才是最重要的 高文看了她两秒 但什么也没说 脉步走向了不远处的教堂 大光明厅中 圣光的力量已经平复 朦胧音韵的圣光 重新凝成云海 在大厅上空缓缓飘荡 而教皇的圣座此刻已经空无一人 就连一点残余都看不到 整个大厅能找到的所有痕迹 就只有围绕圣座的十几堆余禁 那些灰白色的灰烬 分布在举行神祥术的关键节点上 它们就是昔日主教团全部的残留物 这看上去确实是汹涌的圣光 将人体烧毁之后留下的痕迹 而且整个大光明厅内 也看不到丝毫的打斗 或被外敌入侵的迹象 然而即将开始重建城内秩序 并且承担着维持帝国核心区 稳定重任的百德文和维多利亚两位公爵 此刻却只感觉一阵头痛 他们这时候不免有点羡慕 及时抽身离去的威尔士 甚至忍不住产生了发散的猜测 那位国王陛下难不成 是早就知道了大教堂里发生的今天变数 所以才如此坚决地抽身离去 众神啊 百德文的脸色异常难看 我宁愿去对付那些惊醋怪物 维多利亚静静地看了他一眼 声音淡然 你要再手一变成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百德文立刻摆手 接着上下看了维多利亚一眼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还会挖苦人 只是好奇 问问 维多利亚随口说道 接着看向维罗尼卡 也就是说 现在大教堂内已经没有主教级的神职人员 高阶神官还剩下多少 主教团确实已经全数殉教 但高阶神官并未受损 教堂机能尚可正常运行 维罗尼卡说道 同时微微举起手中白金权杖 我已经获得白金权杖的认可 可暂时代为管理大教堂 但现在 王权已经发生变动 圣苏尼尔的秩序需要重整 信众们也需要在新的环境中寻求安宁 很多事情恐怕都需要我和高文 塞希尔 陛下进行商议才可决定 我们现在就可以谈谈 高文立即说道 如果你没意见的话 也好 维罗尼卡轻轻点了点头 并看向两位守护公爵 两位大公可以在休息室暂时等候 高文看出了这位圣女公主 似乎有什么东西 想和自己私下交流 于是对百德文和维多利亚说道 你们不如先回城堡休息吧 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谈 好 维多利亚点了点头 简短说道 随后便带上似乎心事重重的 百德文公爵 一同离开了大教堂 直到来到大教堂外 来到圣光照耀不到的地方 百德文才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对维多利亚说道 你有没有觉得这是很蹊跷 圣 一凡三世虽然确实老迈 但也还没到支撑不住神将术的程度 而且 主教团全部殉教 虽然我相信 他们的信仰 确实前程到了可以随时殉教的程度 但一场神祥仪式竟然无一人幸存 实在过于巧合了 确实蹊跷 维多利亚说道 但没有线索 维罗尼卡殿下肯定知道更多 百德文欲言又止 但他似乎不打算说出来 至少不打算当着我们的面说出来 维多利亚沉默了片刻 随后转过身 看着大教堂的方向 细碎的雪花 从他发丝间一散出来 微风中传来他的声音 但总体而言 这是好事 百德文正了正 神色微妙起来 在几秒钟的静默之后 他露出了一个 不知是哭是笑的表情 是啊 好事 只不过同时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实在让人轻松不起来 时代的转折点 大概就是这样吧 大教堂内 高文与维罗尼卡站在大光明厅中 前者略有些不自在地看了看四周 我们就在这里谈吗 请放心 这里没有多余的眼睛 维罗尼卡与其温和 包括圣光之神的眼睛 高文深深看了维罗尼卡一眼 这句话听上去 可不怎么虔诚 维罗尼卡却只是露出一丝微笑 并轻轻抬起手中的白金权杖 代表圣光之神意志桥梁的白金权杖 已然接受我的控制 任何一个信仰他的人 都不会质疑我的虔诚 但我不信仰他 高文说道 圣 一凡三世 真的是死于神想 主教团真的是殉教 他们为他们的信仰付出了生命 从定义上 自然是殉教 维罗尼卡说得很平静 您难道还会为他们的死而遗憾吗 作为一个即将重塑国家秩序的统治者 教会的突然衰落 对您而言应该是好事 在所有人的正常印象中 类似这样的话 绝不会出自维罗尼卡 出自这位虔诚的圣女公主之口 高文盯着这位圣女公主的眼睛 他终于可以确认了 自己在维罗尼卡身上感觉到的那思维和感并非错觉 但那维和感却不是今天才冒出来 而是一种始终存在于这位圣女公主身上的 始终被他隐藏着的维和 只不过 不知发生了什么 维罗尼卡身上 这股特殊的气息 在今天显得格外明显 而高文恰好对某种非人性的东西颇为敏感 所以他才有所察觉 他看着维罗尼卡的眼睛 感觉自己就像在注视着一个人偶 一种非常近似人类 但仔细感知 却和人类不同的意志化气息此刻是如此明显 而这种人偶般的特质 他以前隐隐约约 好像也在对方身上感觉到过 我不想打雅弥了 你究竟是什么人 你知道我的意思 以及你究竟想做什么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 维罗尼卡浅浅一笑 一字一顿地说道 人类必将永存 纵使忤逆神明 忤逆者计划 高文脱口而出 他终于感到了惊愕 这惊愕甚至有些打破了 他维持至今的淡然 你怎么会知道这句话 虔诚的圣女公主 竟然是忤逆计划的知情者 他为什么会知道 他得到了古老的知识 摩恩王室内部有忤逆计划的传承 还是说 存在像卡麦尔那样的上古幸存者 一个个问题 在高文脑海中炸裂 而最让他惊愕困惑的 是一个忤逆者 假如维罗尼卡是忤逆者的话 竟然成了圣光之神的虔诚信徒 还成为了教会的高层 但仔细想象的话 他突然觉得这样的展开 才颇为符合忤逆者的含义 一个能把神切片研究的组织 把力量延伸到最虔诚的教会内 这其中的忤逆成分确实不低 忤逆计划从未结束 只要人类还在延续 我们就不会停下 维罗尼卡在高文的注视下说道 您不必如此惊讶 在您身边 不是已经有一个活生生的忤逆者了吗 卡麦尔 高文皱着眉 那么你又是谁 这个问题其实不怎么重要 但如果您很好奇 我可以告诉您一个名字 维罗尼卡轻生说道 我们曾经叫做奥菲利亚 诺顿 您对这个名字不一定了解 但这个姓氏想必您是知道的 诺顿 刚夺皇室的姓氏 高文睁大了眼睛 突然感觉自己 今天接触的信息实在有点太多 奥菲利亚 我确实不是很了解 但你刚才说的我们是什么意思 这涉及到灵魂的分割和重组 涉及到一些秘密 我还不确定 现在是否该让您了解 而至于奥菲利亚 诺顿这个名字 您回去之后 可以问一下卡迈尔 他应当会给出让您满意的答案 高文看得出来 眼前这个顶着维罗尼卡 摩恩身份的忤逆者 还不是完全信任自己 还不打算说出所有秘密 但他并未强行追问 而是问道 你告诉我这些 是想做什么 做一些忤逆神明的事情 维罗尼卡露出笑意 轻轻举起手中白金全杖 比如 让圣光回归凡人 黎明之剑 作者 远同 制作 阿法尔说 第0650章 忤逆者的合作 当这样一句忤逆神明的话语 从一向以前成世人的 维罗尼卡口中说出来时 高文的感觉真是说不出的诡异 而且在听到这句话之后 他还注意到一件事 维罗尼卡那隐隐约约的违和感 并不是只有非人话那么简单 在这位圣女公主身上 高文还感觉到了一种 陌生 尽管她外表看起来毫无改变 说话方式和言行举止 也和之前很相似 但在某些不易被人觉察的地方 这位公主的气质细节 似乎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人还是那个人 但内在 似乎已经和之前不同了 高文实在说不清 这些几乎没法用语言描述的差别 到底是什么 因为她本身对维罗尼卡的了解也很有限 但她猜测 对方身上发生的变化 必然与其自称的奥菲利亚 诺顿这个古代人有关 您在想什么 注意到高文久久没有回答 维罗尼卡 或者说自称为奥菲利亚 诺顿的古代人 开口问道 我在想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高文坦然说道 一个不断复活的古代灵魂 寄宿在这句屈窍里 你在某个时间点 替换了原本的维罗尼卡 摩恩 原本的维罗尼卡在什么地方 或者说 从一开始 它存在过吗 这个问题很重要 始终带着甜淡表情的女性温和问道 卡迈尔就在您身边 一个从星火年代存活至今的古代魔导师 从诡异离奇的角度讲 连生命形态发生根本改变的 它应该比我们更不可思议 不是吗 但我信任卡迈尔 却没办法直接这么信任你 所以这个问题很重要 高文说道 你的秘密太多 说出来的太少 你以另一个身份活动了那么久 此刻与我的接触就显得过于突然 所以我有必要搞明白你的来龙去脉 以及你突然和我说这些事情的真正目的 为什么找上我 你又是怎么确定我会和你合作的 既然您这么在意 维罗尼卡奥菲利亚微微笑了一笑 那您将我们视作一个 徘徊在现世不肯消散的执拗灵魂 也没什么错 我如今确实是寄宿在这句去窍中 但我并非是替换了它 早在这句去窍刚刚诞生 早在它的人格意识还未出现时 我们就已经完成了寄宿 因此您可以将我视作原原本本的维罗尼卡 摩恩 因为我经历的是它的完整人生 只不过带着一段更加古老和长久的记忆 我们确实和您身边那位古代魔导师不同 我们已经在这个世界活动了很多年 我们知晓人类亡国这些年的变化 所以才会对您的出现尤为好奇 恕我直言 在我们长久的观察中 可被称作变数的因素不多 您是其中之一 我们在圣光教会身上进行的观察和实验 已经告一段落 这个项目已经不会再带来更多收获 但我们希望能与您进行下一步的合作 而至于为什么选择您 您已经接纳了一个忤逆者 不是吗 更何况您还在南京推行着新的教义 坦白来讲 您在推行的东西 与我们的目标不谋而合 我们有合作的理由 至于您是否会和我们合作 这是您的选择 不论您做何选择 我们都欣然接受 我只能说 如果您选择信任 那么您将得到完全匹配这份信任的报偿 如果您不信任 我们就先去做别的项目 高文静静地看了维罗尼卡奥菲利亚一眼 很自然地将手搭在开拓者之间的剑柄上 如果我选择直接在这里杀了你呢 你是一个巨大的不安定因素 我是有可能这么做的 这55公斤生物质对我们而言 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损失 表情甜淡的女性 平静说道 而您这么做并没有必要 确实如此 高文威威扬了扬眉毛 那你们具体要和我合作什么 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我又能得到什么 以及最重要的 这一切也是你们某个实验项目的一环吗 我们对您和那位莱特大幕手 共同创立的南方教义很感兴趣 我们也对白骑士的技术很感兴趣 我们愿意以南方教义为基准 帮助您改造圣光教会 这就是您最大的收获 而我们想从您这里得到的 仅仅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技术回馈 对如今的我们而言 知识便是唯一有价值的事物 除此之外 我们别无所求 但你们在收获知识的同时 可是会顺便做一些额外动作的 高文环视了大光明听一眼 视线最后落在空荡荡的教皇圣座上 你不会在我面前还要说 这些人都是死于神祥吧 清除这些神之桥梁是我们的预定目标 这是忤逆计划的一部分 并不会发生在您身上 而且坦白来讲 我也没有能力对您造成这种威胁 您并非圣光之神的信徒 我手中的白金权杖对您而言 只不过是一件寻常的超凡圣物 维罗妮卡坦然说道 当然 我也可以坦白另一点 与您的合作 在我们的标准中 确实也是一个新的项目 短暂停顿之后 她露出了温和的微笑 任何项目都有失败的可能 但本身合作也是要承担失败风险的 不是吗 我会考虑 并尽快给予你答复 高文沉默了两秒钟 注视着圣女公主的眼睛说道 这或许对我们都有益处 但为了能够建立起更多的信任 我希望我们之间相互隐瞒的东西越少越好 而如果我发现 你对塞西尔帝国是个潜在的威胁 我会第一时间排除掉 我理解您的顾虑 维罗妮卡奥菲利亚微微低下头 相互信任是我们共同的努力方向 高文微微吸了口气 缓缓吐出之后说道 那么我们该讨论一下 如何处理教皇和整个主教团的训教问题了 这座城里有数以万计的圣光信徒 圣灵平原所有的教会都受圣光大教堂影响 很快 所有人都会知道大教堂里发生的事情 维罗妮卡奥菲利亚抬起头 你有什么想法吗 教皇圣 伊凡三世在神将术后盟主召唤 离去之前聆听到了神域 神域内容 高文看了对方一眼 稍后我会派人送来 维罗妮卡奥菲利亚的眉毛 似乎微微抬了一下 但随即恢复平常的甜淡温和模样 那请您尽量写得折中一些 在旧教典影响最深远的地方 改变需要循序渐进 高文随意点了点头 转向大厅出口的方向 在迈步离开之前 他微微回头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你所说的人类必将永存 指的是全人类 还是临选出的一部分人类 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吗 非常重要 高文身后的声音沉默了几秒 才悠悠传来 或许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这个 艰难的世界上生存下来 但每一个牺牲者的出现 都只能证明我们的无能 看样子这就是忤逆者的答案了 高文微微点点头 迈步走出了盛光浮动的大厅 维罗尼卡静静注视着高文离开的方向 两久之后才转身走向大厅深处 他或许发现了本界面的异常 新下载的人格数据并未完全稳定 但交流的目标已经实现 尚不确定此次接触是否能产生积极结果 正向评估为有益 而且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至少不会有什么损失 轻声的自言自语仿佛分裂为了数个人格 这自我交谈在大光明厅中低声回荡着 最终渐渐归于沉寂 回到白银宝的高文 第一时间叫来了待命中的琥珀 哎 你这表情严肃的吓人哪 看到高文的一瞬间琥珀就忍不住惊呼起来 不就是去个教堂吗 那边出什么情况了 难不成大教堂里的主教团全灭了 琥珀愉快地开始了发散性 避避 并时刻没望黑上一把北方圣光教会 但高文一开口 他就傻眼了 主教团在神祥树中全灭了 啊 教皇圣 伊凡三世也死于神将树中 明天消息就会公布 啊 目前大教堂里 仅剩主教以下的高阶神官 以及维罗尼卡 摩恩一名活圣人 妈呀 琥珀终于醒过神来 眼睛瞪得老大 哎我刚才就是说着玩的 你不用配合得这么 该不会是真的吧 我又不是你 会开这种玩笑 高文看了这个半精灵一眼 收收嘴巴 我有任务给你 琥珀赶紧把因为惊恶而张大的嘴巴收起来 又使劲揉了揉自己的脸 阿妮说 带人去查一下白银宝里的王室成员起居记录 查维罗尼卡 摩恩的全部资料 尤其是童年时期的 高文说道 另外 查一下圣光教会当初接纳维罗尼卡皈依的经过 包括他的洗礼记录 琥珀的表情终于严肃起来 他点了点头 明白 看到表情郑重的琥珀 高文略微顿了顿 突然问道 找到线索了吗 琥珀先是正了一下 随即意识到了对方在问什么 他大概是没想到高文竟然真的认真记着这件事 眨了眨眼才说道 我还没来得及仔细查 我只是询问了几个管理文章的宫廷学者 但没有人听说过伦道夫这个姓氏 所谓的线索指的是琥珀养父 那位拥有姓氏的前行者 萨里 伦道夫的情报 这个名字以及不常见的贵族姓氏 便是琥珀对自己养父的唯一了解 而这位拥有贵族姓氏 实力似乎也不弱的暗影超凡者 最终却死在南京的穷乡僻壤 死在教会和当地贵族的联手审判下 这其中秘密实在令人费解 似乎就连皮特曼都不清楚这其中的内幕 高文曾经承诺过 要在圣苏尼尔帮琥珀寻找其养父的线索 现在他已经抵达圣苏尼尔 虽然抵达的方式有点令人意外 但也该是兑现承诺的时候了 你的养父可能是很早以前就落魄的家族后裔 也可能是在几十年前被剥夺姓氏的人 更有可能是不公开的影子贵族子弟 文章学者们掌握的大多是正统家族的资料 他们不知道也很正常 高文安慰着琥珀 不用急 我们时间还有很多 你可以从白银宝的王家图书馆入手 这里收藏着安苏王朝所有贵族的谱系 包括那些最偏远 最落魄的 如果还不行 可以去摩恩家族的秘密藏书中找找 或许会有线索 但愿吧 琥珀低声说道 其实找不到也没什么 都这么多年了 但还是很在意 不是吗 正好我也很在意 在意你养父的姓氏 是不是某个老朋友的后裔分支 在意到底是什么数 竟值得一个超凡者去教堂里偷东西 高文笑了笑 就当是帮我查吧 去调查一下萨里 伦道夫的线索 好啊 那你得加工钱 高文一愣 这你就过于不要脸了吧 黎明之剑 作者 远童 制作 阿法尔说 第0651章 奥菲利亚 诺顿的身份 琥珀作为精灵之池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 高文也早就适应了这家伙 蹬鼻子上脸 有机会就跑偏的风格 而且他知道 很多时候琥珀这么做都 只是为了想让气氛变得轻松一些 这个半精灵 不喜欢过于严肃压抑的气氛 而他在和维罗尼卡奥菲利亚交流之后 确实是太过于严肃和压抑了 第二日 古老的圣苏尼尔城在灿烂的阳光中迎来了新的一天 这头巨兽在战争中留下的伤口还需要缓慢愈合 但每一个活下来的人都会随着城内平稳状态的延续 而渐渐恢复希望 平原上的封锁线已经合拢 将战争推到了远离城市的地方 而在城内 两位守护公爵已经开始着手进一步恢复城市机能 并开始召集贵族 学者 商人代表等 为宣告帝国的建立做准备 在接待过一批王室学者之后 高文回到了白银宝的书房中 等待片刻之后 一阵沉稳有力的脚步声从门口传来 高大健壮的大幕手莱特出现在书房门口 大人 您找我 尽管建立塞西尔帝国的方案已经敲定 但高文还未公开加冕 因此 除了少部分人之外 大部分长期跟随他的人 还是习惯以原本的方式来称呼他 高文看了一眼莱特 以及莱特的替身 艾米丽正从莱特身后冒出来 礼貌地对琥珀和高文打着招呼 坐吧 关于圣光教会 我有些事和你商议 高文对这位替身使者大幕手点点头 接着扭头吩咐琥珀 吩咐卫兵和侍从 从现在起 不要让人来书房打扰 等到莱特在书桌旁的高背椅上坐下 高文顺手打开了桌上的魔网终端 在等待对面响应的时候 他随口说道 现在我们已经进驻圣苏尼尔 大教堂在实质上已经处于我们掌控中 你有什么想法 考虑实际情况 我们不能暴力摧毁北方教会 也不能为了传教就暴力对待旧教义的信徒 但南北教会的教义注定是对立的 莱特陈生说道 如果条件允许 应该想办法对北方教会进行改造 从经典解释权和主教权力等方面入手 让北方教会接受新教义 与南方教会融合 而如果条件不允许 我们或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只能面对圣光信仰南北分裂的现实 并奋出相当多的人力物力来维持平衡 避免矛盾计划 高文上下打亮了 这位恐无有力的大牧手一眼 你现在思考问题的角度 越来越像个真正的宗教领袖了 或许是做了大牧手 有了不同的视野和思维方式 这位低级牧师出身的白骑士 已经不再紧知道传教和追寻圣光 而开始有了一些从大局出发的实用观点 在高文看来 这是件好事 莱特则只是笑笑 表情沉静朴实 只是坐上这个位子之后看到的人更多了 圣光教导我 要以责任匹配力量 也要以责任匹配地位 所以我不得不站在更多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说实话 我还是不擅长处理这些 应该感谢赛文 特里等几位神官的帮忙 赛文 是卢安城的几位进步神官吧 高文略一思索 回忆起了这个名字 他们在南方教会表现如何 适应新教育了吗 都很适应 刚开始只能坚持负重三公里 现在赛文已经能在负重五公里之后 一拳打死熊了 高文 莱特突然笑了起来 他们是文职 并不需要适应战士的训练 他们对新教育已经适应 并正在尝试重新寻找属于自身的圣光道路 在接受新教育之后 卢安城的进步神官和牧师们 都有不同程度的圣光衰退现象 但白骑士的存在本身鼓舞了这些人的信念 他们并没有像我当初一样 失去所有圣光 我相信这些兄弟姐妹们的衰退都只是暂时的 总有一天 他们会重新找到道路 高文表情这才恢复过来 他很惊讶如今 莱特竟然已经会开这种玩笑 因为莱特本人的画风粗犷 再加上白骑士们奇特的选拔标准 如今就连赛西尔军团内部都时常有人调侃说 南静牧师的用人标准就是能不能打死熊 这条坎显然已经传入大牧手耳朵里 但大牧手本人看来还挺乐在其中的 而除了惊讶之外 高文也确认了另一件事 南静的神职人员们 确实因为信仰动摇 背弃圣光之神 而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力量衰退 但又由于白骑士的存在 他们的衰退并没有像当初的莱特一样直接触底 这或许从侧面显示出了心灵刚硬的一些特性 它确实源自人心 作用于人心 但它也能够受到周围环境 受到群体的影响 当然 也有可能是南静的神职者们 并不像当初的莱特一样 彻底对圣光之神绝望 他们心中或许还残留着一丝对圣光之神的敬畏 这导致了他们的圣光之力没有完全衰退 总之不管原因如何 在涉及到心灵刚硬的问题上 都是需要长时间观察和测试的 高文也不急于这一时 说话间 书桌上的魔网终端机突然发出了一阵嗡鸣 紧接着投影水晶上空 便凝聚出了一个虚幻的投影 卡迈尔的身影出现在高文和莱特面前 这位古代魔导师微微弯腰向高文致敬 很好 现在人到齐了 高文点了点头 接着不再废话 直入主题 今天我召集你们两个 是因为一件同时涉及到圣光教会和古代刚夺帝国的事情 同时涉及当代的教会和古帝国 卡迈尔的声音中没有掩饰好奇 发生了什么 高文淡淡地说道 奥菲利亚 诺顿 这个名字你知道吗 卡迈尔在听到这个名字之后 明显错愕了一瞬间 随即开口 是的 当然 我不但听过 还见过她 奥菲利亚公主是古刚夺皇室成员 她本人也是一位天赋卓绝的魔导师 忤逆计划的一部分就是由她亲自负责的 您怎么突然提到这个名字 奥菲利亚殿下作为忤逆计划的执行人之一 在政治舞台上并不活跃 历史上也应该没有太多记录 她生存的年代和您当年差了三百年 和当代差了一千年 高文脸色深沉肃然 心中一阵起伏 古刚夺皇室成员 武逆计划的最高负责人之一 武逆计划是星火年代 刚夺帝国最重要的机密计划 从一开始 这个计划就是由刚夺皇室控制的 因此 高文在听到奥菲利亚 诺顿的姓氏之后 就对她的身份有了一定猜测 但猜测归猜测 此刻 从一位真正的古人口中 听到了确切的情报 她心中的冲击仍然不小 她现在的名字是维罗尼卡 摩恩 她轻轻输了口气 开口就把通讯器中的卡迈尔 和旁边的莱特吓了一跳 她就在圣光大教堂内 并准备在三个小时后 宣布教皇和主教团 全数殉教的消息 圣光啊 莱特脸上露出错愕的表情 这消息冲击是如此之大 以至于她第一时间 竟然都没意识到 北方教会遭遇了一次 对南方教会而言 绝对算得上好消息的重创 飘在她身后的艾米粒 甚至都感受到了 莱特身边圣光的涌动 小姑娘 第一时间便隐去了身形 然后又在圣光形成的涟漪中 探出半个脑袋 小心翼翼地四下打量 卡曼尔整个人都变成了紫红色 这是极为震惊的表现 消息可靠吗 您从哪里得到的情报 她亲口讲述 并准确说出了你的来历 说出了忤逆计划 高文说道 并言简意该地讲述了自己 昨夜在圣光大教堂中的经历 讲述了那位自称为奥菲利亚 诺顿的忤逆者提出的合作要求 并在最后附上了自己的一些猜想 我认为 她背后还有更庞大的真相 忤逆计划 残存至今的东西 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多 她用我们来指代自己 或许意味着原本的奥菲利亚 诺顿已经通过某种古代魔法 分裂成为数个灵魂 而所谓的维罗妮卡 摩恩只是其中一个分裂灵魂 暂时使用的载体而已 这猜想很有可能 卡迈尔沉吟着 并在一番思考之后 谨慎说道 我建议您谨慎对待这位忤逆者 即便他的身份是真的 你也要保持足够的警惕 保持足够的距离 绝不可轻信 高文看了卡迈尔一眼 我还以为 同样作为忤逆者的你会对那位公主 更多一些亲切和信任 毕竟从某种意义上 她算是你的昔日上司 我确实对同为忤逆者的奥菲利亚殿下 有一些前置的信任和亲切 但在此之前 我首先是您的顾问和学者 卡迈尔嗡嗡地说道 我必须警告您潜在的风险 尤其是这个风险可能会很大 说说你的顾虑 忤逆计划是凡人诞生以来 最极端和大胆的计划 忤逆者是一群尝试通过窃取 扭曲甚至掌控神明之力 来确保人类延续的极端者 偏执 极端与妄为 本身就是忤逆者的特质 我们确实有着崇高的目标和坚定的心智 而且最初的出发点是非常好的 但漫长的时光和人类固有的偏执 很容易扭曲这些好的因素 卡迈尔说着自己的顾虑 如按您所说 奥菲利亚 诺顿殿下已经存活了一千年 而且其中七百年 是在刚夺帝国毁灭之后 是以一个寄宿灵魂的形式在人类国度度过的 那这漫长且意志化的人生 绝对对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说到这里 卡迈尔顿了顿 语气严肃 我不敢想象一个人类在经历了这样的一千年之后会变成什么 他可能是个超脱凡人精神意志的圣人 但更可能是个疯子 高文摸着下巴 思索着说道 你同样经历了一千年 而且是在更加恶劣的情况下 你被封锁在幽影界的堡垒中 是的 那您想必没有忘记 我曾经也是半疯过的 卡迈尔说道 而且我的躯体已经被重塑为灵体 不再受血肉之躯各种神经信号 激素物质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 我的精神状态已经半顾化 坚韧程度是超过血肉之躯的人类的 而奥菲利亚殿下 他寄宿在一个个不同的血肉躯体中 很难说他的精神状态 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那么你对奥菲利亚的合作要求 持否定态度吗 也不完全是这样 卡迈尔画风一转 他的合作仍然价值巨大 不仅仅因为他现在控制着圣苏尼尔城的大教堂 更因为他掌握着我们不了解的知识 而且我们也有必要通过他了解过去这么多年 圣光教会的变化 了解他到底想借助圣光教会之手做什么 我仅仅是向您提出建议 为您列举出所有的风险 供您参考 高文轻轻点了点头 看向另一旁的莱特 你的意见呢 莱特已经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思索 面对高文的问题 他沉声说道 我认为可以合作 大人 黎明之剑 作者 远同 制作 阿法尔说 第0652章 破土 面对一个谜团重重 目的不明 控制着圣光大教堂的古代忤逆者 同样忤逆者 出身的卡迈尔劝高文要提高警惕 保持距离 而作为南方教会大幕手 力主推行新圣光教义的莱特 却认为对方可以合作 这样的局面是高文之前没有想到的 他看向莱特 说说你的理由 从实际出发 我们不能放着北方教会 不管 莱特认真说道 信仰问题很容易演化为激烈矛盾 过去两年来 圣光教在扩张过程中和 其他教派的冲突对立 就是个例子 这是摆在眼前的问题 我们姑且不考虑维罗妮卡殿下有什么目的 他目前掌握着白金权杖是事实 北方教皇和主教团权术陨落也是事实 仅从这些 他就有合作价值 他能帮我们控制局势 否则 北方教会的动荡 很可能变成一场灾难 仅仅从价值出发吗 不 还有第二点 莱特继续说道 如果他的身份是真的 那不管他目的如何 至少他确实是忤逆神明的人 在这条背弃神明的道路上 我们能找到的志同道合者不多 因此哪怕只是临时同路的人 也显得非常珍贵 短暂停顿之后 他接着说道 我们要把正确的信仰观念 传达给世人 这个过程或许免不了暴力 但不能依赖暴力 世人众多 信仰则源自内心 我们终究是要把大部分人变成朋友 而不是变成死敌的 所以我们必须分辨出谁是可以拉拢的 谁是没办法拉拢的 在我看来 维罗尼卡殿下 或者奥菲利亚 诺顿就属于可以拉拢一下的人 至少现阶段有拉拢的必要 高文颇感意外地看了莱特两眼 分清矛盾的主次 分清对立群体的性质 分清谁是必须打倒的 分清谁是可以争取的 这些知识他确实曾跟身边的人都提起过 而莱特显然已经做到了娴熟运用 信手拈来的程度 看样子坐上大幕手这个位置之后 这位牧师先生真的成长了很多 当他传教的目标从灵星个体变成了一整个群体 他看事情的眼光也变得跟从前大不一样了 高文思索起来 维罗尼卡奥菲利亚这个非人之人 潜在地隐患他很清楚 将这样一个谜团重重的人 接引到自己的事业中 必然意味着一定的风险 但他的价值也显而易见 对北方教会的接收 改造等工作更是迫在眉睫的事 利益和风险之中 他需要一个平衡点 最终他微微点了点头 或许我们可以和他有限合作 高文终究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仅凭有限的情报 就信任一个谜团重重的忤逆者 但他同样没办法在情报不足的情况下 直接拒绝对方 思虑再三之后 他决定和奥菲利亚 诺顿达成有限的合作 如果那位忤逆者愿意配合 愿意在一定程度的监视下行事 愿意共享一些知识和情报的话 毕竟高文自己也对奥菲利亚充满了好奇 他很好奇这位古代忤逆者这些年在圣光教会里到底在做些什么 好奇那庞大的忤逆计划中还有多少内容是卡迈尔不知道的 而一个如此千载难逢的情报员此刻就在圣光大教堂里 他实在不想错过 遥远西部的前线战是稍稍平息了 但这场蔓延三分之一个圣灵平原 将安苏腹地重创的战争本身还远未结束 平原边缘 索林堡东部 群山关矮 战争之雷轰鸣不断 这道由数座山脊和大量高低错落的台地组成的关矮 是通往东径的最大门户 他曾经的主人是塞拉斯 罗伦公爵 那位东径守护者就是从这道壁垒中冲出 对索林堡雷霆一击掀开了王国内战的序幕 而他如今的主人是塞西尔军团 强大的魔导机械化部队 占据了这里的山脊和高台 以钢铁防线迎击着那些尝试冲破封锁 进入东径的狂乱惊醋 山脊之间 雷鸣阵阵 利用工程法术制造出的岩石岩体中 魔精轨道炮正从山岩和树木间探出它们的加速轨道 伴随着一道道闪光 将致命的炮弹送往远方 高地之上 火蛇喷射 碉堡内的重型燃烧器不断焚烧着山岛 将那些侥幸逃过火炮轰炸的精醋怪物化为灰烬 而在关爱中央 在层层的碉堡 墙垒 哨塔之间 则是这座防线最核心的堡垒和指挥所 强大的装甲列车 铁王座 零号 这座覆盖着黑色装甲和厚重护盾的移动堡垒正缓缓靠近预定位置 伴随着机械装置运转声响 列车各处的赤力节点纷纷锁定 将整辆车稳稳地停靠在轨道上 而列车五库段的主炮则同时开火 伴随着几声尖锐的笑叫 重型轨道炮发射的魔精炮弹呼啸着滑破空气 落向远方 铁王座 零号的战术段内 指挥官马里兰正站在魔网终端前 向画面中的高文汇报着战况 新一批战车已运抵前线 索林宝防线已得到巩固 东径安全 在这位指挥官身后 覆盖着强化护盾的水晶窗外 正呈现出一片被炮火和燃烧器烧焦的大地 林立的哨塔和武装站台泛着金属和水泥的质感 在魔精轨道炮发射时的闪光中被一次次硬亮 而武装站台的转运装置已经连接到铁王座上 从白沙地区运送至前线的新一批战车 正从铁王座的运载断泄车 准备接受机械学士的调整并投入战场 一大批从康德地区抽调来的士兵也下了车 那些全副武装的黑甲战士正在武装站台上集结 接受各自指挥官的检阅 魔网终端机上空的全息画面泛着灰光 高纹的声音听上去略带干扰 有发现平原上出现什么大规模异象吗 还未发现 我们已经将北部防线推进到邪林道口一带 沿途设置了观察哨 但并未发现异象 指挥官马里兰严肃回应 现在我们正在开辟南部的战场 并正在建设第二条铁路线 或许会有些发现 铁王座外 山岩之间 一道带着优雅弧度的金属轨 突然探出并指向战场 伴随着低沉的嗡嗡声 一道刺目而恐怖的白色光束 划破黄昏灰暗的天空 越过铁王座 武装站台 前线壁垒和碉堡群 缓缓扫过平原 扫射战场 强大的闪光穿透车窗 映照在马里兰脸颊上 同时也将战术段车厢内部照得格外明亮 通讯器中的高纹皱了皱眉 刚才那是红光炮 怪物攻势很猛 是的 我正要报告 这是最近两天出现的情况 那些金属怪物的进攻频率在加快 烈度也在上升 甚至会出现大军团冲锋的情况 要依靠设置在山上的四座 较准者光束炮才能肃清 而这种大军团之前在 惊促怪物们陷入狂乱之后 已经很少出现了 这可能就是某种预兆 万物中王会制造 而又失控的最强怪物 应该已经开始活动了 高文飞快地说道 继续密切关注平原情况 发现任何一项第一时间报告 另外提醒进入战区的装甲突击队 一旦遭遇诡异强大的 难以抵抗的敌人 不要死战 第一时间撤退 确保情报为最优先 是 通讯结束 马里兰微微呼了口气 随后来到覆盖着护盾的窗前 注视着这道钢铁防线 注视着防线外的焦土平原 承载铁王座的轨道系统 已经延伸到索林堡边缘 防线也就推进到了索林堡边缘 在这连通东径和圣林平原的群山脚下 无数临时碉堡 绍塔 火炮阵地 以及铁王座 共同组成了坚不可摧的防线 然而这道防线 却不是以坚固的强垒和护盾来抵御敌人 或者说 不仅仅是用坚固的强垒和护盾来抵御敌人 它最主要的防御方式 是粉碎所有靠近者 在磐石要塞 当了多年指挥官的马里兰 一向在防御战的领域颇为自信 但直到接触了赛西尔人 它才仿佛打开新世界的大门般找到了防御战的真谛 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一如白骑士们流行的一句话 最好的治疗就是提前干掉攻击者 在铁王座停靠的站台后方 一座石制山极顶部 一座用金属框架建造起的哨塔 正在风中助力着 哨塔周围浮动着护盾的微光 哨塔顶部用于通讯和中转信号的水晶装置 则在机械结构的带动下缓缓转动着 在水晶装置下方 一间覆盖着钢板的小屋内 哨兵正警惕地观察着平原方向 哨兵手中拿着军用望远镜 这心是望远镜在原有光学结构的基础上 还增加了增强视野的法术状态 进一步提高了普通人使用踏实的效果 在望远镜产生的清晰视野中 哨兵的视线正缓缓扫过远方的一片废墟 除了视野中时不时出现胡乱奔走的惊醋怪物之外 看起来一切正常 哨兵收回视线 揉了揉眼睛 但就在他准备将视线转向另一个方向时 一道异样的闪光 突然映进了他的视野 那闪光从极远处亮起 本不算明亮 却仿佛带着某种魔力般 具有强烈的存在感 哨兵一开始还以为是自己产生了错觉 但很快 他便看到了第二道闪光的出现 紧接着闪光又变成了恒定的光辉 在远方升腾起来 在充斥着各式各样魔力的战区里 仅仅出现一些光芒 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但哨兵在注视那光芒片刻之后突然产生了一丝心计 他竟从那光芒中感觉到了一股如有实质的恶意 丝毫没有犹豫 哨兵立即拍下了距离自己最近的一个按钮 刺耳的警铃声瞬间在铁王座的战术段中响起 马里兰猛然抬起头 并听到了山顶哨兵传来的通讯 长官 西南方向观察到不明闪光 闪光带有超凡力量 马里兰很快便也观察到了平原上出现的光芒 现在他已经彻底恒定为一道朦胧的光束 并散发着强烈的存在感 而在光芒浮动之中 又有诡异的恶意和疯狂之感不断传来 那种虚幻的气息并不能产生实质的影响 但却足以让马里兰瞬间提高警惕 他意识到 那说不定就是高文所指的意象 立即接通圣苏尼尔 这位指挥官高生说道 并紧接着转向自己的下属 安佩尔骑士 立刻派出一支侦察部队 去光芒升起的地方查看情况 切记不可大意 铁王座防线西南方向 覆盖着废土焦痕的索林堡废墟附近 大地已然开裂 一道被圣洁光辉笼罩 却又充斥着混乱气息的庞然身影 缓缓走出了地面上的裂口 静静地原地助力着 这是一头体型庞大的巨鹿 有着光柱一般的鹿角和水晶打造般的双眼 纯净的光辉环绕在他身边 光辉中隐隐约约浮动着圣洁的声响 然而 这巨鹿的身体却猙獰可步 妄知令人生畏 他的皮毛大片开裂 污浊的血肉翻卷着在皮毛之间蠕动 大量或焦黑或溃烂的伤痕 遍布在他四肢 伤口周围还可看到肿胀畸形的结构 他的每一块肌肉 每一寸皮肤都在不断鼓动 颤抖着 就仿佛那些血肉结构 是由无数的错乱因子强行拼凑起来 此刻正挣扎着想要分裂一半 但巨鹿本身却好像根本没注意到 这些可怕的伤口和变异 他只是静静地站在化为废墟的城镇边缘 仿佛一具无魂的躯体一样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